我原本只是略是休息 没想到居然睡着了 一定是连夜冲回鹏城 突袭刘邦的这场仗 让我精疲力尽 所幸汉军人数虽重 却和刘邦这人一样无用 在我军以及霸剑之前 一战击溃 如水烟楼一般溃散奔逃 如今鹏城重回我军之手 刘邦一干人等弃城出逃 虽然这一战胜负已定 此刻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若能再次将他们给义王打尽 就能彻底除掉刘邦这老皮肤 绝这个 我在鸿门宴一时失神而放过的心腹大患 启禀大王 属下奉命前来传报前线军情 拜逃中的汉军周围 突然刮起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大风沙 汉王与残军被这风沙困在水水河边 一时动弹不得 不过敌军已经在原地重整阵势 决心拼命死 周将军明见 此刻汉军已尽尸资重粮草 即便死守也撑不了多久 自无必要在此刻急于应攻 你回去告诉周将军 就照他的意思去做 属下遵命 这就立刻回去转达给将军 这一样的感觉 莫非是 射灵封剑 老头子 果然是你 你这回战场的血腥会而来的鼻子 真是越来越丁了 不过这回你来得早 这场杀戮还没有结束 小王啊 人魂就像花朵 想来是趁早采鞋的好 不过看在老夫如此尽心尽力的份上 您就不能口气好点 直接称呼老夫的本名 偶爷子吗 你也是为了完成自己最真实的作品 彼此不过是各取所需 岂能说是为了我 尽心尽力 不过既然你对这如此在乎 我也只 那就说我没你的来意吧 小王 你知道老夫来此 只会为了一件事 请把霸剑 借给老夫一看 一阵子没看到 霸剑上面 又多了许多损伤 两兵又高举他领头冲入敌阵 掌杀千百名敌方兵将吧 霸剑南征皇 皇军 用于号召天下 通义王军 然后他还砍人披甲 他们比杀鸡扭扭到 实在浪费 就算霸剑本身风略无比 要是没有老夫细心修理 早晚也会被你砍到盾啊 现在我手中 我怎么高兴就怎么用 你想做什么就赶快说 没时间听说就 谁叫你是无敌于世的霸王项羽呢 看来老夫还是闭上嘴 赶快修理吧 佛爷子 霸剑还有多久才能真正完成 就快了 霸剑离大功告成 只剩直尺之差 向皇啊 你起兵以来 已经为他牺牲了无数人命 在这最后关头 你一定要耐心 我不需要什么耐心 我只需要霸剑的力量 通过消灭刘邦 让他们一伙全都成为他的剑下完魂 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取得天下 届时要献上多少人命 没完成霸剑都不成问题 向皇如此的承诺 霸剑的完成 必是指日可待 不过 老夫临别 还有一言相告 向皇看来神社有些欠价 老夫输过打炸霸剑的 非昆铁油 死人昏破的邪性 县宗积蓄的魂力越多 这邪性也就越强 如果其主过度放纵自己 疏于自治 或是心臣有所松懈 便可能为这邪性称息所称 甚至反过来支配其主 直到霸剑最终完成之前 这邪性都不会完全消失 总能让向王是天下无神的英豪 刚心铁挡无人能击 不过与此的难不可掉以轻心啊 你倒可不用担心这件事 既然你来此的目的已经达成 那就可以离开了 不要耽误我 待会收拾刘邦子老爵的药室 这么急着赶老夫走吗 别怕 老夫的戒只能在维持片刻 差不多是时候了 希望你能上右霸剑 想王啊 咱们后会游戏 陈妾参见大王 英妹辛苦了 刚刚传递回报前线情势已定 你的霍天乱阵 将刘邦一等说可乌龟 围困在对水旁 这回如果能让他们一网打尽 就说你的功劳最大 此乃大王运筹如神 臣妾远远不敢鞠躬 只是 英妹宽心 若非刘邦这小人无耻背心 包藏祸心 趁我发气之际发大军 从后偷鸡旁城 又怎会有今日之战 这些人民已经心战所造的恶业 终得算在他身上 如今他们被乱阵所困 富与王抗也撑不了多久 等营中境内充分休息之后 咱们便出发去与周将军会合 一起集合汉军斩战刘邦 今后天下 必会归于太平 若大王有如此决心 臣妾就放心了 或许是因为连年征战 我又费太多心神在国事上 在处置刘邦时 多有过于大义轻率之处 这的确是我的不识 光神之战是莫大的教训 我绝不会再轻闹过他 不过对方最厉害的角色 你是指张良吗 正是 大王 我们不能在此功亏一篑 得赶快去阻止他 来就来吧 他在武丁地宫时 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且看他现在能有多大本事 咱们就上姑柏林瞧瞧 诶 啊又要动画好几次才会 才會那個 突發 結果還真的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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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王 请先留步 这是 大王 这是盾甲中的六丁六甲之术 能以符咒幻化成没有实体的幻象兵将来辟敌守陆吗 那咱们就一路杀着去 光凭这些纸幻化成的玩意儿 也想抵挡你我二人 是 嗯 嗯 这挡路的光碧看来并不寻常 想必也是张亮的杰作了 没想到的动作这么快 这是风源悬碧 六甲咒术中的一种强力封建 通常用于阻敌或拖延对手 你提醒的好 只要是在霸者之眼底下 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我的眼睛 张亮这次是白费心机了 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了 没想到这三清净雷如此难以破解 而我在此地多拖一颗 汉王就多一份危险 你们来了 果然那些小伎俩拖延不了多少时间 张亮 这回我可是有备而来 张亮 刘邦全靠了你的辅佐 才能与我分庭抗礼 但他的好运就到此为止了 你无需再费心在那庸夫身上 张亮 成蒙向王好意 只谈你始终都不能明白我的苦心 向王啊 此刻的你 已经身陷于霸剑力量之中 无法回头 我别无他法 只能尽一己之力的射服 射法扶走汉王 保得他不死 留着这颗浮星在地座之策之策 我一夕天顶一指 无知崩溃 我若喊王不信赏命 就再也没有方法 网救这天井之威 即使向王取得天下 人世也将与你一起毁于一旦 我们敌对之词 向王已经听不尽我任何一句话 但我向王对我尚有一丝情谊 请答应我这最后一次的请求 求向王 作为我天真 帮汉王一条深路 不要走绝了这一步 那么这一切 都还有 都还有希望 你说了这一堆话 就是要我饶刘邦一命 你指点这匹夫偷袭彭成诗 于我 又存着什么情谊了 张良 竟然相信易处央汉 还是拯救天下之道 那么今天我一定要将刘邦 碎尸万段 这回答 满意吗 这一切果真是天意吗 这道如今 虽然我自己不是你们对手 也只能用此残命 和恶性职责 惹后疑了 向王 请说我得罪 来吧 我会成全你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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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他的师傅是五英重 哈哈哈 呵呵 這招不是很強 就一招…咦?他只會打一下而已 反正就原本…原本這個好了 不愧是與相王相配的霸王之間竟有如此威力 你寧願死在我劍上也要堅持那些可笑的死命嗎? 相王…我來到仁世是為了輔助你完成天命 既然你不相信我而選擇了霸劍 在自滅之道上越行越遠 我想了你又有什麼意義? 我只能看著你走上陌路 我已經聽夠了你這煩人的鬼話 今天這神父已經決定一切 我才是天下之主 霸劍在我的手中 在世上就沒有人能勝過我 在我拿你血跡之後 接下來就輪到劉邦友 等我殺光的他們 就看天下還有誰敢給我作斷 相王 相王 你的魂魄已神獸霸劍所食而不自知 狂妄 憤怒 與血腥殺戮 只會讓你被他支配得更深 成為一切都得依賴霸劍的弱者 手下白家 你竟敢說我是弱者 大王 你再這樣催使力量 只怕保護霍天鎮的封建會 少落色 張良 死吧 誰小子 你醒了 晚輩覺得自己神志清明 並未感到這些不適 唉 聖小子 可以有什麼不適吧 剛才 痛不痛啊 跟他不是很痛 都是左前輩你的眼色 看起來似乎異常常白 阿廢話 阿人家那麼賣力 在那邊粗力 阿人家戴的臉色常白啊 就你再爽 嘿嘿嘿嘿嘿 用力 沈神法 本就非常耗費精神 不過 多虧這沈神之人 老夫才得以明白一切死磨 否則永遠也無從知道 那段深埋在千年前的過往 不過最讓老夫 一想不到的是 你竟然會是他 前輩 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沈小三 剛才刑法時 你可有什麼感覺 你是否記起了些什麼 晚輩只記得 自己好像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可是 又半年都想不醒夢境的內容 看來你魂魄中的那道門 依然緊緊關閃 此事顧慮甚多 一時倒也難以決定 為了穩當起見 你還是先到老夫的知識 先供待一陣子吧 所以難得會有客人 老夫保證不會虧待你們的 那你先把我放下來嗎 你不是要以禮相待嗎 進來 奇畢師尊 剛才有人嘗試從外床入自殺境界 有膽量來招惹老夫的 多半只有一個人 地址自證明 不過我是問神聖巴 三大修险王門之一 視尊救護冒險 對那少年使用 物非他 此事不要多問 我們走吧 是 你先帮我放下来啊 喂 这下可好 我就这样被留在这里了 左先辈的蜈蚣和个性都如此霸道 我还是听话挺好 不知道姚美兰姐姐有何大哥们 他们是不安好 姚大哥原来你在这里 那人正好先帮我放下来 是黄埔兄弟 你先等会我先放你下来 谢了黄埔兄弟 真高兴看到你们平安无事 我正担心你和姻兄妹子被抓回本门后 会遭到什么什么厨房 看着左前辈虽然说话严厉 但还是很疼爱徒儿的嘛 生大哥 你就是为了帮我和林轩才遭到此难 此刻却不光关心我们 我会永远记住你这份情的 不过你尽管放心 这不是我们为徒 这必有目的 所以不论他再怎么升起 也不能动我们分考 最多是把我们在房里关上几天 不只能走动而已 原来如此 不过 左前辈收你们为徒是别有目的 这话怎么说 重点来了 生大哥 这乃是本门之秘 也不是你现在该关心的事 什么 你不讲哦 师父从来不让外人 进入子权宫 他会叫你留在此处 在本来视你为危险 而且一时无法决定如何处置你 而师父这人想法极端 先知心思反复息怒无常 常常和林轩起得什么念头 后果只怕一不堪设想 这次也多待一刻 就多一份危险 还是趁早离开危险 你说的有理 不过 我可不能自己一个人逃走 汪浦兄弟 你知道姚妹 蓝姐姐她们在哪吗 自然知道 林轩此刻就和她们在一起 我这就带你们过去呢 太好了 那就有劳您引路了 妈 生大哥来了 生大哥 太好了 看来大家都平安无事 左前辈应该没有为难你们吧 这种左前辈他当独帮你带去问话 我们都担心死的 生大哥 保护我 左前辈对你做了什么吗 他他进来了 杰哥进来了 我的脑子被他打开来看看 姚妹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孙大哥了 左前辈 对我用了亏魂审神法 听说这法门十分危险 好在 我只是昏睡了片刻而已 不过之后 我还看下神色临重 来说了几句 我听不懂的话 公子 亏魂审神法 这法门 以施行凶险著称 因此被道家正派 视为邪术 多年来不曾传于后人 倘若如此 只怕左前辈 对公子利用其他想法 哎 又在开车了 蓝姐姐所想的 与黄虎兄弟一样 所以才建议我们 最好赶快离开这里 照我刚才偷听师父和大师兄 对师父的吩咐 他们似乎要上子熊盘做行功 一时半刻不会在这里 这另觅途径 只怕并不容易 确实如此 师父当初挑选此地 作为天摇派总坛 便是看上了 这紫淼峰的孤觉 秦师伯曾向左前辈禀告 有人在禁界周围四处试探 似乎是尝试要闯进封建 说不定 那就是为了我们而来 黄虎兄弟 您可知道那紫军八禁证在哪里吗 这紫淼峰虽然老大 但师父设下了重重限制 要有特定的令符 才能开启某些门户 以及咒术枢纽 据我所知 紫淼峰中 共有轻石碧铁赤金三种令符 我和林轩 只有轻石令符 等于之处十分有限 紫军八禁证 我从来没去过 再也不知道他位在哪里 你们只能设法收集这三种令符 然后自己找路了 我们要上哪儿去找这些令符 我猜某些掌灯试者 和殖民试者的身上多半有 那些家伙 或者照管 紫淼峰的各处 肯定会需要令符 不过圣大哥 你们可别小看那些 实力实习的家伙 虽然他们乍汗之下 十一群只会听面形式的形式走落 但他们在这之前 据说是不幸败在师父手下的 可怕妖魔 虽然被师父毁掉混坡后 当作看守紫淼峰的奴仆驱使 但他们绝非容易对付的对手 你们务必要多小心 等等 如果这里的师父 全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紫淼功力 莫非没有几个真正的活人 就只有师父 大师兄 三师兄和我四个人而已 师父的个性多疑孤僻 他宁愿使唤这些妖魔来伺候自己 也不想与一般人打交道 所以 你们学妹子 我明白你为何总是郁郁寡欢乐 虽然你身处天窑派这武林中最为人所敬畏的门派 但坐在这华美壮丽 却病人又毫无神奇的宫殿里 面对这无边无际的孤独 一定是件非常难熬的事 真是辛苦你了 幸好还有三师兄与我相依为命 这几年来有他在我身边 愿意陪着我说话 我懂 怪不得你心甘情愿跟他一起逃离此地 沈大哥 现在可不是聊天的好时候 你们还是赶快去找子军八经镇的所在吧 我和你学妹子偷溜出来 也得回金闭房装装样子 等我们出了这个房间之后 你们就给警告自己了 我只能祈求上舱保佑你们平安离开 汪谷兄弟 你和你学妹子要多保重 咱们这就走吧 好 就是 那个 这个紫了封的紫全宫有很多宝物 那宝物怎么拿 没看到宝物 在里面吗 在这里 泰华出金 泰华出金是 这个吗 装备 泰华出金这个 好像很重要 这个 哎这功力没写到哎 泰华出金 哎功力怎么没有写到泰华出金 没关系我找到了 这个 匹血纸巾 哦这个也很重要 这是之前的任务 神鸟金翔 精灵 冰河先死 十万杀 凌全玉露 九优化玉 九优化玉应该是道具吧 有灰月魂石 他是不是写错 鬼神天亮 没有灰月魂石啊 对啊没有灰月魂石 那个灰月魂石 他是不是写写错了 应该是泰华出金吧 应该是这样吧 有灰月魂石 你看到啊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隐藏房间 然后 对 你九个 没了 这边重重重点是拿那个化什么的 化环铁印这一个 可不必写只竟然差一个 啊 九个都拿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不错 没看过这么奇特又专丽的景象 这八座山林上发出的观又是 周围这个八座山 山林 代表是天级八级 有地底下的地脉引动 仍依天上的星宿变化 将四周灵气蓄于此生之中 这些灵力一来 却可以维持保护此地的紫煞封建 未来可以作为修炼的助力 左旋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任务过人的耐于努力 不可能造出如此浩大之物 此处空旷开阔 看来的确适合逃离 但高总入云 我们得先长出翅膀 或是学会飞才行啊 沈少侠 你听得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好像听见 有人在我脑子里说话 沈少侠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是孙一凤 正使用先前给你的玉佩 对你传音入密 点珠和我一直在这附近盘旋 寻找你们的下午 我对你发过多次传音入密 但你都没有响应 应该是紫煞宫里的境界太强 而阻隔了玉佩的传音之能 想必 你们已经上到紫军巴进阵了 原来孙前辈你们来了 如此实了 先前尝试闯入境界的 就是你们了 我们确实刚才 刚才上到这紫军巴进阵 不过这里看来位于山顶之顶 四周仅是无处可去的云海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还请孙前辈 支点一二 沈少侠 左旋的紫玄宫 位在黄山紫小峰底 他被建在陡峭的绝壁之上 只有从天上才能营救你们 然而 我们无法从外面直接通过保护他的紫砂境界 得靠你们在境界之内 让紫军巴进阵暂时失效 此刻的天使是镇尾 巴进阵的灵力都集中在镇尾之柱 你得设法前往镇尾之柱 并破坏那里的风石 让原本互为均衡的八级书主 骤然间失去镇尾的力量 造成的冲荡 便可能在那里的境界上扯出缺口 让我们有机会飞下去 将你们救出来 我明白了 镇尾之柱 多谢孙前辈 我会设法试试看 公子 你刚刚突然一个人自言自语 莫非 是有人在对你传疑入密 此刻孙前辈于点珠 正在上面等着 他指点我们 到巴进阵的镇尾之柱那里 破坏风石 是否在境界上弄出缺口 他才能下来救我们出去 所谓下来救我们出去 莫非 这回真要用飞的 说不定是这样呢 莫非何大猪你怕高吗 想不到事实上还有你会怕的东西 不过与其担心这个 咱们还是赶快找到那个镇尾之柱再说吧 事不宜迟 咱们之就走吧 啊 啊 别样 就这样吧 公子 郑位代表东方 旗向為雷 這塊風石上似乎凝聚著強烈的紫電之氣 應該就是我們要找的正直風石 應該就是這個了 孫前輩要我們破壞這個風石 不過美聰明如何破壞 莫非要大家拿著冰熱影用力敲澡嗎 既然是與雷有關 說不定我的雷可以試試看 霧雷神訊指電黃旗 我該不會是出手太重了 不用擔心 你這一劑雷電俐落得緊 我們不少風影 風石被破壞之後 劇場隱居雷電之氣媒的去處 就會在周圍亂竄 引起風界絲痕崩底 嬰兒閃開好幸福 在家裡會有什麼事 他想要死 老實走 是不時 想要死 鬧 你還願意 沒有 要是想要死 这闪耀着猪红色泽的神奇大鸟是猪雀 那你是孙前辈派来救我们的吗 嗯坐骑有可能是猪雀哦 天桌 那我们就有劳你了 大家快可以大家赶快跑上点住的背上 哎啊我人呢我没有在你背上啊 我没有在你背上啊 喂我没有在你背上啊 我不在你背上啊 记得我们刚刚还坐在点珠背上飞离紫禁封建 然后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白瓜 可来是之后的冲击把点珠和我们分开了 然后我们被传送到一个不知未在何方的厨所 像大家似乎都只是昏都只是昏过去而已 大家都没事吧 姚妹你还好吗 我没事 只是觉得还有点头晕眼花的 这边是尹界 应该是尹界没错 虽然我们都平安 逃离了紫玄宫 却又意外拿到这陌生之处哦 不过这里的景色看来似乎 又有几分熟悉 这里像是上次咱们逃离行将崩毁的必朝宫时 经过奇异的光门 抵达的遥远云上世界 若我没记错的话 似乎是叫做尹界 和官人记性真好 这里应该是尹界的一角没错 沈少侠 这里的确不是寻常的尹界 老夫有某种预感 在那云上山岭的尽头 有什么正在等着你 既然小前辈这么说 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你们总算来了 欢迎几位远道而来 本座在这里等待了许多年 总算等到你们大驾光临了 哈哈哈哈 不过此地由于许久没有访客 外头可能处理整理 趁你们来此路上呼朽不熟 鸟兽世界之类阻入 本座有失远赢 来客不周 来请准备包含 请问前辈 就是这座宫殿的主人吗 初次拜见 请问前辈 如何称呼 本座的名号是赤龙帝君 不过这称呼挺拗口的 若你不拘礼节的话 称本座为龙君或前辈之类的 也无妨 此外在说不上是上手 最近没很久以前就该来的 虽然 只要很久 不过总比不来的 哈哈哈哈 我很愚昧 对前辈这番话 感到颇多不简 不过 依照您话中之意 似乎是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不知前辈对我们有什么指教 那还用得着说吗 当然是接受本座的考验 和本座好好较量一番了 这 前辈的请求太过突然 晚辈全然没有准备 甚至不明白 是要证明什么资格 较量这种事本就是随性而知 说打就打 何况已经迟了这么多年 莫非还要挑良辰即日 先沐浴更衣不成 本座有烟在闲 这场较量是为了确认你真正的本事 严慈本座所下不会留情 如果你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轻忽一对 只怕会有生生命之佑 明白了吗 晚辈明白 既然前辈看得起晚辈 晚辈也只能全力以赴 得罪了 哦赤隆嘛 哈哈哈哈 哈本座等这一刻很久了 来吧 那本座瞧瞧你真正的能耐 不會太快打死他就 没什么没什么好玩对不对 呀 呀 嘿 哎 啊不闹了 那正打 防摩大发 派燕龙珠 感觉没有很强啊 我刚刚我刚也以为是单跳 又不是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卑鄙 我这是要维欧 维欧战术 哈哈哈 圣龙之欲 隨便拿都拿出来 哼 哼 人家是人家肚子饿啊 我这打两刀他就死了 好强好强 还好还好 我身上刚好有一块玉 啊 那个重复按 再见 天火之处 不会谢他 好 沒了 好 沒了 重軍鋼破,重軍鎮魂 你必須將玉檢呈上 由本作來為他刻上正氣的名詞 前輩所說的玉檢是這個嗎? 正是 這就先借本作一用吧 赤龍帝君齊訓 請奉天綠帝斥 於此恭行契儀 由成命記印者得於親正其能 須以獸檢名柱 並起似龍之道 好了 這塊玉檢已刻上本作的註詞 代表你已得到本作之證 你可以將它拿回去了 前輩 這塊玉檢上原本什麼都沒有 此刻卻多出了數列我沒見過的 金色細小文字 這是您剛剛施咒刻上去的嗎? 莫非你於這一切全然不知? 怪不得至極宣言之後 三千多年之間 再也沒有人來過這裡 看來並非因為絕地天同 而是風扇之遺私傳之故 龍君前輩 記得我以前聽師父說過 風扇是向天神地祈 報公祈得的儀式 有許多皇帝都行過 莫非這與你所說的風扇之遺並不相同 正是 真正的風扇乃是人事所系的大儀 與這些凡間皇帝自己想出來的幼稚兒戲 根本是兩回事 這麼說來 晚輩之前好像聽左宣前輩說過 所謂的風扇之遺 須由通過四軍考驗的天命之人 為其誅氣 登上風扇台 重定神器雲雲 正是這個 那時左前輩也只是略微提及 而晚輩記性不好 只能讓她們更加強烈 只能勉強記得這些 呃 那麼 你還不知道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龍軍大人 您的個性豪爽親切 是位心熱之人 我也看得出 您對深大哥的到來期盼已久 對他寄望甚嬰 小姑娘 算你的這番話說動了本作 你們卻有必要多知道一些 天條綠令之類的 就隨他去吧 在以前的原油 得從很久以前說起 天地開闢之後 為了讓四人之力 充盈荒蕪的大地 呼吸女女娃兩神創造了人族 讓他們在神中繁衍交配 興旺 然而二神祭與人族日見 強大的靈力而掀起一場大戰 只成兩階的天柱因此 占占卿者 因此占卿者 占卿者 是嗎占卿者 沒有交配嗎 太順太順了 老子天幕清裂洞開 為解救天地崩毀之為 天神弟子與人主一起行事立約 女娃以己為盤座 龍軍分成四集 分正四集 人主献臨劫切 在這集天地南山者之力的 天地之氣的力量下 終於支撐 入青島的天柱 萬長界得以恢復原貌 這就是由當時的 人皇姬全員 所行的第一次風扇之魚 因此占卿者 我想說什麼因此占卿者 傳自上古的風扇之儀 原來是如此由來 為了結合三界之力 在風扇中 需要三件靈器輔助 所以由太后 少號兩身獻上珠奇 紫信良劍代表天與地的靈器 但代表人間的靈劍 覆之卻獨 臨時以九一天尊劍占帶 啊九一天尊劍出來啦 終於提到了 臨此這次的風扇並不完美 只能維持六四甲子之久 三千六百年內 人界生皇必須重回風扇壇 在地天地之情 否則氣斷約絕 只曾天柱之力消失 三界便會再遭大邪 是 容君大人 近來地脈的紊亂日增 各處地震頻起 天地之間 也發生諸多不穩的異象 莫非 就是這天地之氣的期限將近之固 正是 三千六百年之限已近 天地之氣的力量所剩無幾 若步行風扇 復慰天地之氣 這些災變異象 會日益加劇 一切的希望 就看命定的人狂 能否再次完成風扇了 根據新耀玉寺 繼承凝界的人界 真狂千年前就該出現 如今已經遲了這麼久 如果再錯過這最後的時機 那麼即使天神弟子齊聚 也挽救不了天幕崩壞的結局啊 前輩 這個命定要完成風扇的人 就是晚輩嗎 神子聚 天命造化這回事 有時很難說得清楚 或許你不覺得自己哪裡特別 不明白為何承擔這些 然而署命會引導你來遲 其實已經說明了一切 多謝前輩細心說明 晚輩大致明白了 只是一口氣聽了這許多的事情 因此你不出個頭緒 晚輩接下來該怎麼做 可能請前輩明示一二 三靈器 與你有宿命之伴 最終必會集合到你的身邊 在這之前 你得先收集五塊 會在風扇之一使用的預減 一中四塊 須有龍君正氣名詞 才能開啟完風扇台之道 如今五塊預減 你已得起 你還許尋找其他石塊 帶著他們足以通過其他三名龍君的考驗 並刻上正氣名詞 當你完成這一切時 宿命自然會將你引導到風扇台 你接著要去的是東方青龍月 七路口位於泰山某處 找到下一塊預減後 前往泰山尋找這個陰界之門的所在 只要你帶著正確的預減 就能從那裡前往青龍月 從往青龍月的陰界之門 都位於長人無法抵達的絕齡 比從平地是到不了的 就從天上留意發出霞光處所才行 本桌能告訴你的就到此為止 之後得靠你自己的 多謝前輩指點 聽來親好要忙的事可多了 雖然晚輩還是覺得難以置信 不過 或許就如義父所說的 每個被生到這世間的人 都是為了某個使命而來 如果 繼承風扇之意就是晚輩來到人世的理由 晚輩也只能全力以赴 進擊所能來完成自己的天命 所擔心的是自己平憂愚鈍 難以擔持重則大任 不用多謝 既然上天選擇了你 自會在冥冥中做好安排 在你離開之前 記得將預見放到震 震檢製作上開啟引戒之印 回訪用的引戒之門才會出現 最後 記得水火焦脆之地 神子劍 本桌人說的就到此為止 述不遠送 請祝你們之後一切順利 多謝前輩 那麼我被告辭 你要做的事還很多 別在這裡多耽搗了 快去吧 你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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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也擅心 要坐 你的不責乱 你要坐 你要坐 你 坐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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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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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有好一阵子没去金华轩光顾了 与其在这光秃秃的山顶吹风 不如回汉阳边吃边聊如何 赞成赞成 咱们这就一起回去吧 山大哥 姚姐姐 别忘了这里可是无路可通的悬崖绝顶 你们得看我才能离开这里 瞧你这小妮子 马上就拿起桥来了 眼珠 身上侠一行 就由你负责再回去 我用飞仙意先回汉阳城 咱们回头金华轩剑 是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这次的经过 大致就是这样 可以起点珠感觉好母堂哦 好色哦 那么色 五个人起点珠 天哪 好脏哦 你们真的很刺 超脏的好不好 也是你们讲的 我被口舌拙劣 只怕没能把这许多天外其余给说清楚 为我落物之处 而且前辈 多多包涵 身上侠不用自前 你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我当初的预感果然是对的 你的确是身负非凡使命之人 虽然你自有天命运输 外人不能随便插手协助 不过 经过这次的遭遇后 我决定送你一个礼物 这是你肯定会需要之物 可不许客套推辞 那你应该不会要送我点珠吧 既然如此 晚辈就不客气地收下前辈的好意了 这是 这是晚辈交给前辈的 点珠的精灵的 正是 这回点珠的朱雀之身帮了不少大忙 伺机你将来 肯定与影界之类的天地其所脱不了关系 倘若必要时 能在空中来去自如 肯定会大有帮助 如今点珠 已能在人形与朱雀真身之间自由变换 我为她加上了非仙印 今后 只要你摇动这个金铃铛 就能立刻召唤她 以朱雀之身前来你所在之处 有了她帮忙接送 你们等于多了一对翅膀 要去千任深谷 或万丈高山这种地方 也丝毫不成问题 用不着点珠时 她也能用非仙印 瞬间回到我这里 所以今后 你们只要有需要 就尽管使唤她 这小妮子平常也闲得很 难得有事情能让她帮忙 她肯定会很期待 你们叫她去当作棋的 是啊 过去圣诞哥也帮过许多 现在能让我帮你们拉 说我的时候可千万别客气哦 跟着你们一起到处走走 一定很有趣的呢 多谢孙前辈 不谢孙前辈 既然有了这么方便的东西 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劳烦点珠的 沈少侠 想必你接下来还有许多事要忙 我们已经在此打扰多时 点珠也吃了一肚子的糕点 就不继续耽搁你们的时间了 倘若有缘的话 咱们今后还会相见的 我们先告辞了 两位请慢走 那似乎是本门的传说纸鸟 妖妹 刚才的小鸟是 哦 这是空同派的纸鸟传说之术 是大师兄传信给我 盛大哥 神无门掌门 已是当今武林盟主慕容前辈 哦 慕容针 等一下 神无门前辈是慕容针吗 对吗 没记错的话 天旋通孔子云 松阳 哎 这个说是慕容针没错吧 应该是的 应该是 白姑娘所说的这位慕容掌门 是八方神无慕容修吗 哎不是哦 不是慕容针 哦 就是他爸爸 前代 啊 这个好像没有登场过 对不对 但慕容针那个时候 有提到吗 哎 忧承的时候 想错 忧承 慕容针 慕容针有神无门吗 慕容针好像没有神无门 对不对 啊 正是 没想到 何大叔也知道他 莫非与慕容前辈有渊源吗 慕容前辈年轻时 任职于太原府军 以热衷武艺出名 我们何家是太原的枪法名门 当时他常来向家父请一切磋 而我当时 要开封重军的时候 他正好调认为进军都指挥使 当时我父亲与兄长都已顽固 他过年协议与何家的情谊 不但对我十分照顾 还亲自指甸我枪法 与我青铜师长 后来他为了专心于修道与武术 而决定卸脚归降 在他远赴襄阳建立神无门之后 虽然我一直想去前去拜访 却因为诸多原因为了承喜 这些年来未曾再见一面 这回路能沉变 前往襄阳拜谢他老人家 那就是再好不过 原来何大哥 与这位木朗前辈 有如此深的渊源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一起到襄阳走一趟如何 也罢 这回就跟着你们 去瞧瞧也好 太好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去襄阳一趟 那咱们这就走吧 ok 我不让可以骑点珠了吼 然后想骑就骑想召唤 然后想用就用 好色哦你们真的很好色哦 真的是很色哎 到底这个剧情到底 是我们太肮脏还是 而剧情本身就这样 是我们是我们经历太多事情了吗 还是只有我这样子想 只有我这样子想吗 应该不是吧 看看你们的油盐 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在说什么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点珠呢 他刚刚说过啊 他在珠圈里面还算是雏鸟 啊我要怎么切换他 啊我要怎么叫他给我起 哈哈哈哈 要怎么叫他 给我起 哈哈哈哈 哦哎呀我是卡住是不是 等一下我卡住是不是 哦没事没事 好走吧 好这个神秘老子的支線哈 我们已经完成了哈 1200 2万钱 玄硕元金 九幽化玉 都是一些 普普通通的东西啊 啊 有一个是装备这个 闪避哦哦 酒离祖的事物 其内凝聚优穗之力能提升春代史的咒術威力 嗯 这之前的我而已 也许我的前面有外号的珠雀哦 等一下我又这么久 觉得 怎么觉得怪怪的呢 燕 这个东西九离祖的事物只能他装 什么意思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东西吗 燕南青 你难道是 有离祖 妈 也不要爆雷哦 我是猜的哦 那哥哥你好帥氣啊 然后他说对话后要去什么跟左旋 对打的地方落落几圈 这是什么意思 工队叫我这样子做 然后再讲话讲话 我过来啊这什么意思 工队叫我去烙几圈 为什么为什么要讲到 不太懂 这工队做法应该是啊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到 好 好我们再绕一下 在为什么要绕啊 开眼哦 好开 对啊为什么要绕 没有啊 还是我跟我没出发 哎有有有了 那哥哥这条路上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来回找好几只 看起来找什么东西对不对 那我猜猜 你是来找那个黑色的配 黑黑色的怪剑 我们刚才绕好几圈之后就出发了 黑色的怪剑 记得异附于左前辈交所之时 原本又有那把 论鬼剑 因为受损过重 无法再承受左前辈的一击 后面有鸟好吵 好大声哦 那只鸟 有一只他把 论鬼剑往地上一抛 接下来 我抛过去的霸剑 这样之后遇上许多事情 那我忘了还有这把剑 就有论鬼剑的 论鬼剑的材质特殊 若找回来或许还有一些用处 小妹子 你问起这件事 莫非知道那把黑色大猩去的哪里 我知道啊 和我一起来这位玩的阿吉 把他拿走了啊 我像他矮子王大刀 那把剑立起来比他个子还高 你看他知道他根本死不了 他却没有回嘴 闷闷闷的把大剑拖走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主意 不过他一言认真的样子 所以在旁边都没多说些什么了 那哥哥 你这打算找阿吉 要要回那把大剑吗 嗯 我又有这个打算 不过在这之前 我想先知道阿吉 为何需要那把 他用根本用不了的大剑 他多么是遇上什么 操作自己人意的麻烦 那我也帮他解决这个麻烦 来作为交换条件 他应该很乐意把大剑还给我 我想这样才是最好的 那哥哥 你这是好人 而且看起来很厉害 应该能说服阿吉 不去玩那把 你不小心就肯压死他的大剑 我们就在我们就住在 城西北的巷弄里 你可以去那里找他 多谢小妹子 我就去那里瞧瞧 我们找到阿吉了 幽城的阿吉 各位小弟弟 我猜你就是阿吉吧 听说你拿走了掉在 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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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的那把黑色大剑 但是我一呼以后的东西 想起你把它交还给我 那怎么行 不需要这把剑去救我店 而且你不过就水果说说 我怎么知道你这番话是真是假 不管怎么样 那把剑我是不会嫁出来的 你快走吧 小弟弟 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肯定那把剑不是你能使得动 有着他 有着他对你好无用处 如果你想办念中的话 得想想其他方法才行 我才不信 那把剑看起来就很厉害 一定是妖母的克星 现在我每天都努力练力气 不用多久 我就拿起他练剑法 然后去找那可恨的妖蛇 又是妖蛇 哎之前阿吉的是妖蛇吗 还是鞋子啊 鞋子啊 对不对 是鞋子 妖蛇 是那个血淋神猪的那个 小弟弟 听起来你爹似乎遭妖魔所害 你解回那把黑色大剑 原来是想打算靠自己练剑来除魔 救父 我很佩服你这份心意和祭祠 日气 但想法未免太过天真 幸好正上场出魔自己 过去也对付不少妖魔 不如你把整件事情经过 向我说个清楚 如果能帮我上网 或许能找到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如何 那哥哥你说的对 我的想法真的太过天真 而且看起来很厉害 我看那把剑应该能打败那个妖蛇 那个蛇妖 事情是这样 大概一个月前 我爹去城外打西野味 听讲他都会在半晚前回家 但他一直没有回来 隔天有一批守门的士兵来敲门 把昏迷不醒的爹抬进家里 说开城门时就发现他打到门外 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那天夜里 爹 躺到床上的爹突然醒了 然后在神智清醒的 蹲蹲一瞬间 就把那个天的照片说的出来 他说有着奇怪的声音 印到他往东北方的树林伸出去 他在那里发现三块胶底的石块 在那声音的吹吐下 那吹打的石块 然后涌出黑漆中出现一个黑色 大蛇妖 长着一对蝙蝠般的宽大翅膀 还有一对碧绿的眼睛 那蛇妖听起来是化蛇一类 三块石头是某种封印 他的迷惑人心还被射下封印镇压 小蜜是相当难成的对手 那那么你爹后来怎么样 他成功逃离了吗 我爹说看到那个绿色眼睛 转瞬瞬间突然清醒 于是转身拔踩就跑 然后李雅记得到那蛇妖 在后面尖声号叫 说他七婆已经被蛇 折了五婆 突然逃走的变废了 我爹说到这以后又不能我过去 说一直没有醒来 回天我娘在街头找到一个道长 说明爹的情况并请他指点 刚才家里看过爹之后 说他的确是魂魄被妖物射走 只要除掉那蛇妖被射的魂魄 就会回归其主 那个之间射没错吧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解救之道 而那蛇妖可想而知十分厉害 他们自信的对付得了他 只能让我们看看一点 所以你才见到那把大剑 导上自己除药救付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你爹说他是往东北方的陵地伸出去 我待会就往那个方向找找看 除了那蛇妖还在远处 不过有句话先说他前面 我帮你除掉蛇妖 但你得用你拿走那把大剑救我交换 反正你用不着了 我完成我的工作之后 你就得把他还给我 明白吗 我明白 将人救我爹 当然没问题 那么一言为定哦 大哥哥 你先拜托你了 好像在这个位置哦 到了 好 浩翔的邪气 我到阿云都闻到这个腥味 三大哥 这应该是我们要找的蛇妖 看来的确不好对付 难怪被人用咒识镇压 待会我们可以多加加小心 你们显然非寻常之辈 还在这里做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锋利灯脱身 绝不惜有人要破坏我的大事 如果你们敢敢造次 那就连你们的魂魄一起收下 你应该查得到 我们是被你所害的那人来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被封印阵阳 不过射人魂魄就是不对 如果你不肯乖乖交还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不过是亮丽的傻子 这是你们多管闲事 那能源就注定会落到我手里 那我等这已经等了好久 你们非得要胡乱妨碍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要内害人也有这么多借口 既然本性不改 那就乖乖扶朱吧 简单啦 哇 495 那我打他也是蛮痛的 哎真的蛮痛哦 刚刚那招好痛哦 等一下等一下 我刚是被爆血哦 反正这一次要帮我处理好啊 不管随便的反正他只要好看就好了 哦那皇子是报警啊 一般人是就是没报警 OK 要赢了 他攻击力蛮高的 那神龙的确厉害 将他的力量显然稍微恢复 那股新兽的血气已经尽速上去 他应该是真的被消灭了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出来害人的 那麽 变成他所思的魂魄 想必已经重获自由 那股新兽的血气已经尽速上去 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吉 相信他父亲很快就会有起色 被我藏在南方巷口的杂物后面 那些是以博物摆摊的用的东西 他不过他最近不做生意的 于是一直把他堆在那里 你放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你还真会找地方藏东西 我最后去把他拿回来 多谢你帮我保管他 我也会记得你除魔就负的勇敢 与志气 相信你将来会成为非凡的 祝你爹早日康复 啊 在这里 啊干嘛还要修理 人闹了啦 还在修理一次哦 是没办法修理然后可以装备还是说 酒离工匠之首哦 好烂啊 比我现在哪还烂啊 那我解这个任务大家干嘛 哦 攻略说你以为这样子很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我们修好穷洋剑的吗 对不对 修好的穷洋剑再把这个任鬼剑 融合 炼化一番你就会得到 九届的武器了 好 把任鬼任鬼剑是任鬼剑任鬼剑啊随便 跟那个穷洋剑 融合 怎么融合 来啰 以帝界的 酒离只酒离工匠之首 然后我们跟这个 弓洋剑 幽黄罗剑 上发黑色灵器的紫黑色奇形巨剑 据说是帝界的酒离工匠以魔水打造 成 虽然沉重不不易运食 但本身带有墙内的邪气与射命之能 年妖魔之所也惧怕他的威力 啊 幽黄罗剑 也就是说你要合到比较强的武器 就是要做一些支线 哦 球阳剑的 解释是 没有特别讲 我还57街啊 不过我们先把他合起来 哇 裹出来哦 那他装备起来 不是装备 就是他这样可以增加多少 我哈 哦 这把剑外形好帅哦 啊就这样 幽黄罗剑 哎 欢迎声音 这我想要大驾光灵啊 这还真巧 好小的干想到你 可能遇上一件难以启齿的 为难之事 就是又想 只有身杀想能帮忙 就拜托你了 张兮兮的老头 古旧铁锤 说什么是脆火神锤 开口要25罐 难道这个铁锤是 柱龙的铁锤 能买一下这铁锤只有我哈哈哈 来 三清素铁锤的道书 好 修复宝枪 修复宝枪 啊 居然小柱子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最近大梁合力修好了吊桥 我们早上可以回洞窟晚了 那小柱子这没用 答小鬼说洞窟里吹的风不一样 怎么样都不敢进去 我凹不过他就只好回村子里啦 原来如此 阿娟你说那洞窟就在前面吗 记者之前这个吊桥断了 我就没仔细去瞧瞧 嗯 大人说以前是通往一处深谷的隧道 如果被肉食毒死 变成一个小洞窟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去了 只剩吊桥还留着 我小柱子经常去那洞窟里玩 前阵子的地震 弄断大吊桥之后 吊桥之后就一直哭不去 吊桥等下吊桥修好 这次错小时却疑神疑鬼 君姐别生气 我陪你玩就是了 算了我不跟你都讨厌 丹小鬼计较 咱们这就回村 陈大哥咱们回头见 好嘞我可以进去吗 这里是五民谷山也右手边绝壁前面 没想到长青春的洞窟 在藏洞之后 竟然是通到这里来 看来先前地震 那原本这里的原始松动掉落 露出后面的洞口 我们才得以从隧道回到此处 这么说来 一路或许是今后这里 你看五民谷下山的 越过那条断掉的吊桥 与他绝非什么难事 既然如此 或许义父早已回到辽生区 我赶快去那里瞧瞧 难道要PK了 义父 八剑该还我了吧 我记忆中从没看过这十里满起火焰 或许义父早已关将他重新点起 这火关的映照之下 这房间变得不一样 不然是五块金石吧 这边好像东西可以拿 点下点下调查石板 就这个三清素论 暗席兵法术 还好贼哦 他们都藏着这个几个奇怪地方 暗席 哦 致命一集 ok 好的 我们调查箭吧哦 不行 我无法在上面的建议都会罐桶 啊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再回来 是不是 等级不够的意思 我明白了 你看这一招是如此思维 时刻上并未有下这件照的名字 我就依照其中的建议 站起他命为 历见罪月吧 ok ok 什么都不会好惨 只会一招 好惨 好目前只能学一招 我们之后再回来吧 这会等到什么呢 一千经验值 气阻兵法术 气阻之策 OK 好 安安 阿们 好像在这里 这看来应该空无一屋的空屋里面 这样抱着无形墙内的血气 却给我全身网路刀削斑 但我不堪 这里必定有什么古怪 但我无法往前踏出一步 诶 却某护印 莫非这据说来自一股的神秘护腹 让我可以压着这血气 哇太刚好了吧 这个支线 原来如此 在却某护腹握在手中之后 刚才消体剧痛就完全消失 他再也不能妨碍我 余姥姥所说的压制灵气之物 不一定是指这个 那么我要找那样东西 一定也就在这里 我得赶快 叫他找出来才行 协议的小雕像 我先看一下这是什么小雕像 那你不就他吗 直接闪了是不是 是尊主的雕像 尊主 尊主 从一国被丢到东海来 应该跟那个交伙无关 不过这不重要 尊主谁啊 所以就是他还有自信要做 小伙子 好啦 我用那个安歇的对 sa 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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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哇那他失去對靈素姑娘的記憶 放心之要 尾燈花的花蕾 四份血金子 四份赤水蛇井四份地董盤爪 真的 好 好的 神秘道北 城隍妙 哦之前觀眾問的是不是這一個啊盜培之謎 好像是哦 城隍妙對 負責 也出沒哦這個盜牌跟剛剛光輔 今天那個盜牌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盜牌在城隍廟附近出現的 哦所以兩個之間應該是可以一起做的 ok 我們來到這個城隍廟後面好開啟霸者之眼 然後就看到一個血跡 好找附近的人談談哦 你廟住這陣子看來有什麼煩心事 看來你廟住的心事可能與神秘道肥有關你 如果能找到他 然後向他詢問廟後牆上那道邪氣的事 或許能從他那裡問出些什麼來 我看我圖像哎我以為沒有 等一下他的模組是在顫躲嗎 還是在卡 他在顫躲嗎 還是只是bug而已 啊我不想幫他配哦 不要狂點頭我應該沒看錯吧 不要狂點頭 嗯 帶帶相傳的重大秘密 哦 有一個密道 魚州以前徐州幽城有出現過嗎 還是還生節有出現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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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也是他是 被迫啦 他也是故意的 城隍庙裡的城隍像就是個機關樞紐 先將神像底座往後輕推在左前右後越微轉動 從從開關機關之後到廟後推動你發現有血界的那邊牆壁 那就會向後退什麼 他就會向後退去顯露出往下的階梯 努力從牆前離開牆壁會馬上關上 變得重新推動神像才能再開啟 突然間廟後 突然間廟後 突然間廟後新的過在下 在下也會嚴守機關的機關門的秘密 之後就請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ok ok 等一下 剛剛畫面說抖動嗎 還是有錯覺 激光樞紐 在哪裡 進入 沒想到可以進我城樺廟下的激光衝灰此地 哦這個就是之前遇到消音的那個嗎 的那個地圖的那個地下密道啊 哦真的假的有BUG過 沒想到可以經由城樺廟下的激光衝灰此地 會到這裡究竟與許多城有什麼觀念 在過去 或是為了什麼而建造的 走出此地人的好奇 我們走到倉庫 倉庫的位置是這裡 哦有敵人 你們是誰 開啟祕密的方法應該沒有其他人知道 你們是怎麼進到這個地下密道的 笨蛋 這還要問 消音照是老理告訴他們 肯定是他上次和老他鬧飯 就找了一些人來對付咱們 嘿 那麼他是活得不耐煩的 並敢打 敢對咱們下手 咱們先宰這些傢伙 回頭再一起找他算贓 你們這些萬恩富裕的惡徒 死到領頭依然不知悔改 在找我們算贓之前 先到岩王那裡算算你的罪狀吧 嗯 小廢物 ok 解決 玄屋雨衣 沒有劇情 腳有一個東西可以拿 可以嗎 我記得之前我還拿過了對不對 我之前拿過了 哦嘿 有多一個東西 哦這拿過了 ok好 那我自己拿過了 哦在這裡啊 這還有一個多一個 還是我之前沒看到 等他的 逆破前十這個 堅持之陣 商列並行 可減少15% 特技所需的續徑行動值並增加 用這個 這樣是比較快的啊 發刀是比較快 好所以我們在之前項羽的回憶跟小兵有 有提到這個暗示好白虎白虎先推哦大家最喜歡的白虎 左邊不放 對沒錯 好 然後勒 都去 都去應該這個 好 玄武 玄武 笑我跳 敵人再也升太快了吧 用 然後勒 玄武 青龍 青龍 好像我應該是綠色然後打開 好大聲哦 成功了好再存一個檔 這麼多人 你們應該就是老李找來的幫手 安藻律藥到老李會背叛我們 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我們可不會乖乖束手就擒 這就來分個勝負吧 從你的話聽啊 你就是這批道賊的頭領 何銀鴨 這回不能叫我們武漢大綁 送去光輔生之以法 只能直接讓你們去見眼望 別怪我們所想不留情 我這死活的錯小子 可別看 特別太看不起人了 頭上 一起亂到把這些叫砍成肉醬 嘿 沒有音效哎 我還有音效 簡單啊 雜魚 都伊利 諸愛惟約 哦他血量稍微多一點 哈哈 可是你再把武器更沒裝 好你之後那個敵人是不是 我發現後面的敵人的那個速度開始變快了 哎哎還蠻痛的哎 暴擊一百六十二滴還是蠻痛的哦 新招新招 一見最悅 好 aa 好哦 我的槍法還沒聲錯 七粒子 倒入我 看來潛伏在此的盜賊 都已經被禁術 禁術租除 雖然遺憾他們的招式如此下場 不過也是他們製作之受 我還是快去把這個好消息 告訴了你妙珠吧 登登 啊我差點露了對方頭領 懷中了一張脖子 上面確實有江陵輔 那念念字怎麼念 缺茶卷飲的字樣 看來的確是很大一筆數目 這肯定是金長寺被搶的那張茶飲 就拿去還給他吧 好像一個寶箱 這裡 2萬塊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均衣 均衣室 就是一開始遇到消鄉的那個地方 然後屏風後面的門打開的吧 類對就是這裡 哦寶箱 高級木箱 玉夾金印 啊這什麼 受損的骨劍 辟邪紙巾 受損的骨劍 任意棄資 嗯 這邊有一個什麼金印哦 應該不用修建吧 我現在要回到無字解庫 啊什麼東西沒給我 要告去雅府告訴那個 那個什麼官員嗎 哦那個劍是要修的哦 這真的可以修我剛剛看到 然後 今天 等一下 先解燈物 陳少俠 這陣子 有勞你奔走調查神秘盜匪 從你臉上的表情 最乎事情已經有著弱了 什麼事都要主角幫忙 能詭計找修完了 昨天沒有看到嗎 昨天拿完了 我我還有電話了哎 800經驗值 能詭劍沒有修 他送我什麼 一千二的經驗值 亂敵兵法書 兵幻神石 黑黑玉蛇劍 鬼魄必經 好像是那個 藏心村的大娘送給我們那把劍 然後你只要 就是封住啊 封好之後就是會變很強 那一把忘記了 鐵劍吧這把吧 是嗎是這把嗎 好像是這把 但是書簡也會想著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用哈哈 好不管 我們剛拿那御甲金要給無印哦 嗯 嗯 鐵劍沒有什麼來歷啊沒有啊 結果他把 他把項羽的東西 隨隨便便就給無音 ok 這是他要準備一個好東西要給我 我們把那個受寸的骨劍給 歐椰子哦 魂魂的氣息 誰都低一下 也不會是 我拿出來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果然是他 沒想到居然會給你找到 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啊 瞧著 這邊骨劍叫做公布 老夫親所打造的兵器中 最得意的一件作品 然後他命運多船 從楚國鎖中輾轉流大秦國 最後為一個魯莽的家國所得 他因為此劍鋒利就胡亂使用 好好一把劍糟蹋成這個樣子 哎 這是報天天物 這公布劍你多年未限於是 沒想到今天能再見到他 能夠看到得意之作 被毀成這個樣子 琢死讓老夫十分不捨 既然他重回老夫的手中 就不能把他這樣放著不管 原來如此 沒想到此劍與前輩有如此淵遠 不過聽前輩這番話的意思 可是打算修復這本劍嗎 以前輩的鑄鑄 鑄鑄 鑄鑄鑄織之經 想相信這必是易如反掌 小拍馬屁 這本劍修起來可是困難得緊 原來那傢伙是與誰交手時發了性子 史上的全力狂貧猛侃 一致劍身不但滿步裂痕 還傷及術 術與其中的劍魄 現在這瓶劍雖然傷及重 可說是死了大半 雖然讓他起死回生 並不困並非不可能 那得大費周章 可不是拿著鐵錐敲敲敲打打就能辦到的 你當初修霸劍不是敲敲打打就修好了 也就是也就是說雖然會麻煩些 但還是難不倒你 晚輩十分願意 為此出於奔利 又有什麼幫忙 能幫忙之處 還請前輩不要客氣 儘管吩咐 你的小子果然是專打如意算白啊 想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又能占這個便宜也無妨 不過 你得先把老虎早期修建所需要的材料 過了恢復此心的力量 老虎需要兩種東西 正如太古真言的以火注石 身長久力的零碩玄石 以這本性兩極智慧教練的衝擊 來重鑄殘破的魂魄 然後 還要一些玄鐵 與火通修補劍傷 小子 幫老虎收集五塊 以火注石 與五塊的零碩玄石 還有玄鐵與火通各三塊 我就幫你修補劍 但這財事可不好辦 我妹雖然知道玄鐵和火通 以火注石 與零碩玄石 這兩個東西可是文所未聞 還請前輩透露一下 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兩個東西 老虎只知道以火注石來自太古的天火 零碩玄石來自九地玄嶺之氣所生 一個再體驗一個的地 或許在雲中高陵的與地底深處 會有一些什麼帶著他們 雲中高陵與地底深處 看來這下子有得找了 不過晚輩會盡力而為 上天下地 也要找些這些材料 還請前輩耐心等候 不用擔心 好不會在這裡等著的 快去吧 我們要學第二招 哎 這個 哎 這個 利劍 允日 好像都是單單體技 哦這個還沒有 好的 先這樣 主人 這陣子壁紙在逗你 四處整理的時候 發現這個被小線收藏起來的御印 可能是十分重要之物 可是壁紙怎麼記不起 還是用來做什麼的 那個這個御印說不定主人所中帶有用處 所以壁紙前後前師後想 決定先將他交給主人 原來如此 那麼這個御印我就先收著 不過俗話說 有依舊 或許在這個洞服裡面還常的有其他 你不記得的東西也說不定 嗯 主人這番話說的有道理 壁紙回頭再去四處找找看 子窮御印 好 然後在在這裡面啊 有一個被封印的房間 他是貓 哎不是你沒有看到這一集嗎 他是貓 就打出聲的時候啊 哎等一下哦哦 ok ok 這個可以解這個一開始那個封印的門 然後我們會得到第二塊預減 好 ok 拿到了 什麼 有五零同道想拜訪本關 這女生是誰啊 不會是師徒 因吧 這姑娘好面熟 你是雙搖小妹子嗎 果然是小雙搖 咱們好些年不見了 啊對講說的是木龍木龍啊 我是不是師徒師徒是神雀宮的 這一個應該就是木龍 真吧 是嗎 那要是木龍真吧 改成木龍鷹吧 應該是 張姐姐倒是負責了許多 哎他剛是配音真姐姐對不對 對沒錯是木龍真 他剛配音配真姐姐 聽說你去年跟 韓氏兄才能親還生個女兒 想必一家和樂龍龍吧 啊這個女兒之仙雞啦 哎 和你想的可差的多了 別在意 小雙搖的朋友就是神武門的客人 爹向來不太基於什麼身份禮節 父親大人 各位掌門前輩 抱歉打擾你們談天的雅興 晚輩帶著空同派白雙搖 與四位朋友前來拜見 是小雙搖啊 聽蜘蛛兄說 你與一位少年嬰俠在外遊歷 老夫以為你這回不來了 正覺得遺憾呢 空同派弟子白雙搖 與四位同行遊歷的朋友 拜見木龍前輩及各位掌門師長 遭擾之處還請恕罪 後雲殿乃是談武論議之所 在此無須拘於長幼輩分 我白雷掌門也是沒看過的 然後 守徒公孫集哎說要門 不是公孫集當掌門哎 是一個陽絕戰 這也是新的 晚輩是子俊 見過眾位前輩師兄 還請多多指教 木龍前輩果然神空廣大 不讓各位晚輩的事一清二楚 還當房頂代為介紹晚輩的幾位朋友 真是故意不去 好說 老夫因為過去的姻緣 與官府進軍都有往來 那麼咱們回到正題 請問讓你去 李方光顧之處 似乎大多與官府有關 由此看來 他們所尋覓的 若非王家珍藏 便是機密文件 這批妖人橫行無阻 此处死无忌惮 使我等于无误 倘若置之不离 危害必大 咱们五大派子到河里除了他们 慕容掌门一向足智多谋 想必胸中已经有了妙计 朝廷密探对这批奸细早有窒息 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动向 听慕容灌主的语气 莫非哪个陷阱就在这里 养掌门猜得没错 所以慕容灌主利用那个内应 提供假消息给辽人 隐诱萧因一行闯进那深渊弥阵后 任他们在其中自生自灭 正是 老夫以为萧因这女子子势甚高 孤傲好强 五大派人马群集于此 凡会记得他故意挑这时候来闯 所以 北京即位在社下多忍耐几天粗茶淡饭了 慕容灌主客气了 如果这里招待的可以称为粗茶淡饭 只怕开封城皇宫里的御厨都要卷破盖走路了 话说回来 对 慕容灌主提到有两件事 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这第二件事 就是最近黑衣剑狂身无名 冲出江湖 这次的抗战 在职尼厨上 他人就要你 会不想法 他人也不想法 这次 他人也不想法 会不想法 他人也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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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神兵立刃也得禁留三分 因此他苦意没有合手的兵刃 始终无法将剑意发挥到极致 而从牧掌们这番话听来 重现江湖的神无名作风一转 他似乎终于找到了 能承受自己刚猛内力的趁手兵器 在下很好奇 那柄漆黑的剑到底是什么 不用猜了 那还可能是什么 当然就是霸剑 左真人平时云游四海 行踪飘忽 鲜少过问武林种事 没想到今日突然大驾光临神武冠 当真是必派的无上光荣 武冠冠主不须客套 老夫向来不想管你们的事 承蒙左真人特地前来传达要事 我等五大派皆敢盛情 却不知左真人有何要事相告 老夫踏进前门的时候 听到你们在谈论深无名的兵刃 正巧那就是老夫来此的目的 请进入战 订阅深无名的兵刑 身无名的兵刑 您如此肯定深无名所用的漆黑长剑 就是传说中的霸剑 不知您是亲眼目睹 还是曾经与深无名交过手 两个你都猜对了 保护过去越剑无数 却也认不出那柄 是样奇特的漆黑长剑 但有如此神威的名人 绝对是霸剑不会错 这么说来 他最近到处找人比剑 就是在测试这套剑法 神无名一生追求剑的极致 为了证明自己的剑法天下最强 他一定会找天下武功最强的几个人 来一决高下 在下以为左真人过滤了 霸剑在谭渊之战时便已失落 没道理会突然出现在 这样一个寻常无名少年的手中 想必神无名 只是得到了一把大巧不公 形貌特异的好剑 即使他在十八年后剑法大尽 和在场的五大掌门之力 他也未必就能在这里横行无足 白礼掌门 你言下之意 是老夫刚才说的是一派胡言吗 白礼掌门 说不定你会知道 他是去哪里偷什么东西 左真人 在下不明白 您为何突然提起这萧萧的事 咱们明人不说暗语 您想说什么 就请直说无妨 白礼掌门乃是明眼人 这话就说到这里就好 神小子 老夫临走之前 有几句话要特别对你说 或许在此的都是当今的正派起诉 但对于霸界现世一世 他们心中各有盘算 多半会因此而对你怀有异心 老夫劝你不要在这是非之地久留 以免惹祸上身 之后该当如何 老夫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 杰哥 原来 你对我这么好啊杰哥 你竟然看我的脑中的事物 你竟然这么关心我 还有刚刚左旋提提醒白礼盛 这小小的事情难道是说 暗指这个白礼掌门去请人家偷东西 啊 多谢左前辈的提醒 晚辈会好好考虑的 左真人平素特立独行自行骑士 向来不与我等为伍 虽然他特地前来搞知 身无名剑力打击 多半是有其他用意 在下一位 当务之急是查明身无名取得的到底 是不是霸剑 想必各位都明白 左真人特地前来说刚才那些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告诉我们 这位身性少年将霸剑交给了身无名 如今看来 这一切来龙去脑 都得着落在他身上 在下一位 应当先将这位身性少年留下 由我等详家询问 在查明这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之后 再来妥善商量对策 我某以为此举有事妥当 你他过去的作风不太可能牵扯上 这位年轻轻轻的身少侠 或者身少侠并非醉了 我们岂可随便留下来问话 慕元君 你能真好啊 慕元君就是那个慕斯伯吧 对不对 这个掌门是没换的 是同一个 我记得他以前很偏激啊 哈哈 哦不是以前 之后的还生结他很偏激 哇 讲这句话真是好掌门啊 启禀师父与各位前辈 这小子与身无名是义父子关系 周师兄 那时深大哥是为了救你们一命 才向义父讲情 我没有他设法说服双方罢手 你们岂能活着离开赤石谷 百双羊 你 而你竟然违背 以为是一再交代不得兴趣万多的引力 就这样茂 茂斯茂撞的带着门下去寻找生物名的下落 你以为遇到生物名之后 人在他手下走着要几招 弟 弟子知错了 从而 在扯弟商业结束之后马上给我回房禁闭反省 为了我派人能前去传唤 就不许给我离开房门一步 沈少侠 多谢你大量救了这列祖和诸董门的性命 老婆记住必派欠你这份恩情 最后再好好向你自信 晚辈只是想尽力化解一场腥风争斗 希望能避免无畏的死伤 让义父少遭恶业罢了 这么说来 沈少侠果真是深无名的义子了 深无名乃是武林中的头号公帝 多年来欠下无数血债 无论是谁 帮助深无名 就等于与我们武林正派为敌 杨长们 沈少侠因为姻缘巧合 而与弊派有些交情 老夫素知他古道热肠 人侠好善 与深无名绝非同一类人 我忙愿意自己 统统派的名声 为沈少侠的人品担保 可惜之后变足好的 或许深少侠 是意外与深无名 结下一父子之缘 不过 即使他并未为恶 此事也与他脱不了关系 只怕 还是得由他 来将这一切交代个清楚 埃里掌门所言极实 既然如此 木某自愿负起 向深少侠寻问详情之责 你会觉得这个牧师不乖乖 我记得 在周崇 初号在欢声集的时候 他不是 还是幽承啊幽承的时候 周崇不是 是周崇吗 周崇对 夏侯以色一个针吗 脆骨神针对不对 对不对 脆骨神钉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吧 就是他 然后周崇 我记得周崇有说 指缘派有很多什么 暗器什么鬼的 可以让你 讲出很多 就是可以拷问啊 他这样子讲 我觉得他怪怪的哦 周崇深少侠 幸运过木某 就有木某拎折时间地点之后 再邀请深少侠前来一谈 不知深少侠以为如何 多谢母兄谋遂自荐 不过也请让楚某凑个热闹 楚前辈客气了 得有两位掌门正式邀请 给了晚辈这么大的面子 晚辈岂能不知好歹 既然深少侠也同意了 此事就先如此决定 既然木某灌主有此提议 在下自无异议 反正咱们还会在这里 待上一阵子 就一木某灌主之见 今天先到此为止吧 深少侠 姚妹子 以及其他几位朋友 我们这就走吧 那就有请木某师姐带路了 他那么两个下 不许赶何情 我曾经过赴着 你真是提前的 我没有助于 我去迟大 得尽了 时间又来 奥老板 那边我都打电好了 你们想住多久都成 木某师姐不许在意 此事 看到ティ 您知之后 您也议 姚妹子 你知道我爹楚氏向来思虑深远 老谋深算 他这么做 或许只是避免多生事端 可未必全是为了你们 唉 你什么不好提 一提起他 我就兴致全没了 沈大哥 多怪我不好 早知道会扯出这堆事端 我就不应该 蠢到体育去神武观 瞧什么天下英雄 杨妹无需自责 幸好有你带我去了神武观 我才会知道 交给依父的那柄剑 现在让它变成那个样子 沈兄弟当时想帮令尊 原本是人之常情 之后会有这种结果 实是始料未及 远也不能全怪你 和官人无需过滤 五派掌门虽然各怀心思 但楚掌门与牧掌门 站在我们这边 慕容观主处事公正 吉他 尸与清晨 讨厌 赖恬 许侯 那 commoditi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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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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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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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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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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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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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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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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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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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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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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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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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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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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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不行不行不要電話了 嗨 韋童靈 有欸他有圖像欸 呵呵呵呵呵 比較年輕版的韋大 韋大人 韋童靈大人 他請問上官員在旁邊嗎 啊 韋勝在這邊是大將軍啊 在手遊裡面卻是一個佐卡 可憐吶 可憐 韋教偉帥啊 但是又無謂將軍 光化軍一層 宣實 懸遇前都統治 這一大串頭銜真囉嗦 還是叫韋偉 身為偉將軍就好 果然有做圖像 王剛打架哦 接接接接受啊 打 陳少佳也是好爽之冷 回莫十分欣賞 咱們別浪費時間了 就上臺比武吧 好 好 那麼咱們就第一場比試 這必士兵是維莫親自訓練的部下 誰非人以一擋百的精銳 卻也不是尋常士兵可比 就讓他們來試試你的身手 那麼偉將軍看得起 這張權力以赴 那我們就現仇吧 OK 滅魂大法 OK 好 OK 沒有錢 官兵沒有錢是不是 好好沈少俠 在一場民營的漂亮 我也沒有期待 向對手已經很久 那麼就開始第二場吧 韓哲平晴慧 可是進軍中了金輪 你得多加小心 現在我們不會讓偉將軍失望 先醜了 好第二場 哇太多人了吧 給我錢 還沒有還沒有那個鐵匠本裂 哎對啊 很奇怪 為什麼尾聲沒有改 難怪的 他們不怕雷 好第三場 第三場是他了吧 哦不是第三場是更強的精銳是不是 哦加他 哈哈哈 好 這太好了 維莽果然沒有看錯 兩年生這兩場絕非僥幸 說明你們其實深場不樂的高手 維莽今天有機會 雲門一覺逃下 可說是榮幸之志 不過 維莽是個粗人 習慣上上場的規矩 達到寒長處 往往陷入魂南萬物之境 出手可能會忘了分寸 所以彼之中 有得罪之處 還請我們多多包涵 維將軍是習慣戰爭之人 吃乃理所當然之事 而且我們多然與你較量 於此自然有所覺悟 多謝諸位領情 我們咱們就開始吧 請 如果我沒有解這個之前的話 你就看不到偉統領了 因為他在神魔之恩傳的時候 上官也有特別跟 偉統領說 這個這個妖魔不需要偉統領親自 親自上戰場 我就來看看你有哪個強 啊 不要一下被我秒了哦 情神 哦 血蠻多的哦 滑光化劑 你看一下他的招式 據說他會天降奔裂 所以我想看看 我們先補鞋 欸 別人知道 然後 他快打死他 所以我們先等他一下 哦這個陣法好帥哦 欸他不放啊 放一下嘛 還是要打他一下 不管我出走了 先做他 再一抓他就死了哦 有了有了 血氣了 嗯 突然覺得 有點普通耶 怎麼辦 有點失望 有點小失望 真的 3D嘛 沒辦法 來 有點失望 這招都帥都了 天降奔裂是什么東西 嗨小貓 這招那招都帥都了 天降奔裂給我這種鳥東西 太好了 對啊 剛才那招還帥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痛快 這一招打 真的痛快 圍牟 圍牟 圍牟拜個心佛口佛 果然學無止境 無異的境界 還很寬廣 神少俠 神少俠 多一些 多一些你們讓圍牟 引誤到自己的不提之所 記得慕容老將軍說過 無本存於心 和物拘於心 圍牟一面 依賴兵任鎧甲之力 執著於攻守近墜的戰爭之法 所以才敗在你們手下 圍牟果然還是太淺薄 多謝偉將軍的承讓 你的想法則是無人大勝風犯 我們不過是靠一些 青門怪招 略章上風 可以做事甚至不 你就當他們只是 較量一下身手 身不如河就被在意了 重力披風 這怎麼行 這場比武高下一定 確實是你們贏了 圍牟十分佩服你們的本事 之前答應的報仇 只當雙手奉上 這要慕容寬啊 話說有兩件 維毛珍藏多年的寶槍寶甲 畢竟捨不得用 這次比試 讓維毛毛色盾開 引誤到武學真理所在 難道是虎袍槍 決定今後不再依賴兵甲之力 這寶槍與寶甲 就交給你們吧 維毛相信他 必定能派上用場 希望你們不會嫌棄 對啊好像在神魔之聲狀 聽到一樣的話 維將軍 在下是個無毒親中的江湖浪人 自知不應僭越身份隨便開口 不過在下心中有件疑惑之事 無論如何想弄個清楚 還請維將軍不令吃腳 這位裝飾客氣了 維毛剛才擰教你的槍法 也身手飛彈不到維毛之下 而且維毛似乎在那裡見過 不 那也是維毛弄出人的 勢力之處還行見諒 既然張文師同是五人 有機緣在此以槍會有 那就無需在意什麼身份差別 閣下想問什麼 就儘管問 只要並非四射機敏 維毛必定知無不打 為將軍 在下雖然武藝低位 卻忠心於槍法 在剛才的彼此中 在下看到將軍使出一招精彩絕倫的槍技 這件 速貨來回如神將奔團 槍那麼肥虎 那麼雷光電閃 哇 和上次終會捧啊 明明就沒有 在下不曾見過如此威猛暢快的槍技 陰罪神明之下 無知境想理會這招槍法的薪水 因此斗擋向偉將軍請教 不知道槍法叫什麼名字 又是出自於何處 說來慚愧 那卻竟然說不上是一招槍法 當時維毛正蓄勢待發 突然由不知來有的鬥志衝刺全身 頓時覺得腦門疑熱 沒多想什麼就往前奔了出去 然後隨著意知所知 毫無張法的一陣狂疲 一陣狂疲亂打 當威猛回給我重來 早已不記得剛才死出什麼造勢 若此刻要威猛再一樣重來一次 那是怎麼也做不到了 原來如此 威將軍一直興起創作的神妙槍法 卻經由盤光的在下 雙眼記了下來 這還真是奇妙的緣分 威將軍 那槍法再下來記了七八成 弄一不介意的話 在下打算以自己所學 想要重新演練之後 去武純精 真正成為一招人流傳於是的槍法 不知你以為如何 原來是和尚之 法床下去的 特別要交代天降奔裂的由來 太費工了吧 嗯 那就太好了 割下對槍法 的領悟 遠受威猛 如果你真能由此創造一招槍法 威猛也能厚著臉皮 張一點光 聽之前的形容 頗為貼切 那就教他天降分裂如何 多謝偉將軍赤明 這名字真是太合適不夠 希望在下 能早日將他完成 重新偉將軍進入的豪爽意志 相信他絕對不會辜負 天降分裂這個名字 不一定哦 說不定和尚之屬出來 也是一樣 一樣鳥哦 你有這份樂切之情 相信你一定能辦得到 不過可別再提什麼英姿 什麼之類的 威猛的老臉都要紅了起來了 那麼整件事會交給你了 咱們比試也到時結束 待會就請各位隨威猛到後面庫房一趟 不會取出寶箱寶甲 連同說好的報酬交給你們 今後肉們還有緣分 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多謝偉將軍 好我們學會天降分裂了 破軍陣型書龍王級 神池裂凱不是補包槍哎 ok就這樣 我們看一下 那個槍應該比較強吧 哎哎還不錯還行呢 還行還行還可以還可以 然後招式的話 我待會試試看 何方妖人 竟敢在開封城郊襲擊朝廷命關 你們眼裡還有大宋王法嗎 誰叫你偷偷尾隨我們 而且我朝聖宗很快就會踏平宋谷 天下只有大寮的王法 大宋王法 有何族盜災 原來是寮國奸襲 你們潛伏在這裡 到底有何目的 這你就不用多問了 死吧 且慢 又是你們這些傢伙來礙事 既然如此 就先解決了你們再說 哦等級越來越高囉 我們要放天降奔裂看看的 哇 日本櫻桃的品種 這種話你也說得出來 多謝各位一時相救 此恩 王某莫齒難忘 原來是王冠仁 您身上的傷不礙事吧 又是怎麼惹上這些兇徒的 一點小傷而已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本官先前奉命出城辦事 在回城時 抄近路經過這片樹林 碰巧聽到那些人低聲談論 潛入開封城伺機而動雲雲 忍不住想靠近聽清楚些 就不慎給他們發現了 這批撩人十分厲害 我單槍匹馬必然不是他們的對手 幸好有你們搭救 我才能逃過一切 原來如此 此地離開封城還有樹林 只怕前面還有埋伏 正巧 我們也要前往開封城去 若王冠仁不嫌棄 就與我們同行如何 這可真是求之不得 王某就先謝過幾位了 王冠仁不許客氣 咱們這就走吧 城蒙幾位一路相伴 咱們平安抵達開封城了 在樹林中所聽聞之事十分緊要 我須得馬上回去向上禀報 之後 再擇日好好回報各位的救命之恩 還請包涵 王冠仁尽忠職守之心 真是令在下佩服 土中相助之事不足挂齒 您不用在意 多謝山少下 王某供職於皇城司 將來若有事需要幫忙 就到皇城司找查舉王定便是 那麼我失陪了 王冠仁請慢走 這裏就是大宋的首都 冬仁 姚妹馬上就露出一副鄉下人進城的樣子 好在何大哥應該對這裏很熟 之後 咱們就靠他帶路便是 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重回舊地 說不定 已經改變了不少 希望高將軍的府邸 依然還在原處 小前輩 您怎麼了 踏進這城門口開始 就覺得哪裡偷著古怪 妾也有類似感覺 不 或許正如你說的 是老夫多心了 然後魔眼使者 最後也怕了 東南方某處 ok 東南方 東南方 好收到 很久以前 我記得是 王多啦 最後一站 魔腔的征服著 美好的時刻 終於來臨了 這回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詛咒的力量 正在做困獸之道 若你成功再次打打我 就能徹底解准魔眼的詛咒 而若你失敗了 先行的一切努力 就會前功盡起 我佩服你的勇氣 也很榮幸能有你這樣的一個對手 可不論最後結果如何 我都會接受我的宿命 最後 我不要流行著魔腔不留 納克真正的力量 這原來 難以駕馭的魔獸 在巴魯俄的驅使下 我變得更狂暴 你看吧 產生魔眼使者 與他手中的魔腔 將一切劃下句點 我們會全禮服的 哦 他很強哦 那就讓主神來決定最後的結局吧 哦 這音樂好弱哦 哦他等級跟我們差不多哦 哦 真的是蠻痛的哦 先揍他 先這樣分裂去吧 哇 哎跑光滑去怎麼有粉紅色的 怎麼會改的 哎呦哎呦 我腰匙哇 丟人哦 哦 這個支線的boss 比主線的boss還要強多了 哇哇哇 我覺得主角要死了 啊 啊 韓運不到鞋就掛了 哎呦啦 我上次的天降奔裂了 動畫有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 然後 db 子彈沒有放到 主角身上 有比較帥一點 一點 滿神閃 謝謝 哎可以 好像可以 印象中是可以的 哎等一下 我的光復活等一下啊 我記得我有一個 ok ok 放個暗器好了 試試看很久沒有放暗器了 不是 我根本沒放過暗器 你說暗器很強 3-4-8 好弱喔 什麼? 這樣 這個有強到喔 真的是蠻強的 先滴弱 什麼? 披甲浦 馬屁了嗎? 哎他馬屁了 在那裡拿個椅子 哎 還蠻好重的 我一直很好奇 我那個封鑽怎麼解除啊 我那什麼道具解除他 不能製造 好煩喔 他在補血 他贏了嗎 停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錢 終於結束了 不痛苦長久的漂泊 希望可以就是告一段落 我 感謝你幫助我 戰勝了魔眼的詛咒 血神巴弱 再也不能折磨我的靈魂 讓我衝禍我治癢 魔腔的征服者 我即將遂得魔眼的詛咒 烟消雲散 而你已經證明能 馴服布劉納克 你魔腔就交給你吧 很遺憾 很遺憾 無法將他 帶回遙遠的故鄉 愛您之道 但相信你會妥善保管他 不讓他再次落入黑暗之手 讓我再次感謝你的解救之恩 願勇氣與身體如同燦爛的陽光 永遠與你同在 讓我再次感謝你的解救之恩 看來同友結束了 這件事件吃力不好好的猜事 沒想到花了許多力氣 最後 還丟下這筆魔腔 要我負責保管 不過 等到他從詛咒中解脫 也算已經好事一裝 聖大哥 我們可是幫何大叔用這筆 閃亮的魔腔 那揮悟起來一定威風又神氣 不過我希望上面不會再有詛咒 要是他變得和一國武士一樣 那可就口痛了 雅密呼吸多履 這筆一國的魔腔 或許本性威魔難尋 不過上面的邪氣已經盡速消失 而光能應該可以放心運死 至於他有何神 有何神意之處 怎麼回去後 再慢慢琢磨吧 男姐姐說的是 我們就要回去吧 拿到布羅納克了 這名詞好老口 看起來也是 算是最強的嗎 應該也不是吧 有看起來蠻強的啊 比龍王級強啊 比剛才那個尾頭領送給我們的還要強 好會降低迴避率跟格擋率哦 哦 攻擊力強就好了 出來 這首門的無名小豬竟然如此推脫無理 進軍店乾隆衛主 五香腹是何嘗試對你說話 習慣性重大 乃是來自鄉陽府的軍機要務 馬上給我送去高將軍 要是因為你延誤了軍情 立即就為你失望 你 你是腹子會是大了 請你讓小的有臨無處 小的這就是把戲送進去 還請到人上號 高將軍此刻在後院休息 踏起幾位到那裡相見 不過咱們走後面過去 比較方便 你誰小的爛 好 帶路吧 果然這個時候就要嗆出名號 幾位身懷要務遠道而來 高某有失願贏 還請包涵 晚輩申子君 拜見高將軍 申少俠不許客氣 他應該不是高老丈吧 他應該不是高老丈吧 但是老夫早就不計較了 多謝將軍費心 幫屬下如此安排 屬下感激不盡 老夫真是糊塗了 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舊事 咱們一起喝酒的時候再慢慢聊 可不能耽誤了辦正事的時候 沈少俠 老夫就先說明 這回請你們來此幫忙的緣由吧 晚輩與蕭音交手過幾次 對她略有所知 她的心思神秘難測 似乎有種未知的力量在引導她 老夫由於身份引人注目 不方便經常在外面行走 消息大多來自於開封府裡 平時受老夫照顧的幾個官吏 不方便 原來如此 開封府的判官梁述 晚輩記下了 沈少俠不須客討 以後的事就全靠你們了 不方便 東都城開封城的存續 就看我們是否阻止遼人的陰謀 老夫雖然已經年脈 卻也不會允許他們為所欲為 所以講難聽一點她就叫我去逛街就對了 不方便 劉府 你別無理取鬧 本官已經去沈家查過 你說的那個婢女翠香 幾天前出門後就沒有回到過沈宅 本府無憑無據 這案子實在辦不下去 你還是放棄吧 判官大人 開封府辦案嚴正清明 向來為百姓信賴 然而你一軍無憑無據 就認定這案子辦不下去 這我可不服 就算你們畏懼沈家的權勢 難道翠香的命就不是命嗎 劉府 既然你也知道沈家權大勢大 開封府手上沒有證據 又怎能讓沈家應允我等入宅搜索 你如此無理取鬧 恕本官幫不了你 此案 就此結 判官大人 請你等等 這位小哥 在下申子郡 剛剛耳聞了你們的對話 若小哥能見告此中詳情 或許 在下能助以避之力 多謝申少侠 我叫劉福 在鐵線樓酒店當小二 承蒙您願意幫這個忙 劉福感激不見 若您方便的話 可能先隨我到碧店喝杯水酒 再聽我細數其中緣由 既然小哥如此提議 就聽你的安排吧 好的 沈少侠請隨我來 這 我和翠香從小就玩在一起 一直倾同兄妹 記得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是半個月前的事了 那次見面之後 翠香一連十多天沒來找我 我覺得奇怪 到她家裡打聽 之後不管我怎麼追問 沈家的人都一概推出不知 聽劉小哥這麼說來 翠香口中那些奇妝易服的客人 說不定就是消音一行人 記得沈仲 是在二十年前 在開封城以經商伐計 如果是蕭姑娘她們 那此事的確可能與她們有關 公子誤鬧 沈家多年來 作為京城的權貴豪門 私底下的秘密必定不少 聽燕姑娘這麼一提 我倒是想起了一個人 是啊 那位王官人說過 有事可以去找她幫忙 楊美宇何大哥提醒的事 咱們這就去皇城寺一趟 多謝深少俠和幾位朋友 麻煩你們了 很危險 那就別忘了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總之 今天 我剛才說 我們可以坐在三大 多謝 幾個小孩 三話 好 这不是申少侠吗 怎么你也到开封城来了 我可不像公叔兄那么懂酒 来此是因为想请教一件事情 这当然没问题 你想问什么就尽管说吧 听说公叔兄 受开封城首富沈家所托 在宅子底下安装机关 这机关有何用途 不知公叔兄能否透露一二 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太好了 那就麻烦公叔兄说明了 沈家说要准备一条 用来讨命的密道 竟有此事 沈少侠的想法和俺一模一样 公叔兄 我们再寻找一个 在沈家帮佣的姑娘 她已经失踪十多日了 让俺想想啊 机关完成是快一个月前的事 那姑娘是在那之后才失踪 时间上来说倒是搭得起来 正是 不知公叔兄能否帮我们这个忙 该说是俺早有预感嘛 当初就觉得日后可能会用的 所以在安装机关时留了一手 那就太好了 救人事不宜迟 这就请公叔兄带路 公叔兄真厉害 能在这种地方安置如此精巧的机关 沈家出的价钱着实不敌 所以俺也尽力一展所长 多谢公叔兄帮忙 之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沈少侠提醒的事 虽然俺不怕沈家敢怎样 就算他们找上门来 俺也给他们来个死不认账便是 你怎么躺进来啊 看我怎么打开那个机关啊 小英迪笑的辽国人众 那沈家活着更好不够钱 所以像姑娘是说也失重 多半以辽国人众偷不了关系 看来还活着哦 沈大哥 听这些敌人刚才之言 翠香姑娘似乎还活着 如果我们动作快点 应该来得及救她出来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继续往前进吧 几位请留步 你们看来似乎不是 感谢上天垂帘 小女子就是翠香 是的 在我最后一次去见过 刘大哥之后 老爷派我去伺候那些辽国来的客人 他们起初还挺安分 后来其中一个脸上刺青的飙行大汉 竟然企图非礼我 我拼死抵抗 虽然没被他得逞 却也被他殴打成绳 老爷知道此事后 担心我会心怀不满 将辽人的事说出去 于是 将我关进这里以防消息走喽 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了 哼 又是旁唱那个色欲熏心的畜生 老子 老子还以为是哪个婆妇在地窖里大声嚷嚷 没想到又是你这毛都没长气的臭婆娘 再说老子的不是 黄超 做了多端 前日 却得为我们手下不留情 毕竟他们是不需要吃饭的 很强吗 别人知道 几雷如丽 华光断却 喔!簡單多了 你看 主線的Boss都比那個魔眼石的路多了 我看那一招蠻痛的 他蠻胖光的 一招蠻痛的 一招蠻痛的 喂喂喂 你現在要弄起來 我看這招蠻痛的 一招蠻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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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在這裡 他做了一招蠻痛的 還是有重的 一招蠻痛的 他做了一招蠻痛的 他就有去 他就有受傷 他就有受傷 森羅百貫 擊雷如臨 奮起猛神 弄不起來這蠻多的 1,500 1,600 這樣捧不大華就變那麼強 才不會輸給你們 庞昌 這下你可服氣了嗎 臭小子 沒想到你們在這段日子裡長金不少 是我庞昌太小看你們了 夠了庞昌 因為是你自己沒用打輸別人 還要扯上我和屋主大人 別在那裡丟人現眼了 好 庞昌 我說過我們有任在身 凡事須得謹慎 為得我之命 不得擅自與別人動手 更不可隨便浪費實力 你是存心是我的命令於無物嗎 屋主大人 他們都已經找到這裡來了 難道你要老子夾著屁股 逃上去找你們求救嗎 庞昌 你敢這樣對我說話 屬下知罪 還請 還請屋主大人開恩 你知罪就好 多謝蕭姑娘的好意 不過是我不能從命 既然如此 咱們就走著瞧吧 公子 公子 且感覺 蕭姑娘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對 那是為某種邪念所設的眼神 老夫以前見過 小前輩說得是 小前輩說得是 沈兄弟 敵方既已退走 咱們就不用在此地多留 多謝何大哥提醒 咱們這就走吧 屍少俠 多謝你們將翠香救回來 此恩我莫尺難忘 今後 只要有什麼我能幫得上忙的 就請儘管吩咐 就算是火裡來水裡去 我留福也不會眨一下眼睛 劉小哥不用客氣 我們和沈大哥一向樂於助人 這回能平安救回翠香姑娘 我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對了 關大夫怎麼說 翠香姑娘她沒事吧 關大夫說 翠香身上只受到一點皮肉傷 並無大礙 加上監禁多日 受到一些驚嚇 只要休養個幾天就沒事了 我也找過翠香爹娘以及盧掌棍 談了以後的事 在鬧出這些事情之後 沈家自然是不能再呆了 幸好盧掌棍為為人豪爽 答應讓翠香留在這裡的廚房裡幫忙 只要以後沈家不來找麻煩 這件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劉兄不用擔心 我們在那地窖裡發現了一個秘密 足以讓沈家投鼠忌器 不敢輕舉妄動 不過為了謹慎起見 我們還是得儘快回報此事 得先走一步了 那我就不耽搗聖公子了 若各位將來有閒暇 還請常來鐵線樓酒店坐坐 吃喝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一定一定 我們會期待翠香姑娘的手藝的 我們會期待 你們在乘坐 小幸運 可不得了 架子 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女的闺名叫做西悦 她自小身体就不好 特别是受不得外面的日晒风尘 所以平常几乎都关在房里 文大人 令爱神秘失踪 看来并不寻常 您身居朝中要职 难道没有 自然是有 然而开封府至今没有查出任何头绪 开封府行事一项大公务司 严正清明 即使与文大人有过节 也不会是这种重大案子于无误 我们正巧与开封府中的一名判官熟实 就由我们去向他询问调查进展 或许能帮上些什么 慎少侠这提议可是求之不得 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 这就交给我们吧 请文大人放心等候好消息 听到失踪的是位官家千金小姐 沈大哥的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 那是姚妹你多心了 知相我们不也救过翠香姑娘吗 姚妹 公子这番说法不无道理 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 却往往是缓缓相扣 大家说的是 那都是我错怪圣大哥了 咱们这就去开封府一趟吧 沈少侠 许久不见 这阵子在开封城里 可有什么收获 脱梁大人的福 我们的确查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多谢沈少侠的好意 不过文大人可真的是误会了 如此扑朔迷离的失踪奇案 的确是难以下手 这一个月的调查毫无结果 自是很难对文大人交代 梁大人 看来您似乎颇为关切这些失踪案件 小女子想顺便请教几件事 姑娘心思敏锐 这两件事的确都是疑点所在 据我所知 当初太祖先帝 定督开封时曾大兴土木 遍布城下的排水沟渠 就是当时建造的 正是 这沟渠近年来已成为城内 亡命匪徒的藏身处 甚至还有了无忧洞之城 听来这些失踪案件 肯定与无忧洞有关 若要查明真相 除非得进去那里 当可究竟不可 很遗憾 我们开封府与黄昌司向来不睦 梁某与此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助申少侠你们 一切顺利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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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盛大哥我没事 我只是 有点生自己的气 我只有娘留给我的这朵珠花 也没特别想要别的手势 却没想到 我为了那个紫禁手势而一时心了 姚妹不用在意 姑娘大多都喜欢漂亮的簪花项链 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个紫禁手势 那么不论要费上多少功夫 我也非得把它弄到手送给你 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多谢沈大哥 不过我真的不想让你为这个多费心思 咱们不提这个了 不过这么一来 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你陪我在这里看看柳叶轻浮 传之行人来来去去 好吗 回想这段时日的种种 总觉得如梦一般不可思议 而像现在这样 两个人一起享受 这偷得浮生异余的悠闲 才是在这开封城里 最让我觉得愉快的事呢 当然好啊 就这样陪着你一直看到黄昏日落也成 就怕你生性好动 马上就会觉得无聊了 不愧是沈大哥 马上就被你给看穿了 那聊聊天也成啊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单独说话 聊天嘛 那么来聊聊你头上的珠花好了 你说珠花是令堂留给你的 想必这之中有一段故事 其实也没什么故事 我娘生下我之后就过世了 这珠花是她唯一的遗物 我长大成人后 师父才将她交给我 不过说来有点奇怪 师父和牧师伯 似乎都知道我娘的事 然而每次我向他们问起 娘是怎样的一个人时 他们不是含糊其词 就是设法转移话题 最后什么也没说 所以 我现在脑海里对娘的模样 还是一点轮廓都没有 或许是他们有什么顾虑吧 这的确也不能勉强 神大哥 这件事你不提 我都差点忘记了 其实我一直想问她这件事 可是她总是那样沉默寡言 每次看到她的脸啊 画到临头 就不知如何开口 嗯 我的确曾经注意到 偶尔和大哥望着姚妹时 她平常冷静锐利的眼神中 会流露出少有的 温和与关怀之情 沈大哥 有时我觉得 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想知道 有时候又觉得 什么都不知道更好 只要能一直像现在这样 和沈大哥一边看着风景 一边开心地聊天就好了 这当然没问题 我不是一直都在姚妹身边吗 是啊 谢谢沈大哥 没想到大家都已经来了 我们应该到的不算太晚吧 沈兄弟不用在意 反正公输兄也还没到啊 沈上侠 让你们久等了 还有个好消息 俺们找到了 可能是地下沟渠的入口 不愧是公输兄 愿闻其想 在成东南河边的一株大柳树下 有个小石台 石台旁的低岸壁上 有到看来十分坚固的水稻铁炸的 不愧是公输兄 愿闻其想 在成东南河边的一株大柳树下 天公输兄如此描述 看来就是那里没错了 石少侠不用像俺说什么客老话 这是 这位少侠请留步 库才在下费一支 持着古龙殿的剑谷堂的主人 在此想你交个朋友 请问你尊心大名啊 呃 在下生殖居 不过是一届香烟出人而已 贵都董之类的 更是一无所知 只是度过贵店好奇一看 被老板突然如此多利 不知有何指教 啊 原来是曾少侠 你看来就是为直爽志 被某这单刀直骨的说了 话说在下有个奇特的小天赋 能闻到珠宝玉石的气味 特别是深藏石中的婆玉 散发出来的气味十分独特 我只要一闻即知 这天赋让我发现不少玉璧 也因此于玉气故万这行结缘 不过我不是何故 这几年越来越少遇到上等的美玉 而当在下靠近少侠时 有道收集味道剖鼻由来 为何十分肯定 那是久违了上等美玉的气味啊 在下还是初次听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天赋 而非老板这番话的意思是 在下身上带着非凡的美玉 礼物上收集的奇珍宝石之类的 或许是有一些 非野 非魔指的是藏在石中 不曾见过天日的普遇 必须由巧向小心切开琢磨 方人显露出藏在其中的光辉 而他在这之前 反而多半只是块不起眼的石头 曾孝侠多半是之前得了他的食品位留意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不妨欢找一下新郎中 攜帶的东西 若只发现类似之物 请务必取出那费魔瞧瞧 原来如此 在下想起了何四壁的故事 说到不起眼的石头嘛 对了 在遗憾无名古前不久 反而引运着我 在上币的岩缝里找到的东西 除了两块玉石之外 还有一块沉重的石头 你看这个在出章啊 一直到第九章 才会触发这个支線 你说过不过分 过不过分我就问 费老板你说的是不是这块大石头 啊 这人是这个 非萌萌的鼻子果然没出错 从这墙内的包裂来看 里面肯定是藏着西式美玉啊 今日能得到 人得能见到如此是吧 这是拖了生少侠的福啊 说来奇妙 这下是因为某个朋友的缘故 才会傻傻的 把这块看不出用处的石头 戴在身上 那被禁着非老板的鼻子 发现其中另有玄机 他大概只会继续被埋悟在行长的一角 所以真的说得上是 与这块普遇有缘的 应该是费老板你 没错 这是我们开局找了非常久的石头 即使如此 不知你对他有何打算 呃 费某不敢妄图生少侠朋友所留之物 不过 弄生少侠愿意割爱 费某愿意以200罐的价钱所买 或者50罐 加上一柄稀有的保健如何 呃 原来非老板除了玉器外 对冰灯也有涉略 价值百贡的保健 想必带我来头 究竟是怎样一个一把神兵 便请非老板说来听听 唉 这些说来话唱 而此刻也有一些尴尬的事 非莫想起之前 已将他介于一名金鱼剑法的友人事实 呃 不过咱们还是简单点 非莫只能用200罐 向你买下这个普遇 你觉得如何啊 我们选择 要见 见 不要见 非老板 你说的保健 激起了在下的兴趣 可不能就这样把话收回去 既然你有意将他出浪 就算等上了一阵子 在下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咱们就因你之前提议 在下先收50罐 等之后再找你取剑 不知你以为如何 非莫虽然因为某个原因 获得此剑 但相当于兵器剑法无缘 留着此事件无用的藏物 既然生少侠愿意有心 非莫很高兴 能将他让给你 不过 那兵剑有令人不解的奇妙之处 若生少侠不记忆的话 那些就留在日后将剑交给你的时候 再有废毛向你细细说明如何 这次还没问题 真多谢非老板了 那么这件事咱们就说定了 不遇就先请你收下 相信非老板便能向世人证明 他真正自己的价值 而我写生少侠成全 这50罐就请你收下 至于保健这次 就请你今后或是波容 来贵店走走 只要非莫取回了保健 必已会马上将他交给你 那就有了非老板 也希望那块普玉不负你所望 会不定你灭 或是一块不输给和尸弊的绝世美玉 让你的大名 请从此与他一起流传千古人 跟森少侠几眼 非莫可不敢如此痴心妄想 或是会安排最好的私教 情况将他切一来 来一窺究竟 结果或是如何 还真是令人期待 啊 这可不是那个森少侠 我就猜到你会再次光临 小人之前提的那件事 不是森少侠也如何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在下并非貪图报仇 不过既然老板有事 求森少侠帮忙 可以先说来挺挺 诺非利的难为之事 在下愿进绵脖子里 啊太好啦 神少侠果然是爽快之人 此事所来 绝对不会令神少侠为难 但也不是寻常的人所人为 所以小人才愿以紫金手势作为报仇相托 报仇回来 想必神少侠还听过无忧洞 再下来绿有耳闻 听说是开封城下的广大沟群 原是与运河相连的地下水道 竟然成了一批盗费的凿哭 还得到无忧洞这个称呼 两身造假以造无忧洞的盗费 那就好办 话说小人几个月前 刚刚还开封死 有一回在夜里喝酒 结果在暗路上遇上庶民盗费 神来的财物被抢夺一口 不能先盗费 神出鬼没 一回就是不见的踪影 反正惊天子的脚下 如此大胆万为 还能躲过光彩的追起 想必是躲在无忧洞里的那些盗费 原老板是遭了无忧洞的盗费 这是遗憾之志 莫非要在下帮忙的之志 就是找回被抢的财物吗 钱财倒是无关紧要 小人被抢的东西里 有个上面印着奇异图案 与许多气形丫痕的小领土原柱 那玩夜对其他的毫无价值 与小人却有重大的意义 这回想求生少侠协助之志 就是找回那个领土原柱 连开封府都找不到无忧洞的路口 那么小人只能寄予希望的 就只有像你这样 紧敏聪慧的热心人士 原来如此 那么这件事在下先记住 在下 有闯进无忧洞时 会特别犹豫像这样的黏土原柱 倘若有所发现 都会将他带来交还给老板 哎 好啦 那么这件事就百头神少侠了 小人会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刚刚对话三次哦 哎 哦好几次才有 难道又被抓去无忧洞之类的吗 好 太好了 那钥匙果然是用在这里没错 小妹子就是通往地下沟去 于那神秘地宫的门库了 如果温惜岳姑娘正在这个底下 只希望她平安骨刺 哇 第一次看到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沟群 这就是天下第一大城开封城下 那著名的排水道吗 嗯 听说本朝的开国先帝 为了永久垫堵于此 再改建厚州汴州城市大兴土 建造广大复杂的下水道 熟通汴河的水患 与满足城内众多居民的生活所需 和大哥说的是 这里的确不是风景宜人的好地方 公子欲望之处 却自是随事与旁 公子无须夺旅 公子无须夺旅 此地充满了不祥之气 身处更存在某种会恶之力 那就请小前辈多担待了 我们这就走吧 诶 似乎有谁躲在这后面 看来还是被发现 我佛自卑 弄地质在简难逃 但求度脱返去 无憾无拒 这位朋友似乎误会了 在下是生子俊 在这里救人的 并非此地的盗肥义活 请你不用惊慌 等等 你的窗口看来像是真佛 但是并会剃度 戴法修行的真的 你可是绝生大师的弟子悟真 品真 这是悟真 不知生兄是怎么知道的 这样是大象果世 所以有位大师之托 尋找绝生大师 与悟真师兄两位的下落 这种没有妥协 没想到就在这里找到了悟真师兄 等等 那么出来 我的师父也失踪了 平定是独自外出时遇上盗费 被他们辱到此地 那时师父应该还在市里 怎么他老人家也 悟真师兄先别激动 在下也不清楚 而且这里并非九楼之地 只想先护送你离开此地 咱们回大象果世之后 再慢慢谈如何 盛兄说的是 请要请约纳我一时兴起 都有师太 那我待会就劳烦你带路了 悟真师兄不必在意 请随带下来吧 奥密度佛 多谢师祖把悟真师弟给找回来 名字与大象孤世上下通感大德 不知悟真师兄 不知师弟去何处 没交代医生就不见得踪影 怎样我可是很为难的 抱歉 但德光师兄担心 我是在夜里出外丧心 在河里附近看一个可疑人影 一直好奇想过去看得清楚自己 然后就突然狠狠地哀了一下 等我神之回复清醒之时 一定自身于没经过的处所 锁脚被绑得起来 还好神姐绑得不老 我是拔出了之后 走个隐蔽的角落待着 后来遇上这位生少侠 往他带入生活 还到这里 表示放人是故意的吧 给我的信 难道抓他的人就是 吴登师兄 从你的表现看来 信里写的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嗯 我知道师父老人家在下路了 现在他在之前为了某样东西 纠缠不休的坏道士手 哦这个坏道士 要不是之前的一个吧 無法无天的坏道士 我倒是知道一个 哎真的是 这家伙是不是叫做高峰 有凉撇属虚 整个一副尖嘴猴杀的金饿面相 哎呀 要揍他了 揍帮他 不知道这个这次强不强 你 脱里你要是不肯乖乖去我饭 就只会吃更多的苦头 好吧 你就别白费力气 这些法并真厉害 也是恐怖佛 这个金刚佛魔咒的 既然物贞不在你手里 东西也不在老娜身上 那么抢留老娜在此也毫无疑 不然浪费时间而已 你还要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吗 臭和尚 我可不像你说的那么蠢 既然东西不在你身上 那就是在你那个愣头土地那 我已经重信过去 让他拿那东西来交换你的老命 所以在他来之前 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试 过去专业或各家法门 就拿来一个一个 丢在你的身上 我就不信 没一个耐得了 你这个脱驴 老婆 你在咒术上却有过人的天赋 如果成善心修道 也可成为得天会之的 可惜你满心欲望 执迷不悟 让自己身躲 恶道渊属 火爆必然不远 此外 不论你再怎么等 武生也不会来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东西藏在哪里 等一下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高凤应该不是高七吧 应该不是吧 如果是的话我会吐血哦 希望不是 无所谓 如果他不知道 那你必定知道 反正你也逃不过我的禁制 等我破了那该死的护身证 且看我高凤有没有方法 让你乖乖说出来 应该不是吧 高凤 很遗憾没那么多时间了 那么你还记得上次吃的苦头 就快把杰森大师交还给我们 如果一朗我冥完不理 很乐意再教训你一次 臭小子 不受够你们这些阴魂不散的凡人精 这会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碍事 既然你们急着 早上门送死 咱们就在此把过去的旧账 一定算清吧 正合我意 高凤 咱们来了解这一切吧 不然你把我给了 我给了不屁的 打开 我该把我给了敌人 尝得是个小子 没什么 不然我给了不屁的 你还是说 我给了不屁的 我给了不屁的 你拿着 你拿着 無力 簡單啊 太簡單了吧 胡亂攻擊 花光花劇 不相信 請就說給你們 不過我不會放棄的 就算臨時落入眼欲深湧化成立館 我也會找到方法報仇血恨 你們就等著瞧吧 小妹你就是覺醒大師吧 在下生子俊 從物貞師兄那裡聽過大師遭惡徒說路 趕忙前來搭救 幸好在下來得及趕到 物貞師是否安好 佛彌陀佛老納真是覺醒 多謝生師祖相助 老納十分幸運 會受高峰血法所害 請生師祖不用擔心 物貞師祖是如何遇上老婆那徒兒 他平安無死嗎 大師安那無恙就好 物貞師兄已經回到大象古市 最近他也急著知道大師安危 以及留在這荒嬌野外多多有 不如咱們先回大象國市再慢慢說 這但如此 神師祖 那咱們這就出發吧 大師 這邊請 佛彌陀佛原來是四世的事情 今我是這樣 我們師徒先後謀你們所救 看來都是出於緣分 老納無以為報 只能在此向各位致謝 大師認為這是緣分 那一切都天衣安排 在下只是做人因為致事 大師就不用客氣了 神師祖此言生的緣法妙敵 老納心乃擰獸 對 神師祖 老納有件事是想順便陰影談談 可方便借一步說話 自然方便 請大師吩咐 那麼請水平正來 神師祖 有一件事老納一直在考慮該不該說 不過上帝安排這段姻緣 或許就是為了讓老納要來此事 所以還是趁這個機會向你輸個清楚 神師祖 令她的娘家可是幸福 在下只有居於身上居骨 由義父的生物名抚養長大 這義父 這名字也是義父所受 並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 不知大師為何突然提起這個 原來如此 那麼讓老納猜猜一採 你脖子上掛了那塊金牌 後面是不是寫著 又無子俊四個字 正是 大師你怎麼會知道這個 莫非 神師祖 看他們許久以前都見過面了 既然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老納就提一下當年的往事吧 十多年前 老納在五台山林映寺當任主持之職 這裡有尊對演擊頗靈艷的鑰匙如來相 但可若意不絕 一日有位衣著舉止不俗的婦人 抱著強寶寸的嬰孩前來蒼辦 見他身有旅途勞頓之社 疑問才知道是從魯東來的 那婦人自稱良家姓婦 夫姓百里 等下 天神門掌門是不是在百里聖 難道有關聯嗎 難道生子俊跟百里聖是 難道 百里聖是 生子俊的爸爸 我猜的 出生無音一脈 聽聞要是如來的靈眼 於是遠道帶著懷中的孩子前來求醫 那一歲度的嬰孩聰明活潑 唯獨右眼一直無法張開 但擔憂弄孩子右眼一直如此 長大後承認殘疾 與休息無學大有影響 是必會遭個性的莫嚴厲的丈夫掀起 因此請求老納 無論如何設法抑制那孩子的眼睛 右眼一直睜不開 和我一樣 大師 莫非那個嬰孩 這是我嗎 老納 不懂醫理 自然也不知道如何抑制演技 當在百里夫人百般請求之下 只能找將人打造一面護身金牌 課上又無止訓四個字之後 封在藥師佛像之前 然後與夫人一同對藥師佛念說千遍的本願功德禁 希望能以大願力求得藥師佛庇佑 讓孩子的右眼恢復正常 之後夫人將金牌掛在孩子井上 輔助撐血而去 從此十一年過去 百里夫人再也沒來過營營寺 老納也幾乎忘了這件的往事 直到聽施主自稱聖子俊 然後看到連錦上的金牌 老納才想起了這一切 又無止訓 是我的名字單獨一個郡字 而我的母親姓父 我父親姓百里 作歉大師說明這一切 我手上明白幾位前輩 盯住我時的言中之意 甚至著你的眼神似乎蒙上的一層陰霾 或許老納不該向你提起此事 如果知道這些 那你感到為難的話 就當作老納剛剛什麼都沒說過 將一切交個緣分罷了 哇靠 都已經挺晚了 你現在叫我忘記 不說一切有違法 竟是因緣合合 緣起時起 緣盡緣無 神始祖是緣法身後之人 想必人明白這個道理 王貝明白 諸西大師指點明星 王貝會牢牢記住你 你這方教誨 哎呀你爸爸就是反理證嗎 很明顯是吧 對不對 當初在泰山一役之後 生物名去搶霸劍 大家掌門都在那邊 難道是順便搶的這個嬰孩 啊 神始祖 那麼咱們的話就說到這裡了 然後那先回房了 卡諾今後有緣 我們還會再盡命的 那是慢著進度保重 被這麼重要重要的劇情這樣放在直線 神大哥看來你的確和長輩特別投遠呢 不論是師父莫斯伯或是覺醒大師都喜歡找你說話 你們躺了半天不知道大師對你說些什麼 這個嗎 大師認為我與佛法有緣 向我說法開示 那我家人參過其中奧妙 說不定打算替一度為真 我剛還在想出家後要取什麼法號 那可不行 神大哥好你當什麼和尚 與其如此 還不來我們通狂派一起修徵求道 師父他老人家已經很樂意收你為土了 哎不要忘了 你被逐出師門了 姚妹 公子這話顯然是說著玩的 你可別認真了 對了 大師除了渡化公子之外 有到其他吩咐嗎 幾位師主 師父剛剛教他平真 再次向各位致謝 抱歉 讓你們為此當歌多時 沒有機緣還請來應事以防 讓他用著名的商茶 住宅好好招待幾位一番 大家會記住的 那我們就不多打擾室內的親近 如果還有他需要協助 請師兄不用客氣 我們先告辭了 六屑生兄和正位師主 還請慢走 我們再找烏針講話 總是在哪裡見過你 天啊 失去記憶喔 方大娘給了這套衣服 難道 不真是方大娘的兒子 哦fuck 太巧了吧 十五歲那年突然神秘失蹤 啊 剛剛是主角的身世 現在換物貞的身世 但還記得長青春的方大娘嗎 他有說他的兒子失蹤了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那也太快了吧 直接變兒子了 不 我還是沒有記起過去的事 也不能這場青春 不過方大娘 我娘只看了一眼就認出我 或者我喜極而泣 所以我已經相信自己 就是他生的兒子方忠語 他老人家告別我回五條山前 交代我把這個寶珠交給你 請身兄務必收下 哇這個 哦這高峰要搶的這個豬子哦 我們找到一個什麼九陽寶珠的 聽說這個 很重要 不是邪靈神豬哦 這哪一個啊 九幻神豬啊 九幻神豬啊 我們看這一個啊 這哪裡啊 我以為是給那個 春允前輩裝的 九幻神豬 九幻神豬 終於回來之後 終於回來之後 這裡彷彿又回到舊日的時光 只希望 他會慢慢記起以前的事 我就以為我到第九章了 應該不會再回來了 想不到還一直回來 好我們先看今天鐵匠 那個 兵器找到了魯克啊 前面修完 閣下就是無憂洞 這批盜匪的首領吧 你已經窮途暴露了 快快搜索就請吧 我就是無憂洞主黃映 你們是官軍找來的幫手嗎 不過有本事一路闖到這裡來 看來的確有兩把刷子 既然到了這一步 就讓咱們來分個高下吧 哇 直接開打完全不廢話 好像很強喔 好 那你那你幾招 好像蠻帥的喔 欸我不能小看他 他好像蠻強的 欸我不能小看他 哇他傷害不高欸 我還以為很高欸 那我要認真打了 那我要認真打了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有了有了 一萬五 到此為止 我認輸了 你們的確厲害 我黃映敗在你們手下 無話可說 就任憑你們處置了 是 沈門這位壯士看得起 我原本在嶺南以刀法小有名氣 來開封城探望駕到此地的包妹時 卻意外卷入了一樁命爛 被人意圖栽贓 最後開封府認定我設有重賢 嶺南以刀法小有名氣 不會是韓千秀吧 派了官差來鞠我入獄 我情急之下拔刀拒捕 在一番栗戰之後身受重傷 用最後一絲力氣 翹下護城河 奄奄一息之際 被無憂洞裡其他亡命之徒救了進來 在那之後 我就一直待在這個不見天日的地下溝區 反正出去被官府抓到也是死路一條 索性就任命加入他們 時光非是 也不知何時 自己就成了這裡的首領 在下一位無憂洞中 竟是窮凶及惡的亡病之徒 因為放著死罪而逃 逃進這裡躲藏 然後繼續在開封裡 開封城裡內為惡 沒想到有皇兄將要因為冤罪 被迫逃入地下的無辜之徒 其實你想的沒錯 逃進無憂洞的 大多是真正的惡徒 然而即使是像我這種原本清白之人 一旦進了這無憂洞 為了生存下去 還是得與那些真正的盜匪同流合污 此刻思來 我這些年的所作所為 也與他們沒什麼不同 唉 雖然我也曾夢想有朝一日能喜清冤屈 重回青天之下 看來這依然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吧 此話當真 此話當真 若能如此 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 我來到無憂洞之後 經常犯覆回想當時被人栽贓的經過 最後從中想出真凶是誰 並將所有線索寫進一封信中 我曾想將此信投入開封府 又擔心他們不會相信 但若有你們轉交此信帶我深淵 那肯定就全然不同了 只要他們看過此信 應該就能找到真凶還我清白 黃某感激不見 那麼這無憂洞我也不用帶下去了 這段時間我現在城裡找地方躲著 再慢慢等你們的好消息 一切就拜託你們了 莫說一個月前 無憂洞早在數年前 就嚴禁採掠父女 願意留在此地的 都是蕩女逃犯之流 其中並無良家父女 我猜 採人之事 多半是另外一批盜匪所為 是啊 那批盜匪 躲在後面一道門戶通往的更深處 他們平常用一道機關壁 從南邊進出無憂洞 很少遇上我們 但他們的行動隱秘奇軌 而且外觀取動都不太像人 因此大火避之唯恐不及 平常更是連一眼都不敢多看 只要聽到那道機關壁打開的聲音 動力人重馬上鴨雀無聲 所以他們平常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們是全然不知 我後面的房間進逃 牆上有一處洞口 可以容然通過 從那裡可以俯視一個較低的房間 那些盜匪就守在那裡 那道門戶就在房間裡面 你絕對不會錯過的 我知道你們身手高強 不過如果要招惹那些傢伙 對你們來說也未必是件意識 總之你們務必要多小心 什麼 比較很一天 ту重 你吃飯嗎 你吃飯嗎 水果行 別忘了 看来高七还没见着 单英都要出来了 半死半活的活死人缝上死人的肢体 何大哥严重了 事关闻西岳姑娘及城中百姓的性 这笔对头厉害的精 怎么整都会攻进来 赶快启动机关把师门关上 可是头子吩咐过 没有她的许可不准关上那道师门 里面其实过问头子 先到这边杀心来说 等等 哇还有意识 这里 这个档好恶心 刚才我们打倒的那些 看来又与之前的活死人盗匪不同 这是施灵术 单纯将死尸 化为只会袭击活物的行尸 这么说来 制作活死人盗匪 与这些行尸的元凶守恶 应该就躲在这之后的谋处 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真不凑巧 这种时候居然会有不速之客闯入 我这玄师与当方乃是密宗之密 向来是不得为外人所见 如果你们不赶快掉头离开 我就只好到手 兵治送客 在下申子俊 擅闯前辈的清居 实在抱歉 有几件事我们正在查的事情 输入到前辈身上 女主特地前来请教 希望前辈不令奉告 可哟 难得有来一次如此客气 来而不晚非离也 那么我得自报一下名号才行 我名叫丹丽 外号明皇 江湖中知道的人不多 没听过这名号也无需在意 你们能来到这地下深处 想来自飞等闲之辈 为了你们非这么大 进来到这里找我问的 想必不会是什么好事 所以你们就省一下口舌之牢 直接把话说清楚吧 圣大哥 那时候那个装着蓝水的透明浅槽里 收藏着一个深圳白夜冷 我就看到这个女子 连皇大英 你的名气 似乎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小 在江湖与公坛之中 都流产着一个不知 活了多久的邪术宗室 据说能任意操纵实体 颠倒身世 将人命丸弄为掌尖 因此可以按起了一个 你能畏惧的称考 就是明皇 今天能在这里青年 见到传说中的人物 额毛真是深感农心 真得感谢正派的兔崽子们 替我取了这个外号 我多年来谨慎低调 尽量少伤人命 却依然到处遭人追杀 连躲到这个绝无人得知之所以 还能找到门来 耳光能浅慢 水中的女子还活着 可是究竟什么前因后果 让我们辛苦过这位丹英前辈再说 我直接把他改成丹英 我们来一次去找一个 适中的闻心月姑娘 为了阻止有人在京城地下 知道这些哈人听闻的活死人 那这两件事情 无法给你交代 怎么办我们的冒犯呢 冒犯 我他应该行走事的方式 你们的诅咒还不晓得在哪里 我这人是不喜欢动手 却仍不得你们这些人随便言语相逼 你们是想好好听我解释 还是痛快 干脆痛快地打上一场 动手 现在只为多生和气 对我们彼此并无好处 若大英前辈愿意宣告 我们自然想明白这一切来龙去脉 就请大英前辈先说明 水中草那女子的事情如何 小子你倒是挺没位的 好 就从那姑娘的事说起吧 那也有男的心血来潮 想上他开封城里 透气顺便欣赏月色 没想到刚走到岸边 就看那个姑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看到她似乎性命垂萎 我没多想就挤妈妈扶起 离她挤麦 惊求她神习衰臂 血行逆乱 脉流伯己浅宽 右胸夫下透出三条脉轻如墨 此乃先天性肉错位之相 此必可怕之处在于一旦发作 有剖胸从以心脉意图 否则写故心子猪脉灵舍 随即就会武藏巨快无可挽救 那这脱上片刻就必死无疑 我只能先设法言她的命 妾却曾在医书上看过这种先天性弱 作为的罕见奇病 奇病真细为难以诊断 且要实无效 可说是不种不知之证 而丹一前面不但认出这种奇病 甚至还是要如何医治 前面医书和见识之高 都是令人佩服 说来讽刺 我当年立志学医 就是为了要治这种奇病 虽然我当年我悟出医治之法时 当初遇旧之人的尸骨早寒 然而在多年之后 就会让我遇到一个身患刺激之人 原来你学医是为了治这种奇病 现在才知道 所以 我之所想费这么大功夫就那姑娘 或许是为了弥补几分当年的遗憾 也就是说 躺在那水槽里的文姑娘还活着吗 那并非寻常的水槽 而是雪山深处的万年冰玉雕层的 一面装的是我花了很大一方功夫 才弄到灵雀坛九破成水 哦 去哪弄到的啊 不论宾死或刚死之人 只要静在其中就能长保灵体完整 让他有如时间停止流逝般 维持在性命垂危的最后一刻 这个就是剑邪当初把农叶放在凝雀堂池中 保证他的肉体不坏 然后复活吃油之后 可以妄想让吃油复活 然后让魂魄回到农叶身上 大家果做好猪斑准备后 再对他施行 普凶从以心落实处 如此不但能救回他的性命 并可彻底治好他独领的病根 哇 这个就是外科手术啊 原来如此 和此今年的巧树神迹 皆是前所未闻 为人道家虽然也自认精通医理 与阁下相较 是远远不如 阁下这一处 即使不能说或我来者 也可能是前无古人 欲操神水护命之法 乃是前人所创 这剖胸隐落之术 我虽胸有成竹 却从没在活人身上施行过 加上还少一样东西 到底要不要动手 也不让我犹豫 如果背起这个东西 前辈就能动手抑制它了吗 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或许我们能帮忙找找看 那是叫做玄中御婴的宝庆 能使人写离体后不败坏 此物是那西真寒 找起来却不费事 因为开封城里面就有一个 只是我还没想到 妥当的方法弄到手而已 如此非凡的宝物 莫非是在皇宫大内的保护之中 他若是如此 可就真的很难弄到手了 他没那么麻烦 玉婴在开封城第一首付 沈重的首领 然而这个贪财的庸俗老头 根本不试货 只把他当成酒去看待 而经常对别人炫耀 让他装酒能更争一分风味 以此知道玉婴在沈重手中 但他毕竟不是寻常人物 要稳当的从他那里弄到玉婴 得费些心思才行 但一前辈 只是说来真巧 我们之前曾与沈家有过一些 因而意外发现他一些 不能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如果拿这些把柄作为交换 或许能逼沈重 交出玉婴 始化丹真 倘若如此 那可是再好不够了 只要你帮我们取得那玄宗玉婴 我就马上动手一只那姑娘 我丹婴像得是疏到诸到 绝不食言 丹婴前辈 那么此事就一言为定 取回玉婴之事就交给我们吧 好 那么我先去做其他准备 对了 为了方便你们之后进出 我会开启此地南方的一道便门 你们可以从门口的便大 直接回到路口的附近 多谢前辈 这样我们可就省事多了 不用客气 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我还得先去做些准备 玉婴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哇 我们来找到他的东西了 一个什么土柱 圆柱 好 这个黑血魔乳 哦~~他说有西域的东西是不是 哇 看起来蛮贵哦 显龙他就一个显龙之欲 这个任务 一个奇特的透明珠子 啊 好嘞 然后什么 若以若现的龙行文路 不过除此之外 没人知道这个珠子可以到底干嘛 难道是黑龙 好贵 神鸟精灵 音响 看起来就是要买的东西啊 好 应该说这两个比较重要吧 其他的 天然邪眼 一階 路斯 北碎骷髏 走 我们要拿剑了 这就是铜额给那个石头的支线 然后他最后 终于要给我们这把剑了哈 古剑龙皇 原本叫古剑龙皇 然后但是现在变成古剑龙行 陌生人 古剑龙 各拳的剑法大师 各拳谁啊 再来 变成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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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嗎? 有錢嗎? 好 好,這一把是 外貌也傳送中的古劍龍王看起來一模一樣 因此起來全然不同的奇特常見 有人說是龍王之主精心製造混淆四人而問的假貨 好,我們要把那個古劍龍型 那個 兵器電話 這個 跟我們的這個 欸? 我們剛買那個是飾品嗎?裝備吧 還是 欸? 在哪裡? 好,到這邊找到,潛龍之獄 然後 好,出他 古劍龍王 有比我有攻不強嗎? 還好嘛 哇 沒有到非常強啊 但是蠻帥的 明劍公布 公布還是比較強一點 然後我們也順便合一個東西 我們之前拿到的那個 發光的寶珠 發光寶珠跟一個 打物 神鳥精靈 金牆 金牆 那豬陣吧 這個 可以拿到這個夜洋神豬齁 這個是任務道具 OK 不小心就被我們合出來了 不小心就被我們合出來了 各層 各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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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神家的喔 也是跟神家有關係 請 這個是 好 可以 tähän什麼 拍攝 好 神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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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我离开以后,你答应怎么办,绝绝对着这个回忆方吗?此处怎么不是个秘密,不论就我的要路做客如何。 多谢你的好心。 不过你也知道阎黑胡和死狂帮助的事,我基本上抛下此事不管,阎黑胡肯定不会乐意放我离开,到时候他要是发起风来。 我未必能全身而退,这个阎黑胡就是黑,不,这个阎黑胡,应该不是高气吧? 唉,你说的也没错,不过这件事情早晚得想办法解决,要是你继续这样放着不管,早晚会不可收拾。 请原来在下插个嘴,两位刚才话中提到死狂帮众,默默一直盘踞在这个前头那些活死人帮你怪异倒飞。 如果当你前面想要对付他们,我们应该可以帮你上忙。 嗯,那指的正是他们,因为我一念之差筑成的大错。 我原本打算自己收拾上后,不过现在他们也非我所能应付。 如果你们愿意协助我对付他们,倒是帮我一个大马。 要如此,你们应该知道这整个现实来龙去嘛。 不过其中经过有些长,说起来只怕花上些时间。 当然前辈,我最喜欢听故事的,而且只怕短,不怕长。你就尽管说吧。 说来是七八年前的事儿了。 那时一名贵人找我来开封办事。 世人之后他以此地秘密、激光钥匙作卸礼。 由于这个安全的传身处,我得已过去久违的平静生活。 然而就你们所知的,在都城繁华中藏着不少灰暗。 日方的完命之徒被裁护吸引而来。 各种大小案件层出不求。 在开封府府中带舍不准备出场的重刑犯总是人满为患。 这些方人一有机会就获出性命逃跑。 虽然大多都死于追捕,取得少数侥幸能跳入户城河中, 并找到封往地下沟区的路口。 那同场也会因为伤重而死在水中,成为沟区中的福尸。 有一天我在沟区中看到个宰夫宰成人影。 那是个满身刀上的大汉,一看就知道拒捕逃生的犯。 他虽然奄奄一息,意识却还很清醒。 而且求我救他一命。 若晚辈没猜错的话,想必前辈就答应救他了。 前辈虽然因为今世害处的闲门所法被当正派死敌吹杀, 但心态很善良啊,远比一些正派生的好多了。 要是我没答应救他,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儿了。 看出血过多,胸腹有四五处对穿的刀伤, 让脱都换了大半。 神说这寻常人找以上面的重伤, 他却还努力苦生到这里。 或是感冒成为天涯沦落了, 或是他的故人求生意念速度, 我决定设法意识他能令天下神医束手无测的伤势。 然而重伤致此,我也只剩一个方法, 那就是使用魔斧。 你说的魔斧, 莫非是存在于地界幽海的深处, 平常自成一体悠然生存, 但也可融入其他活物的身体之中, 补其伤嵌之处, 甚至能化为百气藏斧的太古衣物。 前辈果然是见多识广, 世上知道此物的人屈指可数。 我虽有兴取得这些小块, 多年却不存有机会可以得见其妙, 于是就趁这个机缘将它用在这枚叫炎黑虎的盗匪身上。 此物虽有起死回生之效, 但其本质乃是协会之电, 入体日久, 则周身百海见为所适, 慢慢变异为半人半魔之物。 最后魔性怒闹和私心疯狂, 难道也不知道会有如此后果。 我的确知道, 不过当时我一来答应了要续他之命, 二来也好奇魔府入体究竟会有何变化, 所以就没管那么多。 保住性命的炎黑虎论我为救命而能, 对我十分恭敬, 由于他也无处可去, 我就让他暂时捉到灭到了另外一边, 但他很快就开始不安于事, 经常向我借机关钥匙到地上去, 几次为乐得让他跑腿, 让他没多久都恢复了道贼本性, 开始开封城内, 省出鬼门的作案, 专挑服务商好假下手。 我虽然也觉得不妥, 但他把抢到的争取药材与保护权留给我, 我也没多说些什么, 跟他后来开始带回一些垂死的逃犯, 那时我正尝试将丝魔术与医术结合, 正确实验的对象。 这些逃犯反正原本就活不了, 我可以放手去尝试各种手法, 结果其中一些真的被我给救活了。 这么说来, 那些奇形怪状的死狂帮众, 想必全都出自前辈之手了。 炎黑虎让我得以潜心于各种实验。 那许多长久以来的理论获得验证。 我研究《诗魔术》这么多年, 从我有过如此大的禁忌, 而炎黑虎持取别有用心, 他究竟被我作活的盗匪。 任立的这里为根据立的盗匪集团, 被制造死狂帮。 而随着帮众日争, 他变得越来越事物忌惮, 明目张胆。 他开始莫名想获得更多的力量, 由于对自己不满意, 竟然在城内寻找看上眼的武师, 物理好手进一步强化自己。 由于他对此事越来越疯狂, 而人命越来越多, 最后明眼不愿再帮他做这些事, 并且从此与他划清界限。 虽然他那时看来能近我三分, 但我看得出他严重怒意。 我看了个故事, 但你前辈, 别再说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了。 不过, 听你这么描述, 隐黑虎多半, 已经不念《席日救命之恩》, 你还是要多提防他一点, 令他对你不忍不义。 我心里十分明白, 该是和他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不过, 也因为我之前过于疏忽, 使他身上不但有模糊附体、躯体, 集合众多好手的精华, 还说过我独门神要调制, 现在他早已不知比原本的颜黑虎还要抢上多少倍。 我一手造出一定我自己都对付不了的怪物, 在讽刺自治。 不过事到如今, 也只能厚着脸皮那门帮忙了。 你说的没错, 此刻的颜黑虎最大的弱点, 就是魔斧。 只要让他维持生命的魔斧, 尾盾、交臂, 颜黑虎这样是非死不可。 我在研究克制魔斧的方法时, 调配出一种配方。 独特的毒, 这毒传到伤口露体, 丢水血逐渐丧行到魔斧。 累计遇到魔斧, 让你冷受时, 它便会萎缩并自断猪脉, 以求自保。 此毒虽不然配置, 但此刻不巧, 手机都喊一件药材。 不知前辈还需要哪些药材? 我们方便在外面走动, 就由我们帮忙收集吧。 听好了, 我还需要五份的粉血盐胎, 五份的死阴鬼藤, 七份的猪葬死痰, 以及七份的寒灵冰疗, 这些都不是补充的药材, 就不用费城去药铺找了。 丹老鬼这人阴阳怪气, 就爱用这些难找得要命的怪药材。 粉血盐胎好死, 并好自乐。 此人阴鬼藤嘛, 要到充满阴气的古藏场寻找, 诸葬死痰, 可见于多藏气的森林里, 对寒领冰凉嘛。 那是种之寒的药材, 只见于云雾缭绕的绝顶之上。 这位小前辈的见识渊博, 不在大老鬼之下。 看来我是班门弄斧, 真是失敬了。 好说, 老夫不过是多活了几年, 知道的多了些而已。 皇宫内裤无奇不有, 我之前有过机会入内一窥。 看来一些只曾在书上看过的珍奇药材, 就算了难了一些。 至于要去哪里找这些药材, 我们是全然不知啊。 不过有两位前辈的描述, 多少是有了方向。 之前跑过不少奇出异所, 其中或许有符合这些条件的, 我们多跑几个地方, 找找便是。 好, 在这之前, 为先于七匹之, 准备模仆这种药营, 这种药材, 就麻烦你们去找了。 这就交给我们吧。 诶, 你不是要医治他吗? 我想看你医治啊。 我正在准备魔斧之毒的药乙。 所需的药材, 就麻烦你们去找了。 不然不知道。 我想说看你的医术的说, 好啦。 晚辈申子俊, 参见龙君前辈。 为了允许三重宝殿, 此理之处还请处不准。 等问前辈名号如何称呼。 申子俊, 欢迎光临碧地。 本座已在此久候多时。 本座的名号是青龙帝君。 在四龙君之中, 执掌东方诸景。 晚辈虽然身手低微, 但承蒙前辈看得起。 此道拿出权力一战, 以表敬意。 很好。 相信你, 不会让本座失望的。 。 您的身手的确不凡。 沈子俊, 上前来吧。 本座, 要借你的御简一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起似龙之道 好了 玉坚已经刻上了本座的注词 代表你已得到本座之证 将它收回去吧 沈子俊 此乃本座所应为之事 你无须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晚辈申子俊 参见龙君前辈 申子俊 你总算来了 这千年的等待还真是漫长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自知身手远远不及 自当谨慎以对 绝不敢有丝毫轻护 很好 既然你已经有所准备 咱们就开始吧 白龙帝君的话稍微少一点 反正都是一样的战斗嘛 都一样 虽然你的身手还说不上让本座心服口服 不过也没有让本座失望 本座在此承认你通过了考验 白龙帝君奇犯 请封天律帝赤 于此功行弃夷 有成命记银者得于亲政奇能 许以兽简明注并起似龙之道 沈子俊 本座已经将注词刻到了御简之上 此物在之后对你至关重要 将它好好收藏起来吧 沈子俊 沈子俊 你承担的重责大任 关乎天地人士的未来 虽然这段旅途漫长而艰苦 但本座相信 你生为不凡之人 必定能不负使命 完成千年前留下的未经之业 陈尚 陈尔尊 沈子俊参见龙君前辈 沈子俊有劳你远道而来 这一路辛苦了 沈子俊想必你是为了完成正简之一而来 沈子俊 沈子俊 皇前辈看得起 晚辈虽身手低威 也自当全力以赴 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不用自迁 让本座好好瞧瞧你的身手吧 黑龙帝君齐则 请奉天律帝赤 于此功行弃矣 由成命记应者 得于亲政其能 许以授剑名著 并起似龙之道 身子俊 本座已经用咒术 将柱瓷刻到玉碱之上 你知道这是何等重要之物 这就将它收起来吧 身子俊 恭喜你完成了最后一次证检之遗 你已经齐备四块玉碱上的名文 而在你找到第五块玉碱后 天命将会给你最后的指引 并为你开启萧云之道 你已经完成了证检之遗 无需再次多做耽搁 这就快去吧 在最后的天使来到的时刻 五等会在比方等着你 这一把这个装备应该是给主角的没错 龙云宝衣 我家蛮多了 怎么感觉很像那个皇帝的衣服啊 对对对很像龙袍不觉得很像吗 这之前我借他2000块的那一个 陈星笼罪摇光灵索 这是给白霜摇的哦 是5万哦 不是2000哦 反正我就快把所有钱都给他了 遥光灵索好 这就直接给他装了 六阶的 你们果然盼到了可让我瞧瞧 你们找到这些药材种类都正确 而且品色很好 只要再加上调整好的药因 马上就能做出魔斧之毒 你们烧带片刻 我这就去调整魔斧之毒 那就有劳前辈了 你们遇上炎黑虎后 必须全力思危 等他上到一定的地步时 他体内的魔斧就会苏醒 将魔雪入入脉中 而起护命之能 此时他受的伤会以神术痊愈 四肢百骸变得硬如钢铁 硬工伤不了他 必须从魔斧刚苏醒 他身上三十位腹之际 是否将这包毒粉扫到他身上 让毒性从伤口入体 一旦毒上行到了魔斧 炎黑虎便会失去魔斧的护体之能 届时要对付他便不再是难事 不过机会只有这么一次 但是如果没有用错的时机 就再也没有方法能除掉他 将来并非易事 不过事到如今 你只有试试看了 这你就问对人了 在地下面到了机关门室 左右相对 事狂帮众关上机关门室 同时也开启了通往我这边的门库 也因为他们违反这个约定 你们才能进到我这里来 虽然到机关门的书鸟 此刻掌握在死狂帮众手中 那这个房间里还有一段机关门 可以直接通往他们的地盘 这道机关门你黑暗黑虎也不知道 正好让你们攻起不备 原来如此 那真是太好了 在你们对付炎黑虎时 我就着手开始医治那个姑娘 实行这手法 极为耗时费力 在这期间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打扰 因此在你们出发之后 我会关上所有通往此地的机关门 在完成之前 你以美不许进入 明白了吗 晚辈明白 文姑娘的事 就麻烦前辈了 好 机关门已经开启 等你们出去之后 我就会把他们关上 且记 炎黑虎比我们想象的还难对付 千万不能大意 我只能祝你们一切顺利了 这些前辈提醒 晚辈本牢记于姓 根本是鬼魄死亡吗 嘿 你们总算来了 老子等你们很久了 割一下 就是死狂帮众手引炎黑虎吧 带下森子君 有朋友一行 为了租出你而来 好个开门见山 有意思 你叫森子君是吧 你们能闯到这里来 肯定有几分本事 正是绝佳的材料 等我解决了你们之后 再来慢慢挑选忠义的部位 嘿嘿 嘿嘿 这回谁是大鹰 这老家伙出满老子在先 看待是他以你们来此分上 就老他一命 不过结果要他不敢造势 可可能得吃点苦头才行 那你这万恶负一之徒 你以为是自己祝贺多段 才会引来今天之货 结果你不但把这 这挂在丹音前辈的头上 而且对他不利 难道也挂了丹音前辈的救命之恩吗 哼哼哼 不言黑虎可不是傻子 前头的机关本已经观察 必定得了丹音之处 才能从后面的小鹿摸进来这里 哼 可叹他已经忘记当初 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患难之情 也不顾念我曾帮过他的种种好处 如今只想摆脱我而已 不过他若以为你们 就能对付得了老子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他对我不忍 那我之后也对他不义 哈哈哈 哼 严禁于此 就让我们来了解这场早该结束的原因 严黑虎 你为了变成世间不容的非人怪物 和害你巫术的人命 其人就由我们来为他们逃回公道 一方 这也处疑 如今 他们已经成了老子身上的一部分 可以跟着老子一起勇 吹不朽 这 可是凡人 难有的殊荣哪 不过 不许羡慕 不久后 你們就會與他們一樣 來吧 感覺蠻強的 燈天仔 這不是 鮮魚超的 鮮魚超的 是馬式分店場沒錯吧這個分店場好弱喔 發光喔 他知道很多都是高氣的或者是鮮魚超的 就算了 讓我喝一杯 屁股 耳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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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那十九不曾有过的感觉 痛楚与狂怒化成深渊般的寒冷 重斥肺腑与死之败害之中 麻木咽吃了疼痛与疲倦 让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然后你们全都得死 眼黑虎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惊状 莫非就是丹云前面 先前说过魔斧苏醒之道 实际稍纵而视 你赶快用魔斧制度才行 这个时候赶快放好 我把你给他捡住 我把你捡住 有一个不错 我把你捡住 我把你捡住 你捡住 我把你捡住 我把你捡住 你捡住 我又感覺到了痛楚與疲倦 聖小子 你們剛剛用的紫色本末對我做了什麼 連黑狐 你所平時的魔斧之地已經沒了 現在起 堂堂正正與我們一較高下吧 吃大鷹 難死他 告訴你你們克服魔斧的方法 我要殺了你們 再去見到碎屍萬段 辛苦你們了 看來一切都結束了 不會的 你會再放一樣的錯誤 你肯定會 我在此預告 他把手走了 伏筆啊伏筆 與炎黑虎身上的魔斧 這玩意兒 這玩意兒 雖然是有些邪門 可以過平常冷的生活了 那是不是太好了 好 溫姑娘 對 溫姑娘得以重過心聲 這口是承諾當英前輩的神奇所賜 我原本 我原本就想 在他身上驗證 心落錯位的智法 只好 還是靠了你們的諸多協助 我才得以完成這個行業 你們也幫我除掉了炎黑虎 這兩件事都已尘埃落定 如今諸事已了 我在這裏的日子 似乎也該告一段落了 答應前輩 決定要離開這裏的嗎 送那姑娘回家之後 我就敢騎匹子回去 與閨女團聚 然後設法 把珠般器具搬出此地 另外尋找新的藏身處 人裏的東西需要不少實際 為了途中不遭人意外打擾 我用鑰匙在機關門永遠關上 不再允許任何人進入 所以若無意外 這應該是我們在開封城的 最後一次見面了 若我們真有緣分 或許將來 還會有機會再相見 而我 會期待那一天的 身子倦 咱們後會有期 曾莫丹前輩看得起 晚輩也期待將來 能有再見之時 就你早日找到新的藏身之處 咱們後會有期 看來這一段事情 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雖然 會期待這不見天的地下溝去 忙了好一陣子 不過如今都市塵埃入定 這些努力也值得了 正是 這回有幸得到申兄弟 與大夥的協助 將長久以來 潛伏在地下的無憂洞盜匪 與死狂幫助一舉輕巧 為開封城中百姓 除去一個大害 這真是再好不過了 話說咱們立了這番大功 雖然不能明著 上開封府去領賞 不過 總可以自己 好好犒賞一下自己吧 姚妹這個提議不錯 請下集結束 請討論 請下集結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把劍肯定沒有我現在的身上的好 這把這是當初生魔之刃傳 英風人 在一個故人的那一關 解救的天兄們弟子 有達成條件的話師傅我會送你一把 幹將 我記得是這一個了 那他是怎麼從生子菌交給英風人手中的呢 嗯 耐人尋味 那你只有兩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找了我要關牌了 好 然後是找祖先哥哥 祖先 可以嗎 不是 我跳不過去 卡住了 欸 我把他的頭蛇吐 我把他以為他拿走 我把我學生 我把他對你還有一個 我把他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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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耶,他有圖像耶 圖像耶,我還以為殘英封沒頭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何大叔,你怎麼了? - 發生什麼事? - 咦?生子俊?你們怎麼來了? - 那個狀狗像扭著黑衣大汗,為何倒在地上? - 啊,發自大英前輩 - 我們來拜訪彥均小妹子 - 聽他提醒你來這裡借助 - 有一次順便過來向你打聲招呼 - 然後才剛聞到飲料如飄的味道 - 何大哥快就- - 成大哥,剛從蹦的一聲 - 啊,何姑娘他怎麼了? - 等等,看來事情有些不對勁 - 曾子俊,小燕君 - 幫我把他抬到後面房間的床上 - 我得仔細查看一下 - 大英前輩,葛大哥還好吧 - 你可知道他突然昏倒的原因嗎 - 我非常可憐原因為何 - 曾子俊,他身上有個非常麻煩的問題 - 你最好要有心理準備 - 前輩,你怎麼突然用這麼嚴肅的語氣 - 莫非何大叔,他得了什麼難知的病嗎 - 也可以這麼說 - 他剛才之所以會突然暈倒 - 並會聞到我正在練知的某種意識 - 魔斧之藥的藥氣 - 這氣味 - 於尋常人,絕無損汗 - 只會覺得難聞得緊 - 而若是體內有魔斧之人 - 光是聞到這藥氣 - 魔斧會順時說止 - 而起瘋心斷脈之下 - 看起來就如同突然昏暈 - 我也查看過他左勒下一寸 - 確定是魔斧 - 卓世音的難以相信 - 而光臨與我們同情多時 - 不曾顯榮出任何異狀 - 而魔斧並非可以侵入陸體之物 - 而弄到他身上真的有魔斧 - 要是怎麼來的 - 當初在雲龍山古墓 - 遇到荷光人時 - 他被兇獸的爪子壓在地上 - 躲鬆了槍,甚至射入兇獸的口中 - 或許是從兇獸的口中流出的血血 - 逼近他的口裡 - 他在昏迷不醒 - 不知道與兇獸在原地僵持了多久 - 任在如此的情況下保住性命 - 遇到被搖滅的丹药救醒 - 如此不可思議之處 - 或許是出於魔斧功效 - 這就說得通了 - 血血與常人乃是巨物 - 一旦入體,必會食心壞賣而死 - 但若是丈夫潰魄,只剩一息 - 一絲氣息之人 - 魔血反倒人四處修補傷水 - 反正保護宿主的育命之效 - 如此而生的魔斧與宿主融為一體 - 看來與常人無益 - 雖可暂時相當無視 - 但凡其早晚無法承受義務的邪力本質 - 若是依我的診断嘛 - 這位仁兄,或許只剩下數年之命 - 什麼? - 何大叔他,只是數年之命? - 但你前輩,你的魔斧所知聖祥 - 依族如此高明,求求你救救賀大叔 - 千年一定要有方法的 - 他的魔斧與心脉糾結不深,並非無法挽救 - 不過嘛,若要動刀剖心替脈 - 似必花了不少時間 - 如此便需要另一件神物資助才行 - 適合神物,他請答應前輩說來聽聽 - 有一種叫做血靈神珠的奇特紅色寶珠 - 至於床之與西域某出的獨特法門自成 - 他的與鮮血相應 - 像虎物般暫時代替心脏發揮運行血脈之類 - 當年,我手頭原本是有一顆血靈神珠的 - 但是在躲避追兵時,無聖遺失 - 之後就再也沒找到過 - 除非你們弄到這個 - 否則,便是為愛莫人做的 - 誒,剛好我生產就有 - 呵呵 - 呵呵 - 在下曾經遇過一批來自血靈工的敵人 - 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一個紅色珠子 - 一直不知道有何用途 - 請答應前輩瞧瞧 - 是否與你所做的血靈神珠有關 - 就是這個 - 以血靈工密法製作而成血靈神珠 - 沒想到你竟然曾經與血靈工的人交手 - 哦,我真的小看你了 - 既然有血靈神珠 - 我可樂意幫你們處理魔斧 - 不過,為了徹底根除魔斧留在庭念的魚毒 - 我還需要幾樣特殊的藥材 - 也靠你去幫忙張羅了 - 首先,這三份用來止血玉脈的靈壁石純 - 據說只生產在殷山靈水的清潭裡面 - 接著這三份吸取魂氣孕孕的黑豬魚 - 藏見古戰場機 - 還有五份洞穴中獨有的明金流蘭 - 要小心它的劇毒 - 最後也是最罕見的三朵冰心雪蓮 - 用來化解魔斧留下的蕙血 - 是非常珍貴的稀有藥物 - 這個我也不確定難以有 - 據說在人世以外的 - 神兄弟 - 我覺得自己已經沒事了 - 魔斧什麼的無關緊要 - 我也不再誇人多久 - 真實有命 - 你們就不用為此費心了 - 神大哥和大叔起來之後就強要下床 - 他不肯我的勸 - 我阻止不了他 - 英俊妹子別在意 - 我的大哥就是這個性子 - 難得答應前面願意幫這個忙 - 我們可不可以辜負他的好意 - 算有些藥材不好找 - 咱們把這可以試試看 - 就是說啊和大叔 - 聽你說話還是中期不足 - 也敢說自己沒事了 - 還說什麼不在乎人活多久的傻話 - 這回事關重大 - 本姑娘可不得你 - 再耍任性 - 慧大哥 - 年輕姚妹子都如此動怒 - 你和我們同行那麼久 - 非臉功夫幫你 - 作死不算什麼 - 既然你已經下了床 - 咱們就上路去找藥材吧 - 嗯 - 就這樣吧 - 多謝大家的好意 - 順少俠來的正好 - 我剛才為左真人 - 探懷百萬後 - 發現他的傷勢 - 走此非同小可 - 不擔心賣被反送的內力正裂 - 隔中血潮逆勇於乾皮 - 八萬中有走岔的蒸氣衝撞 - 全靠左真人以精靈的修為 - 領襲護腹才能保住心 - 順多不太想念 - 支線就算了 - 呃 - 單一的支線我再念就好了 - 這邊不是很重要 - 你看又要跑腿了 - 很煩耶 - 超煩的 - 師父這回受的內傷著使不清 - 師父這回受的內傷著使不清 - 師父這回受的內傷著使不清 - OK 好 - 放尾棗 - 點代足 - 發尾棗 - 順多 - 呃 - 發尾棗 - 爲 - 伸手 师父 晚辈拜见高将军 真抱歉 你们总算是来了 看来那些没用的侍卫 总算是还有些用处 启禀将军 之前我们为了调查潜伏在开封城下的盗匪 在地下沟区中待了许多时候 为其注意外面的动静 以至将军久寻我们不见 多生困扰 还请恕罪 在申兄弟和大伙合力下 成功降服无忧动贼手黄毅 其他盗贼或死或伤 死狂帮众及其首领严黑虎都已辅助 很好 很好 高将军如此犹新 莫非是萧阴一行 又有动静 正是 辽人在昨天半夜 袭击玉清昭映宫 意图不明 本朝在之向来与禁军关系不恰 一有机会就怪罪打压 何官人 切以为 这件事只怕没有那么单纯 就老夫所见 那玉清昭映宫毫无特殊之处 不过是丁卫 为了满足当今天子的虚荣心 以求一己名利的工具而已 蓝姐姐与小前辈说的都有道理 的确如此 记得 文姑娘的父亲 文秉清文大人 任职于中书省 看来官位也不低 或许 比较方便 帮我们引荐这位丁大宰相 姚妹提醒的是 咱们正可把文姑娘的好消息告诉她 然后再顺便问起 写助引荐丁宰相之事 原来你们也认识文左成 没想到 你们到开封城没多久 面子就已经这么大了 那我们这就去请文大人帮忙引荐 若有什么进展 再来向高老将军汇报 大宋都城开封城的存续 就看我们是否阻止撩人的阴谋 老夫虽然已经年迈 却也不会允许他们 为所欲为 大宋都城开封城的存续 á 不方便不方便 人都還沒看到就直接答應了 小事如神 這幾位朋友與文某相熟 他們有事想向丁相公請教 文左成客氣了 丁某正想要找他們 丁相公說笑了 區區之牢不足瓜齒 在下申子郡 與朋友一行拜見丁大人 我早已算到你們會來 所以倒也說不上打擾 我知道你們來此 是想問遼人為何襲擊玉卿招隱宮 你們的確是找對了人 北方的遼國長久以來野心勃勃 一直有近戰中原之心 老夫訴之鞭州一帝 自古得地靈熔脈之輝 雖然這裡的氣 原就比他處為強 然而風水之術有其極限 這龍氣著實太過強烈 絕非出於自然 這位小前輩果然高明 看出了其中端泥所在 眼凍三荒九重之氣 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竊聽聞 古代遺仙有不少已經 失傳的神廟法門 姑娘所知真是廣播 丁某從未聽過這書作環境之說 丁大人 您既然知道地下有那個東西存在 還將這秘密生而藏之 怎麼可能會沒有親眼看過 這說來話長 你不能再給她 這兩條地道 那條地道 以極厚重的青石建成 一路往更深的助索而去 在开封秘密设下许多配置 而这地下深处之物 想必就是其中规模最浩大的了 尾调开封乃是下下策 领头的萧音乃是围方巫主 它形势深沉难测 所图必不止于此 因此更不能让他得逞 所以丁大人之意 是以这些情报作为交换 要我们出力帮忙 对付萧音义行 是吗 正是 我们同为大宋子民 与其他辽人是敌非有 岂能坐视他们的阴谋 危及开封城的无数百姓 与我大宋根基 若萧音一行 是冲着地下纳武而来 所图必定飞山 既然他一意孤行 我们自当竭力阻止 我之前还在为此伤神 这会儿有你们帮忙就好办了 我明白了 那么此事就有劳丁大人了 这里的事交给丁某就好 多谢丁大人的建议 我们这就去城里瞧瞧 沈大哥 你怎么突然停下了脚步 莫非刚刚与丁大人的一番话 让你想起了什么事吗 不 我只是 像是突然感觉到了些什么 不知是刚刚吹过的那阵风 或是 弥漫在这城里的某种气氛 让我心中涌起一股 未曾有过的莫名不安 沈大哥又来了 只要有事情扯上那个硝烟 平常雷打在旁边也不眨眼的你 就多愁善感了起来 你这不安一定是因为他的缘故 对吧 我倒是能体会到 申兄弟此刻的感觉 自从来到这开封城之后 千引万物的命运 似乎加快了脚步 从引戒的秘密 一路到开封底下深处的未知之所 即使努敦如河某 在接连遇上这许多事情之后 也能察觉到其中风雨欲来 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的气息 就像冥冥中安排的一切 终于到了揭晓的时刻 自牵努敦的何官人 其实也凡事了然于胸呢 所以还请公子无需烦忧 即使上天会如何安排尚在未知 但只要咱们有所准备 必能顺利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嗯 除此之外 若老夫没算错的话 咱们今后似乎有远行之相 或许会暂离返土一段时日 所以 最好先备其常用宠物 以待不时之需 多谢蓝姐姐与小前辈的提醒 这么说来 有几件我不能遗漏的钥匙 不许完成龙军前辈主妇的正简 还有回无名鼓多参悟几招陈军石壁上的剑法 沈大哥 那咱们就顺便清理还留在手边的差事 不过也不能忘了蓝姐姐与小前辈刚刚提到的万全准备 如果想好好张罗一番 可少不了四处奔走呢 嗯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出发吧 沈少侠 这会儿总算找到你们了 是孙以丰 孙前辈 一阵子不见 没想到你们会来了开封 还好我的占相没有错 否则这里朱器混杂 我还真不肯定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孙前辈许久不见 自上次一别 已有一段时日了 正是 我有件要事 需得尽快通知你 不过这大街当中人声嘈杂 不适合谈论正事 咱们先找个合适之所 再慢慢说吧 承熙的颜针灌钱 人行稀少 花木扶书 朱器凝合 是开封城中 少有的清静遗人之所 那里应该不错 既然小前辈如此建议 咱们就去那里吧 不愧是前辈推荐的地方 这里果真是尘消中的清静之地 沈少侠 代我整理一下思绪 再将此事一一到来 我们客下并无他事 孙前辈无需心急 想到什么了慢慢说就是 沈少侠 那日我与点珠回山之后 摄阵行仪 观四方之巷 惊觉天极月清 三元朱要偏移 还尘间的行购更乱了一分 这些年来 各地异象频传 特别是前阵子 数次剧烈地震 纵观着种种技巧 暗示着正在酝酿中的巨大灾难 很明显的 自开天辟地以来 便定下的天地之线 正逐渐崩解 一旦超过极限 人事便会在前所未有的灾结中化为乌有 为了寻找解救之道 我随即入洞闭关 行明观之法 此乃本门道术中最为高深的法门 虽然大号自称修为命数 但借由魂魄藤游无方太虚 可在明观中 朦胧的窥见将来 虽然我的修为远远不足 所见的只是暧昧难解的片段 然而当次危急之际 即使是一点点线索 也会是存续的关键 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那次明观中 看到了申少侠 也就是说 申大哥与这即将发生的大劫有关 嗯 虽然我自己猜不出 这其中有何关联 但我肯定自己没有看错 申少侠 必是化解此劫的解灵之人 而我还在明观中见到血光之事 申少侠 或将遭遇重大凶险 因此急忙赶来警告 希望申少侠 能及早提防避开这个劫难 如今你的身份至关重大 不论如何 绝不可有任何差错 嗯 多谢前辈关心 却不知 前辈见到了些什么 我看到 你与一名白发女子举剑相斗 打得甚是激烈 你们两人之间 虽有千丝万缕的姻缘 却注定必须以性命相拼 而在最后 一柄漆黑的剑 输然画出火焰般明亮的光芒 猛然刺穿了其中一人的胸口 我看到有人怦然倒地 在流遍漆黑地面的鲜血上 映着高悬天上的赤红明月 前辈看到的白发女子 应该是辽人的首领萧音 这或许意味着 他们两人终须一战 并以血腥的结局收场 凭神明观之法极为灵验 刑罚者所见之事必定会发生 孙前辈 那白发女子萧音 乃是秘密轻松的辽人首领 我们曾数次交手 但她或许 也感到着难以言喻的情分 虽然她伸手远胜过我 却屡次留情 始终没有痛下杀手 原来如此 看来我在明观中所见 乃是确有其事 既然申少侠心中已有定解 孙某于此 当然不会多治一会 不过那女子与你姻缘深厚 这番纠葛 或许终有化解之法 不过还请申少侠务必记住 无论如何 都不要冲动行事 你身为天命所定之人 天命自然会引导你 行往应去的方向 而孙某只要力所能及 必定全力助你通过这最后的考验 多谢孙前辈 您的金玉良言 在下必会牢记在心 神上侠不许客气 之后我会先到开封城里四处走走 若孙某的推斩没错 这开封城 应该就是诸般迹象所示之处 此地的气虽然混杂不堪 有些人 多少还是能察觉出一些端倪 如今三元的偏移已尽天际 萧音在等的 应该就是这个 若我的推斩没错 她很可能会挑选近日某个夜晚 采取行动 你要多留心任何突发的异想 以免错过阻止她的实际 之后我会留在开封城中 有事之际便可赶往协助 而在这之前 沈少侠你们不妨多养精蓄锐 以备戒时之需 那么此刻我就不多耽误你们了 咱们回头见 有劳孙前辈了 还请慢走 沈大哥 你还好吗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 我不曾看过你的神情如此沉重 想必是因为孙前辈那番话的缘故吧 杨妹 其实我内心也未被预料到 最后会是如此 只是不希望 会是这样的结局 许多个人 能不能贵 其他人 我去辩论 都不信 哪个人 有点许多 那我就不服卻大家的美意了 咱們走吧 那個不是劍那個是 那是另外一把 是槍的樣子 啊 啊 好 防摩也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蜜龙九禅 算是天界的神病 到底那个魔腔跟这个天界的神病哪个比较强呢 我们要看看哦 物流纳克 地龙九禅 甲御守员 这些加满 哦加好多哦 不攻击会下降 这些都是位就是武器的 滑光反而变多哦 比较痛 哎 滑光那个数字是越高越不痛 意思吗 我认识越低越不痛吗 我们可以先看看 好我们把那个 这个 好 装备 你们刚才有看到吗 啊 这到半天 然後跟剛才那個 然後跟這個 這也是飾品吧 清脆幻死可以合到 哎不是飾品這是事件的物品然後給 和這個九星華醉 ok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飾品 這個 還不錯還不錯 很像汽車銀路 有沒有很像汽車銀路 雷進的 內功 近速散去了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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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哈真怀念 然后 这个应该没有比较强 是 这个没有好 刚才已经前辈久等了 我们花了一番功夫 走上找新的一些药材 这就请你瞧瞧 辛苦了 不需要的就是这些药材没错 小子 凌早争取药材的确有套 不过现在先不提这些了 那么小燕君 待会你先带何官的人到后面的房里 请他能在大厅等候 但接下来是我的工作 不过凡事总会有意外 这不一定会临时需要你们之处 如果到时候真有这些需要 就得麻烦你们 这这样没问题 也先听我担心前辈的安排 何大哥 或许此时并非完全出于你所愿 用刀学习魔符也绝非等闲之事 不过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还是彻底去除这个过患为疑 忍清你多淡代了 真兄弟多心了 何某你和大家一番好意 何某原本就不惧生死 更不怀疑当英前辈的过人移术 也希望之后 不会让各位为何某操心 可观察大眼是过人 看来不在光影长时下 待会应该会十分顺利 这就准备开始吧 大英前辈何大哥状况如何了 那这还好 不过如果锁掉有出一些状况 那魔符比我义气的大 切离时会需要一些 火力充沛的鲜血 这白药坛里面 几个四个年轻人 只能找你们要了 证明问题 大英前辈 我们需要取多少血 用刀量不会太多 大约这茶碗一半的就够 对了 我只要生小子和小姑娘的血 用完养胃就免了 你们都不是凡区 魔符多半承受不起你们的血 事为止 表妹 我们就动手去写吧 啊 何大叔 你看这些这比以前好多了 看来在除魔符胜利完成 不过动到开服绝不是小事 应该多休息一下才是 怎么这回就动起来了 这我也没办法 我观察觉得没事不肯多躺一会 不过 做了血淋神诸的福 这回的成果连我自己都十分满意 如今魔符余毒都已除尽 伤口也没什么大碍 提早让他上传一个神的小燕金照料的功夫 我因此也取得稀佑的魔符 所以这回可说是皆大欢喜 你们也不用多对我说什么道谢 啊 这个魔符该不会是鬼魄师王所用的吧 不过生小子 我又已经是要单独跟你说 让我们到旁边去 又要到旁边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会不会和大哥他还有什么 生小子 我一向不喜欢说出别人的秘密 因为这之后会惹来麻烦 过去我也因此吃过无数苦头 不过你是可以信赖直人 所以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你 记得昨天我现在有药血的事吧 那是在牵你魔符时 用药物调和来作为镇静之药 不过嘛 那魔符与患者共生已久 可能会认出那并非患者自身之血而产的抗拒 那人都找不到与患者相可的血 就会多上不少麻烦 昨天我说到的 共有你 小燕君和那姓白的姑娘三个人的血 我先拿你和小燕君的事过 一个我都不太理想 但在使用那姓白的姑娘的血的时候 让我出奇的好 而且能与荷官人自身的血浓为一体 这只可能代表一件事 我就说嘛 白双咬头上来点猪花 的妈妈 不是白双的妈妈肯定跟和 和官的人有圈圈叉叉嘛 那他们俩人血缘极净 我认为应该是妇女关系 那你前辈 你这发现实在非同小可 但这才感觉出 咬面和和道说两人之间有种奇妙的观点 那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也没有打算积极确认此事 如今从前辈口中意外证实他们真的有一阵层关系 该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 我仿道不知要如何是好 神小子 我只是觉得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秘密有人为此遗憾终身 至于该怎么做 就由你来伤脑筋吧 那么此事就将告一段落 我已经回去处以魔府了 如今当一前辈 你先回去忙吧 就显年神珠就这样被你拿走 神大哥 但一前辈在你一旁说些什么 叫我们咬了半天耳根子 好像谈了什么重大秘密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可以说来给我们听听吗 呃这个嘛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虽然何大哥体内魔府也被清除 但能有有损元气 需要讨好大吃大喝几顿才能恢复过来 因此 但一前辈特别私下交代 要我回头记得安排一下 呃所以咱们赶快回汉阳或开工去 四处痛快大吃大喝 顺便请做何大叔重获健康 经过长命百退台词 嗯 圣大哥说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疑 如果我赞成大吃大喝一顿 那不就这么说定啊 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就不客气的大喝三谈 任兄弟怀妹子 到时候 可以陪我好好喝上几杯 我肯定开心喝酒 还是最好的延年益寿之道 这当然没问题 何大哥的邀请 我必定奉陪 那咱们继续走吧 肯定姚妹 已经等不及了 如果处理得宜 或许能让我 人魔融合的理论 有所突破 沈兄弟好酒量 让何某再敬你一杯 多谢大家陪我喝酒聊天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沈大哥 像这样和大伙一起喝酒 是很开心的事 铁下楼酒店的蒸尿 又装饰好喝 我就忍不住 多喝了几杯 何某浪迹江湖多年 遇到的多是湘野比俗之事 说出来 怕有爱众位倾听 天地见闻 肯定远胜和某 我们自动就祝 小天辈分最高 不如就先请他来说如何 老夫久入道家之门 常年必居山中 不问尘世之事 平日潜心于 修神殿器的神仙法门 这种生活素食 也如驴日 老实说 也无趣的情 都不算有什么 值得一提的 哼 何大叔与小前辈 都好吝啬 口风紧得要命 既然如此 看来只能指望蓝姐姐啦 只怕 又要让姚妹失望了 十分想满 妾子记得在地震中醒来后 离开山洞寻找工作后的事情 我这句话 地震发生之后才醒来 他到底是谁啊 他真的生命到现在还不知道 小前辈 小前辈就这样子几句话带过去了 而在这之前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半年想不起来 仿佛是因为沉睡了很久 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得一般 两个各种学过的心觉 点击的内容 我却要记得清清楚楚 莫菲兰姐姐一觉醒来时 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就只记得要寻找深大哥吗 的确就如姚妹所说的 等等 刚刚那是 蓝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在城中试用一顿咒术 而且在施术时 用了不寻常的极大咒力 迹象非常明显 老夫也察觉到了 那应该是在此地的南方 记得原来 萧音也擅长使用一顿咒术 等等 此地的南方 依照方位来看 莫非是丁卫丁大人的居所 齐云帝 不无可能 这位宰相大人知道的秘密 看来不少了 这么说来 只怕丁大人会有危险 事不宜迟 咱们得赶快去他的宅邸瞧瞧 残余的咒力 这里应该就是一顿咒术施展之处 而这房子看似普通 实则设下了某种变幻投挪的 顿甲之阵 此术设置极为繁复废实 可以肯定 是此地主人所为 丁卫自称略通先方倒数 看来他的本事远不止如此 倘若有人在上面使用咒术 必定与丁大人脱不了关系 公子 顿甲之阵 会使书房内的格局扭曲倒逆 丁大人似乎也设下了御笛用的风符禁制 肯定不宜应付 蓝姐姐提醒的是 不过咱们 看来别无选择 这段路还真漫长 我们总算来到这书房的最顶层了 原来如此 这位丁宰相 着实是深藏不禄之人 而地上的胶痕 应该就是先前的一顿咒术所留 可惜啊 着实是令人扼问 这法阵一回 咱们就无法尾随其后 寻找他们的去处了 这倒不难猜 这法阵寻地脉一路 往正北而去 若以方位来看 应该就是御清赵应公的方向 哦 这就说得通了 哦 姚妹真是聪明 如此解释 就一切都合情合理了 公子 放在这书房里的 似乎是丁大人特别珍重之物 其中说不定 有他当初建造御清赵应公时 在地下发现的遗物 蓝姐姐说得有道理 这里肯定有什么重要之物 咱们就先在这书房 好好搜寻看看 嗯 特别这个大石板上 应该是代表酒药的符号 但看起来连币不久远 却满步斑驳的射者 裂痕与曝损 是不是遭到烈火焚烧后 又满入地底一阵子的结果 酒药 又几次观看 还能看到一些肉里难辨的魔果痕迹 好像是被涂上什么颜色 占不到这是什么用意 或许可以用什么方法看得更清楚 忽然 借助霸者之言 显忧现影的神奇力药 就能看到已经消退了痕迹 太阳 太阴 金药 嫉妒 这四个星药 周围只能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 这应该有某种含义 虽然此刻还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不过还是先马上记下来吧 他不是在这边调查了两次吗 这个 青铜钥匙 青铜钥匙 原来钥匙用在这里 断地带人找到那个钥匙 但他并不知道这这处地下遗迹 所以所以也并会亏出其中奥妙 效应一行 你定大人或许在前面 为你赶快才行 效应一行的定大人或许在前面 为你快点还行 没有军行 效应想妨碍 无数大人 哎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不过一如赤宗神的预言 你们果然还是跟了过来 小姑娘 你我分数送了两方 双方虽是敌人 但长坡你多次手下留情 我也十分感恋你的这份好意 希望彼此能不动干戈 但终究 免不了如此结局 这回你鲁杰当今宰相 丁大人闯入开封地下 属于毕竟是今天动地之事 恕我无法再顾及过去的情谊 就算得对你道歉相向 未非阻止你不可 臭小子 要知道屋主大人 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申子俊 我可没打算鲁杰这位丁卫丁大宰相 大火流星 他背上了服饰 申子俊 我是为了你才不得不用这种小手段 这事命煞朕不会要了你们的命 只会让你们暂时历劫婚约 那 小姑娘 你不能再一孤行下去 你听我说 你不会明白的 我怎么觉得消音的祭祀感有点像那个黄胡森啊 不 不 小姑娘 我被那个 自称赤宗神的家伙 骗了 他绝非真正的神子 只对你有魂魄之戏 慎怒你的心也操纵你 就算你听没完成他所说的一切 那也绝对不会实现诺言 来 屋主大人 神子俊 这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没有 有 不 没有 大王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不知不觉间 一时失了膳 大王只是太过劳累了 不知我是否还有面目 去解江东福牢 大王 启禀大王 因为汉军猜中了我们要经过东城之园 埋下伏兵夹击 加上天黑夜雨 许多弟兄们在途中走散了 一时来不及赶上也是有的 请大王无须气馁 事到如今已不可悔 咱们还是在此做个决定吧 幻军上下要的是我的人头 我所到之处 铁军必会疯有而知 更感谢你们忠心耿耿 始终跟随着我 人鹅 敌众我寡 乱战中 我无暇顾及你们 都会突然那么白白送命 与此这样 倒不如我们再次分道扬镳 各自设法逃离此地 不过你们还认为 认为我是楚国王 那就设法忽悟下来 渡过五将 无论如何 千万不要轻贱性命 与崇一般的汉军死伤 你们都是楚国的精锐 留得一人算一人 等将来回到江东 必定有机会 重回我楚国的惊奇之下 明白吗 属下明白 虽然我们都不惜 为大王牺牲性命 但以大王与渔夫人之能 属下这点威力 反倒还会有所拖累 大王愿意为属下着想 感激万分之余 自是公然聪明 这才是我的好部下 此刻汉军须于便知 你们早一刻逃离此地 就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 不要迟疑了 快去吧 大王 请您务必保重 咱们回到江东再聚首 因为 到了最后 留在我身边的依然只有你 就如我们出世时候一样 或许 这也是命中注定吧 大王 臣妾生来的宿命 就是辅佐您成就天命 您是命定建立万事基业的帝王 不会输给刘邦那侍景之徒 大王 大王 于此 臣妾有一句话藏在心里已久 但不知该不该 在此时此刻说 大王 于此 臣妾有一句话藏在心里已久 但不知该不该 在此时此刻说 有没有 臣妾希望 今后大王 不要过度依赖霸剑之威 你 你说得对 之后我的确是场心思迷离 思绪模糊 万万突起意而来 以此恍惚 这曲颗粒 似乎就换成另一个人 回过神来 才静觉在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念之下 坐下了愚昧之举 而每当我与回想此时 终会有一阵倦意涌上全身 我的疲惫之云 只能暂时将思绪勾想 故意久于自己过度劳累 能够这样的错误一再发生 量成许多无法弥补的祸患 我们因此措施许多陷阱 也让刘邦那时有机会做到 之后张良的计谋 已经是一再失礼 连霸金也无法扭转魁石 只不过短短两年 我们就沦落到这原业败逃的局面 就其原因 的确是因为我轻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异响 以致日后不断犯下难以挽回的过错 才会造成现在的结果 你妹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八千造成的吗 听到大王这番话 臣妾总算可以放下心了 臣妾总算可以放下心了 我记起了蓬城之战时 在顾白龄那无可弥补的遗憾 我会拱破张良的护僧风气 孤独催死霸剑 一直从中之下过大的建立 会有你设下的后天阵 刘邦都已平安逃脱 姨妹 您说的没错 八剑是造成一切罪魁祸首 两个此刻有数十万 还要去再后追赶 我们就出现凶险非常 要渡过这个难关 在这里引以来她的威力 此刻我们的确需要八剑 然而陈谦要再次求大王答应 待咱们回到江东后 还请大王暂时将八剑收起 胜而藏之 因为 眼前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段无继续执迷不务之力 承蒙大王愿意接受臣妾的请求 做下远离霸剑的承诺 臣妾万分感谢大王的信任 也必会以性命 信守昔日的约定 跟随您到最后一刻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因为 我向来全心信任你 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约定 当初张良就劝告你了 然后鱼姬也不信张良的话 到后面 已经疏残了 才开始发现啊原来都是霸剑的祸 如果下远这个时候 才听鱼姬的话 一切都来不及了 诶 招式一样啊张家 张家应该都是一样的 手里的感觉不对劲 因为 你也感觉到了吧 有人在此布下了乱戒 看来张良 又抢先了我们一步 幸好这乱戒虽然厉害 却也有个可以利用的缺陷 不愧是我的爱妻 不论遇上什么难题与凶险 你总能马上想出阴影之道 所以 我只要找到灵皇走入其中 刘毅随后出现了金色灵火 并跟随他而去 这样对吗 正是如此 埃及无需多心 至今你可是从未让我失望过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王鹦鹉无双 当时无人能及 岂是张良所要相比 重点来了 二长娘在此关后两位 绝非是谈吐向汉王秋功妖赏 只想诚心诚意请求向王大力一件事 只要向王能运运实施 张良便攻送两位安防将斗 从此投身处赢 选心辅佐向王 长良 我的兵法谋略一向远不如你 派的无话可说 若你有本事辅助刘邦打败我 最可要打算判你刘邦投手 之前的努力 前功尽弃 你所图的到底是什么 项王 我所图的与你无异 就是建立永世太平的天下 这原是你的使命 无量你急遭冒险 不停劝告而上去霸解 这次环药偏离 忠心入戏 我只好扶植刘邦 以抗其轻 而向王今日兵败之辞 便是当初自己种下的恶果 那时引出的凶心 已进入五地座 其杀猎 顺刻你的本命地心 你遭逢凶祸大难 不但其遇益尽上 连心命以为等担心 那可向王无需因此亏行 更难此刻刘邦取得天下 但他 仅是复兴之格 只能待甄嬛 战至江上 地座难以尝叙 请向王仍下意识之路 暗时引论将冻 避过这天刻凶死 今代凶行逝去 重要归问 而这凶养之习之音 蓄积实力 不出二十年 暗世必乱 皆是向王从政旗鼓 便可取而代之 当娘 亦会静心在旁运筹帷幄 按天下重归相王之手 张良 您刚说的这些话 可是真的 当才的话这种 若有一丝虚假 张良甘愿堕入天牢炼狱 受万载焚魂之法 长良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始终不能明白你的心思 反正我此刻是会败君之将 只能相信你这番话 是真心之言 既然如此 你要我答应的是什么 我所求之是十分简单 请向王解下腰上的霸剑 暂时将它交给我保管 你说什么 向王 你应该明白我所说的凶兴 其实就是霸剑 其赤黄药于天地 将入地作之际 与你来的是最凶险之刻 当此时刻 我必须如履薄蔽 却不能多冒一丝一毫的险 向王 发现与你与我 与这人士 都是至关重要之物 难怪他已损起向王的魂魄 继续留在身边 会带来莫大的凶险 张良 只想代替向王 将他妥善收场 别无图抹霸剑之心 来得三起起聚 天使来临 我必会双手将霸剑奉上 并供与向王登基陈座 从立万事正术 完成你生来的 够了 给我闭嘴 向王 我为头十案 你仍然执迷不悟吗 想都别想 霸剑是属于我的 你要我交出霸剑 除非我死 不对啊 他都说要投降于你了 你霸剑不给 你当时 你刚刚答应鱼西的 不他刚答应鱼西的是说 鱼姬啊 鱼姬是说 回江东之后把霸剑封存 咱俩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赶快劝一下 小王 霸剑看来已深入你的魂魄 到此 已经无可挽救 写的是害你曾经的恨 这一切都算是我罪过吧 即使得用性命仓皇之罪 我也不会放弃救你的最后希望 这边应该又换了一个人格了 向王 得罪了 我猜最后应该是鱼西 啊 鱼鱼鸡啊 鱼鸡挡下这个霸剑的 项羽之剑然后 项羽不小心误杀之类的 肯定是这样吧 剧情通常都是这样演的 但是这就这样的 alpha 小王 小王 Frederic 炼赢天花之刃 安个攻心抚啊 我有攻心抚吗 有欸 他只能放一個人 欸 這招有點爛喔 欸 沾拿 沾拿的圖像換了 大家知道嗎? 大家有發現嗎? okok 要把 欸? 沒把劍就要掛了 放一個單體劑齁 對啊 我 這張娘的 那我恢復正常 那我不是頭像都是 都已經換了嗎 他都換了啊 啊 完蛋 沒有啦 我做的是那個 三娘啦 好 又贏了 應該是最後一戰吧 應該是最後一戰吧 我就是左相無敵的西楚霸王相依 你的劍下從來沒有對手 凡是與我為敵之恩 都得死在我的劍下 現在輪到你了 小王 我經歷了 但你絕不能把魂魄輸給了霸劍 不過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從此 你再也妨礙不了我 這是 一陣吐氣而來的頭痛 可惡 這是什麼 我殺了他 大王 你沒事吧 我的頭好痛 這犯入獵頭關腦的巨痛 這不像是什麼東西 就突然進去我 頭裡面 要 這 我殺了他 我殺了他 大王 那要鑽進你腦中的 必定就是霸劍的凶性邪念 求你放下霸劍 讓這一切到此為止吧 我應願你失去天下 也絕對不願眼睜睜的這樣看著你毀在霸劍手中 就算沒有了霸劍 就算實現不了我們的夢想也無所謂 只要相亡依然是相亡就夠了 我們可以兩個人一起歸隱山野 攜手遨用於五湖四海之間 再也不過問陳氏之事 我們 你認為我已經窮途沒落 不如放棄一切歸隱山林嗎 笑話 只要霸劍還在我手中 我一定能取回屬於我的天下 任何膽膽阻止的人都得死 即使是你也一樣 大王 臣妾明白 這些話並非出自你的本心 然而八劍能影響大王至此 離心神被他徹底奪佔只剩一步 臣妾願以獲出性命一死相見 至求大王先射下八劍 你看吧 他們剛剛猜的一樣嗎 就是不小心就是像魚殺了 不小心誤殺了 魚影 哦 要不然怎麼會智紋烏江呢 對不對 歷史要重演就是要這樣改的啊 啊謝謝艾茨 啊歷史重演就是要這樣改的啊 對不對我猜猜猜的一點都沒錯 啊 我就是夏侯宜兵你嗎 啊皇甫生鳳梨生嗎 哦 然後死掉之後 哦 被自己誤殺 然後才在後悔 為什麼 哦一樣啊一樣的劇情啊 有點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麥香最對位 你這個渣男 你手上還拿著霸劍 你說你渣不渣 我 我 我剛剛對你做了什麼 莫非 我對你賜了一件 我 我 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大王 大王 這不是你的錯 我 十八件的邪念 讓你失去理智 不過此刻 我 陳妾在大王的眼神中 看到了以往的明朗清亮 相信大王的神智 已經恢復清醒 我 我 你怎麼會做的 你怎麼會做的 我 我 你怎麼會做的 我 你怎麼會做的 用这条命挽回这一切 不过 只怕臣妾 无法再遵守诺言 继续随时在大王身边了 即使如此 请大王不要因为 臣妾的离去而悲伤 即使没有臣妾在旁 大王一样是 成父天命的霸王相遇 要完成 从太古一流至今的 未经大业 除大王以外 再无他人 请大王 无必好好珍重自己 臣妾 不能再伺候你了 诺 姨妹 我们约定过要一起 低造新的人士 我们还有许多梦想 要一起实现 你不能 就这样丢下我离开 请原谅臣妾不能聪明 臣妾的伤 看来是不成的了 虽然臣妾也不舍从此 与大王分离 然而 我们终续在此一遍 皇权幽远 不知能否再有相见之事 绝直 delightful 就是 居心 mayor 不知能 script 需要 疯狀 顾 这个甘妾 当时 �伦 姓 你想到玉姬身上这好几层 穿着太古的挣魂之血 就在霸剑即将夺占你心事之际 认识过他的狂信 向往 长久以来 你一直坐在疯狂与致命的起舞上 诺贝玉姬都上了性命 在最后关头将你从悬崖边缘救了个回来 剑下便在无聊了自个了霸剑的狂信 一切将忘记不复 向往 如今你明白狂妄与固执 让你付出多大的代价 若你痛心欲气的逝去 就更不能辜负他对你的寄望 寄托与期许 你要朝日振作起来 重新承担起 如于你的天命 天命 我还应该在乎什么天命 我请因为 已经离我何去 这死产的一切 以后都没了意义 就算我终得取得天下 早会认识之主 那又如何 想吧 于姬林中的叮嘱言犹在耳 难道你听不进去吗 昌良 你不会明白 我与盈媚之间的相知相惜之情 是盈媚的鼓励 能够重新振作 我才能成为今天的霸王相遇 我也才能为他取得天下 一些创造没有生乱的和平的事 他是我的这世上最重要的人 我却轻松赌走他的性命 没有一昧的此时刻 再也没了与我分享 那些梦想 与约定 一同 献下了霸业 人世的未来 与我已经毫不重要了 如今我又成了孤单一人 而之后的余生 谨慎的 只有独自徘徊于天地的苍茫之间 面对无穷无稽的悔恨罢了 日益之刺 这人死 又有什么只能留恋的 倒不如 小王 你千万不可一时冲动 霸剑啊 霸剑 我一直相信 你是属于我的真黄之气 虽然你的神为让我所向披靡 占无不胜 但你却图谋害主 以凶性杀力施占我的心魂 令我犯下 无可弥补的大错 我被你毁了一切的话 今后再也不需要你的力量了 你是无所的生病 你或是不同的反兵属铁 与我已经没有分别 此刻 你剩下的最后的用处 都是让我擒尝自己的罪 下王 快住手 你不可 长良 这无谓的人事 就留给你和刘邦吧 我先去黄泉 与盈媚相会 咱们永别了 相王 没想到最后会是如此收场 拐藏鸟一昧无论 总绝还是无法阻止这一切 或许是天意吧 怎么会用这种事 相羽这傻小子什么事想不开 竟然拿了霸剑自吻 使他因为犯下施主的尽罪 而封印成年 现在 他变成了这个样子 要回复旧官 可得大费周章了 侯爷子 你居然还好意思开口说这种话 如今事件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甚至你都穿到头自己一手造成的 就因为你继续看到毕生结束在祈祷所能一展身外 临知天时未至 如果心未起 却故意透露无地公之密 至此向我在天鹅之隔抢取霸剑 被从此布上无法的绝入 更能 最后我竭尽全力 仍然挽回不了这天气的狂烂 我爷子 当时未完成霸剑 而肝堕落 舍弃一切成为魔人 而此刻已经不死之身了你 却你几十年的时间都等不下去 是你那愚蠢的性质 导致如此结果 现在你满意了吗 招亮 你说得对 这一切的确都是老夫的不是 然而老夫也不愿看到事情变成这样 你说这一项 该如何是好啊 人世还剩千年的余裕 不过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将会与鱼姬两人皆始于霸剑 与她的姻缘还不会就此结束 如果度过优穗黄雪的漫长时光 没有他们忘记一切 我相信 这后一定会再次他们转身回到这人时 因此 我们此刻该做的 就是为他们在遥远的将来 做好准备 侯爷子 这有一大半迭路在你身上 您可别耍带推托 那还用说 也来老夫对于此事的确有责任 而来 要是霸剑之主无法完成天命 只怕这个人世将会不保 欧爷子 你负责等待霸剑之主 再次重现人世 为他将霸剑从沉眠中唤醒 并从旁协助他 真正将霸剑完成 你是不死的魔人 又是霸剑的锻造者 这差事 非你莫属 真是件无聊的差事 看来少不得 要等上几百年 我两度为相王以霸剑所上 虽然一壶身影保住性命 但这回沙里深入脏腑 真缘内魄受窗过身 一命不久长 因此我会在离世之前 遭到可以碰上霸剑的安全之所 身心中要从归其位 地心指挥 在信于隐气药之上时 霸剑会在造化安排下 重现于世 再去这段未经的宿命音乐 我要让霸剑回复原状 也非得要他们两人不可 我意思 这次霸剑与人世的未来 就交给你了 正良 你这人真不够意思 既然自己说走就走 你就放心让老夫 独自承担重责大任 我跟着过来瞧一瞧嘛 来得真快 看来汉军上下急着争夺 擎杏杀相王的战功 只看我们聊到今天会是如此解决 弄上自己法律所胜无几 无法带走相王两人的遗体 只能留下给他们糟蹋了 反正人死了 这次霸剑就只能化为尘土 又有什么差别 你说的是 此刻最要紧的 就是将霸剑代理此地 欧叶子 看来该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这次霸剑代理解决 这个老夫会牢牢借住的 这个老夫会牢牢借住的 这可 老夫会牢牢借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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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济于事 只能将一切 寄托于来世 近日一别 就是千百年后 遥远的将来会如何尚未可知 让我并快接近全力 帮助你完成此生未尽的天命 只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相见 难道说张娘就是小前辈 不可能吧 小前辈的孩子这么少 还是张娘 就是 蓝姐姐 好色哦 应该不是吧 这张娘到底是谁啊 还是张娘是 姚妹 也很色啊 都很色 向往 别的 嗯 中文字幕 字幕 李仁弦 沈大哥醒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点头晕 姚妹 我昏过去多久了 沈大哥 说来也巧 萧音一行离开后 孙前辈正巧赶到 她解除邪阵 并将我们四人救起 唯独沈大哥你 一直昏睡不醒 我 做了个很长的梦 其中的景象 其中的景象 如今仍莉莉在目 沈大哥 你说你梦到了 以前的你留下的记忆 此事说来话长 等之后我再向大伙 细细说明 我就知道沈大哥 总是念念不忘的 小姑娘 计划 愿者 此刻势不已迟 咱们这就快走吧 老人 啊 去哪 什么 什么 乱 酸 寒 帮 马 这些就到此为止了 庞昌 怎么只有你们在死 萧姑娘呢 屋主大人有钥匙在身 此刻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蠢妥子 到了现在 你还跟他们啰嗦什么 庞昌 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说 准备受死吧 沈子军 你们南朝有句话说 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没想到会在你们手下惨败 语武既不如人 输得心服口服 我有父屋主大人的嘱咐 死不足惜 你就成全我吧 语武 在邹县城外出狱时 我们的身手远不及你 沈子军 我虽是你手下败将 却也是堂堂大了五人 与其靠敌人的同情苟且偷生 倒不如再此一丝了之 语武 你我虽然分世送疗 但彼此以五人之身相近 你的死在已接近所能 你其为都是一死的失败 心眼求死 而不惜留下性命 待他的在余 那也在下一分高下 算你说得有理 既然如此 咱们谁也不欠神了 于武能捡回这条命 日后自当闭门苦练 以选今日之池 沈子军 来日我必定会再来向你讨教 这真是荣幸之志 在下必定会随时候教 报索回来 此里或许将会发生大事 还是趁早离开为夷 不管身上有伤 不只能否自己离开这里 有劳关系 我身上的伤倒还不碍事 据屋主大人所言 前面的处所叫太乙三书座 这个强隐四方灵气聚集的巨大机关 让开封城得以空前兴伤 原来那里叫太乙三书座 多谢你的说明 你就放心离开吧 刚快带着剩下的人马回大辽去 最好的事交给我们就好 于武 咱们后会有期 妖妹 何大哥 于武虽是大辽五人 但个性豪爽磊落 过去也对我们心怀善意 如今胜负已定 我不想多伤人命 因此 擅作主张放他离开 希望你们不会见怪 沈大哥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我早就猜到你会饶他一命 他只是听命行事 既然已经认输 便无需过多为难他 何大哥提醒的事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快走吧 这是 这巨大的深渊 就是太义三书座 丁大人所说的幽深处所 应该就是指这里了 然而往下望去 看到的 只是深不可测的一片幽渺 是 书座本就是一位在地底深处 以利皆引地脉之力 虽然这深渊看似无路可走 但为了前往最底下的书座所在 就必定留有 可以往下而去的道路 咱们仔细寻找便是 原来是这样 多谢小前辈指点 欢唐好巧 跟以前长的不太一样 花魂花君 好 好 急雷如力 好像沒有特別有劇情 沒有 山蘇懸言 為什麼這邊一直讓我覺得是幽毒啊 阿 聖天保佑 我們似乎是趕上了 在中央法陣之前的 應該就是蕭姑娘 沈子俊 你總是不把自己的命當一回事 蕭姑娘 至今一再服你你的好意 實在過意不去 然而在下此番前來 是因為有鑰匙相告 我的安危 沈子俊 你這人的話總是出人意料 蕭姑娘 我知道了赤總神 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ÜHㅍ fulf陣子俊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編出這一大段故事的 不過若你以為這一派胡言能騙得了我 你就未免太天真 小姑娘 这并非虚言 你只是还没记起以往的一切 我们过去曾是 身世与共的伙伴 却因为霸天所化 遗憾一众 造化让我们转身到 回到人世 是为了了却这段 未尽的姻缘 算今次的迷我 出生要冒于前世 全然不同 要魂魄中的记忆犹蠢 你会被涩化 回想过去的一切 不要再被那虚拽的刺松 继续欺骗下去 深自军 很遗憾我什么也记不起来 而即使我们之间 真有什么渊源 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小姑娘 求你听我直言 够了 深自军 那敏雷 我可是有五个人 开什么玩笑 我会输 不可能 输多少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能会输 好痛 太痛了吧 我要放六甲争议了 好强 好强 我要弄 恐怖大法 等下被打到已经复血不满力了 直接躺 老方就讲声音之后会比较激动一点 恐怖大法 打不到 悲惩好就是这样 大黄单 好强 好强喔 好强喔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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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你是因为心有杂念 在此战中 无法全神灌注 以致原本灵力卓绝的剑招 威力大减 我们才得以侥幸获胜 沈子俊 别看不起人 我可还没有输 小姑娘 小心 小心 小音 感谢你长久以来对赤宗神的赌信忠诚 如今通往古大梁城遗迹的法阵已开 在献上你的阵魂之血后 你在今世的使命就此告一段落 你可以永远安息了 义父 你为何 怎么 臭小子 你不高兴我杀了这女子吗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如今整魂之血的风影已经解开 霸净你真正完成只剩最后一步 等她摆脱回去的自告自护之后 她就不再说明这前主了 而真正为我所有 曾子俊 也讨厌 也是我再会来找你一世霸净真正的力量 咱们之前未决着胜货 就留到那一刻吧 义父 这霸净身怀邪心 您切不可为她所迷惑 义父 还是请您思量再三 别像萧姑娘那样被她利用 臭小子 你胭脂我会拿她没办法 不用多久我就能证明 死人无名才是名副其实的霸净之主 我那时也就是你的死期 就好好等着吧 义父 小姑娘 又不会又跟前世的剧情一模一样吧 就不活之类的 又聚聚的吗 小姑娘 你的伤害好吗 我 是沉洁玉梅 一直被八千七万到最好而不迟 是沉洁玉梅 你认得我了 你的记忆恢复了吗 你 在八千关雄而过的瞬间 我只觉得眼前已经 仿佛 总有记忆一来 就笼罩在我周围的迷雾 突然消散了一半 不 因为 此洞城一别之后 我们之间已分隔千年 经历了这许多辗转 在想起一切 终于得以新日之山重溯不清 找到这寥寥数据之后 你又要抛下我一个人离开我 大王 大王 或许这一切 都是处于伤仓的安排吧 而我此生的使命 就是指引你 找到千年后 冲陷于世的八千 此刻晨昏之险的封印一剑 正是他的凶行 得以托付之时 臣妾秋大王 务必将八千 从神无名的手中取回 你才是八千与天下之主 只有你 那为人世带来永恒的安宁 愿大王 不忘昔日之缘 成就万世之念 臣妾便无憾意 爷妹 我答应你 无论如何 一定会将八千取回 你也要振作起来 说好了要一起开创新的人事 我会让齐前辈与丹英前辈 施法治好你的伤 臣妾是将死之神 請大王 不要为此费心 大王 原谅臣妾先走一步 不能陪你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火有渐气 请大王 忘了臣妾 切无牵挂 妹 小妹 王在幽命中漂泊千年 相约再来世相会 没想到命运如此弄人 让我再次眼睁睁 卡着你死在我怀念 都怪我自己没用 其实到了今生 也依然救不了你 看来我来迟了 不过我所遇见的 果然没错 是孙前辈 沈少侠请节哀 我虽不完全明了 这一切来龙去脉 但我能从瞻相看出 你与萧音前生 就与霸剑有难解的纠葛 而萧音再次因霸剑而死 或许也是早已注定的结果 沈少侠 是者已矣 来者可追 而解灵还需细灵人 你这一路寻找的答案就在眼前 霸剑则是解开一切的关键 只有取回霸剑 你才能明白自己所为何来 将向何而去 我也明白 你伤到萧音再次离你而去的心情 然而你是身负天寿大任之人 想必明白此刻以赎者为重 沈少侠 为了不让他白白牺牲 你务必要振作起来 孙前辈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我也答应了他一定会将八剑取回来 然而 他才刚离开 我舍不得就孤零零地 将他留在这冰冷的地方 理当如此 不过山上侠无需为此费心 我会以一顿咒术 先将萧音的遗体 以往亲近的住所安置 待此事处理妥当后 我会尽快赶回来与你们会合 多谢孙前辈 萧姑娘的事 就有劳您了 这倒无需夺虑 随后我自会追上你们的 不过我推斩不出 这一顿法阵通往何处 那里可能充满凶险 沈少侠 你们过去后 一定要多小心 咱们待会见了 多谢孙前辈提醒 在下 会牢记在心的 姚妹 蓝姐姐 何大哥 小前辈 如孙前辈刚才所说的 那一顿法阵 可能通往极为凶险之处 我为了霸剑影衣服 自知飞去不可 但你们就未必非得 师兄弟 你这么说就未免太剑外了 沈大哥 我们一路过来 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 只要我们五人合力 我相信 这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记得生无名从说 这法阵是通往大梁城祭 倘若这真是老夫想的那个地方 那这一趟 老夫就去定 大梁城祭 莫非 是战国时代 为的国都大梁城 不过老夫所听到的说法 与这有所出入 大梁城并非为洪水所淹没 而是毁于一个巨大的邪法凶阵 所以 那一顿法阵 或许是通往当年的 卫国大梁城 公子 你瞧大伙都想跟着你去一探究竟 若你不让姚妹 瞧瞧这难得的景象 她多半不会善罢甘休 多谢大家的心意 既然如此 我们这就走吧 这样才是我们的沈大哥嘛 真是 在地下深处 居然有如此庞大的穹顶空洞 看来老夫听到的说法是真的 这是血神绝煞阵 这些血神绝煞阵 是早已失传的上古邪法 不止刑法需要大量人魂血破 连施术者自己最后也会丧命 以血破引召深渊邪力 这邪法听了就让人害怕 他差点就成功了 这个高人 不会是剑胜吧 我幼时听兄长讲兵书史籍 也知道秦县大量这一战 没想到大量城 在一瞬间消失的真相 竟然是如此 时隔千年之久 凶神血涡的力量 似乎仍然完整 倘若如此 义父与霸剑 应该在最靠近凶神血涡之处 神兄弟 咱们就是为了取回霸剑而来 不论这段路途如何危险 我们也一定能越过所有艰难险阻 众人战场好 霸剑里面的妖匠 应该是很强的 打完他好像可以拿一个东西 诶 这么简单 等一下就赢了 有优焰甲这个 这是火葬汁的装备 看一下抢不抢 应该是抢的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还行 臭小子 你果然还是跟着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劝告 不过这样也好 不过这样也好 义父 求你 再听一次孩儿的肺腑之言 够了 神子俊 我不想再听你的花言巧语 你不过是寄予我手中的霸剑 你以为我会听信你的说辞吗 靠着此地的九煞灵箭 招架十日 霸剑就能大功告成 当此时刻 任何敢当来大量成绩的 大巫萨 既然你们等不及要自寻死路 那就提早再次做了结 生的之后该断未断 多生之劫 义父 孩儿 哈哈哈哈哈哈 我早已不是你的义父了 多说我无意 你 有怪 就快造化弄人吧 或许当初我在无名古教你剑法时 就已经注定咱们今日 将在这里一绝生死的结局 神子俊 我相信你对剑法的支持 不在任何高手之下 你演技咱们曾经义父子一场 你比剑来诀别 再何死不过了 在你实在乎的剑下之前 应该还能陪我玩个几招 神兄弟 不论是不是霸剑的缘故 此刻你义父眼中杀气自射 看来对你已无父子之情 我们最后拿出权力于他一战 绝不能造成侥幸 何大哥说的没错 义父 既然如此 就恕孩子得罪了 来吧 让我瞧瞧你的剑法有多少长进 用个六甲声音好了 他应该没有 像效应这么强吧 一副偷学招 偷学清招不教我哦 好 还可以啦 应该可以打蛮快的 他怎么跟木头一样定在那里 不错不错 你的身手居然在这段时日如此大进 除了天生资质过人外 看来石板上的刻痕对你也颇有帮助 我 臭小子 那五四精简全力的剑法 你都学会了吗 孩儿愚钝 只能粗略领悟前四块石板上的剑影 自己凭空想象不不死 补上不足之处 可以做出四招 四四而非的剑招 虽然勉強派了上用场 但其中诸多粗浅 躲落之处 无法发挥石板上建议原有的灵力精妙于万一 就孩儿这点斑门肉夫 其敢蜿蜒自己学会了石板上的剑招 用前辈有之 他不会嘲笑孩儿笑评学步 不自量一把 哈哈哈哈哈哈 石板上的剑意绝学是何等深奥艰难 即便是一知半解 你能领悟到第四招 也以远非常人所能 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另一个人理解石板上建造的高手 没想到我要找的人 原来就在身边 我果然没有看错 将来必能成为绝代高手 然而我可不能容易活到那个时候 既然如此 我可不能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 陈子俊 让我瞧瞧你从石板上领悟了些什么 那自刚自立的天里无间 被你施展出来是什么模样 没吧 拿出你所有的本事 我好好瞧个清楚 刚刚义父的眼睛变回来了 大家有发现吗 这就我那一句 义父的眼睛变回来了 难道说 义父你都在装 就说你在装你也不用杀了消音吧 會不會义父 大舌头 會不會义父早就知道霸劍的 霸劍的这个魔性会被 会捕食心智 然后一直在那边装装风卖傻 会不会是这个剧情呢 哎有可能哦 哎对啊 一切都是义父的阴谋 哦 最后还说那我瞧瞧你的天里无间 让我看看 扣600地鞋超烂的 嗯 哦六甲生意没了 不要再放一次 这招真的很烂 嗯 我上次被放恐怖大法 天降分裂的伤害 提出一下還要高一點點 哎之之類的 啊劇情我們都拆掉了 那會比較難打啊 那會難打多了 還是等一下衣服會變身 最終形態 哎 有可能哦 好你也會 啊對他本來就會 可是太痛了吧 我都放六甲生意了 他攻擊傷害很痛 哎不怕 哎才普通而已他就這麼會擋了 我現在玩普通難度呢 我會浪一下 我會浪一下 哇他就是一排的 哇他就是一排的 你呢 急雷如烈 哦 你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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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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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久沒有站得如此酣暴啦 遊戲 即使你們是依毒對少 任將我想著這樣 證明你們全身有本事 也好 这样天力无尽的最后一世 终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不过 从你刚才与我交手时师长的剑招看来 前四块石板上的剑意 你已经以物得六七成 并不在我之想 倘若如此 你怎么会无法领悟天力无尽的第五世 而第五块石板上的剑意 突然大异于之前前四招的狂煞横力 一转变 网络看尽千古幽极的空虚 与盖兰 想是因为孩儿年轻事前 不免前辈剑意中的情景 自然也想象出 想象不出这一招的剑路 与药 要如何施掌 神子俊 你说你不明白剑意中的情景 但你形容的却一点没错 这第五四精髓就是无我义无底 我非敌死便是我亡 不是能活着再出第二招的一剑 那我能真正从剑意上领悟舍身忘我归虚反击之心 灵无想无念云一剑而发 就能让这第五四的威力争于极致 你出着无人能臂 无人能挡 这正是我所求的最强剑招 或许你年纪太轻 不能明白无神无死的虚名之境 而唯一能克制这第五四的方法 就是十足一样的剑招相抗 如果你终究领悟不了这一招 那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义父 既然您执意如此 孩儿也只能舍命相赔了 孩儿虽然不才 也只能勉强领悟着无生无死的虚名境界 这是孩儿 最后一次您叫您的剑招 还请义父指点 圣大哥 就算我们打不过他 不过就是一起死罢了 我宁愿咱们一起力战到最后 也不要你一个人去拼命 难道 你不把我们当作是正式与共的伙伴了吗 姚妹 你们与我是最重要 而且无可替代的伙伴 我绝不愿失去你们 所以 就让我与义父 单独做个了断吧 或许三天 从一开始就安排了这样的结局 不 圣大哥 姚妹 让公子去吧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此刻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 相信上天的安排 可 可是 神子俊 神子俊 看来你终于下定决心一拼了 很好 你总算不再对我存有什么义父子之情了 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份觉悟 就只会白白死在我的肩下 十八年前的无名国 若非义父可怜强宝中的婴孩 愿意将他抚养长大 受以叔叔剑法 就不会有现在的孩儿 义父对孩儿恩重如山 只在你剑下 还有一绝无怨言 或许是天意如此 昔日平静的山中岁月 已不可再得了 我也想瀑布边 向你使出无法飞进那一刻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 还有对义父 无以回报 只希望这最后的一件 能不让你失望 哼 我没兴致听你提这些无聊的旧事 神子俊 别以为你这一大段娘娘强的感态 能让我动摇 现在 是咱们分个高下的时候了 拔剑吧 义父 那么请叔还是得罪了 瞧你闭眼百出的这驾驶 似乎真的有所领悟 神子俊 他们就用这天意无间第五四绝神 弃绝圣户吧 看你我二人 究竟是谁领悟出了石板上的剑招的真谛 来吧 来吧 我怎么没事 莫非 莫非 义父 耐能寻规 义父 你没事吧 你没事 是你赢了 你赢了 结果不该会是这样的 其实还是在这一剑凝聚的全不行神 也断不胜过您之力 你为何要在这种时候手下留情 为什么 臭小子 臭小子 你想多了 我可没对你手下留情 是你那灰心入身的遗见 让我忽然领悟之前惨不透的异境 我在那瞬间分身思索其中奥妙所在 竟然忘了避开 依父 还 还真的不想伤你 是我比你用这招拼命的 又怎能怪你 我虽然输掉了性命 但能见到天下最强的剑招 我已无所憾 我没有看错 你才是真正的剑法天才 就和那人一样 臭小子 我得感谢你完成了我毕生的心愿 天里无间在你手中重现余世 将来 你必定能无敌于天下 遗憾的是 我见不到那一天了 遗憾 遗憾 你振作一点 这点伤难不到您的 孩儿一定会找到天下最好的明英灵药 施法医治您 不用多费心了 其实有件事 我没老实告诉你 若非你身上还带着那条狼皮 这一件我未必就会输给你 不过老天如此安排 或许才是最好的 不过老天才是最好的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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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一切 都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吗 如果当初你没有叫我剑法 或许结果就不会变成这样 事到如今 海儿只能希望 您走得无遗憾 公子 有些后面 是谁 是 这是 这身装扮和那面具 我记起来了 是我们在泰山地下密道 遇到的那个神秘黑衣人 没想到真面目 竟然会是天玄门的百里掌门 百里掌门 原来我们在泰山地下密道就见过面了 不过我们当时没认住你 我已经寻见拜金之灵 而且你都包含 奇怪的是 这后我们始终想不起当着所见之人的模样 那往辈没猜出的话 多半是那个面具的缘故吧 你身为名门正派青雄门之长 就用这个 这个装扮隐藏原来的面目 暗中行这大师身份的鬼祟之举 也是为了图抹霸剑吗 哼 这一记飞剑确实有两下子 是我太大意了 这饕贴面具乃是传自上古的神物 能令所见之人过目即望 虽然会在你手上有点可惜 不过 反正以后我也用不着了 至于霸剑 我只是拿回原本就为我所有之物 我才是霸剑真正的创造者 欧爷子不过代行驻剑之劳而已 而若非他与那剑人联手暗算我 他又岂能为你所得 霸剑铸造于战国时代 那是距今千余年的事 而白里掌门却自称是霸剑真正的创造者 难道你是 事到如今 这些你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纵然你是霸王转世 与我也不过是让霸剑重现于世的工具 在霸剑终于回到我手中的此刻 你们 与我已无他用 不论你是身子君 亦或项羽 霸剑都不需要另一个主人 这幽暗破败的大量成绩 就是最适合你们的葬身之地 啊想起来了啊 他应该就是糟糕的转世啊 应该吧 啊 啊六轮神剑呢 我先把他干掉 啊 等一下那种日轮神剑会太贱了啊 我打不贏他就是 哎呀 啊 啊 啊 热门神剑放的話物理傷害不行 是不是 為什麼我不会 你會租天見證 呃 補血 九花玉露 九花玉露是皮地址 對啊 他隱藏事業很久了啊 那個戴面具的人就是他 喂喂喂 搞什麽搞什麽搞什麽 我想要的招式都你都在你身上 都在你身上 補化光 好 太神了吧 太過分了吧 啊 啊是啊是應該的 我擺換 我擺換 又來又來 好我要弄武藏面法 哦 啊對齁 哦 他會不行神劍之類的 應該也會吧 好 超痛 又來了又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糟了 这一箭毁了镇住凶神血窝的疯怀神经 风剑一消散 便再也无法阻止即将完成的血神绝杀 凶神血窝中的血魂胸膜 已在青年间居细无数灵力 血震动在此刻发动 骑士将远远胜过履灿 但行速之时 在汇聚于此的地脉引气助长之下 血窝将会增加百余倍威力 届时不止这大阳城气 恐怕整个开封周围十余里之处 都会被血窝崩毁时发出的滔天距离 因为平地 包含开封城内的百姓在内的无数森林将它瞬间化为飞灭 一路当起大阳城外 又是关秦军 原本会遭到下场 小老儿知道的还真不少 只可惜这救不了你们 除非你们能离开这里 否则就只能眼睁睁被熊神血涡吞噬 与百万凡鱼的生魂一起成为重启天门的祭品 等等 原来你真正的目的 是打算利用绝杀针放出的距离 在人间开启天门 你什么知道这些的 又为何要开启天门 你们马上就要被凶神血窝化为乌有 就不用费劲问这么多了 在这里乖乖的等死吧 白大医疗 没想到白医怎么还留着手 这下该如何是好 小前辈 看来这血神绝杀针 很快就会发动 此地不可久留 我们能返回来处吗 不能 我们是以太乙三叔作之力下到此地的 回城时既无此力可接用 能否直接从地脉移顿也很难说 除此之外 此刻只剩我们有机会阻止这场大难发生 为我们只顾着这一条命 任免绝杀针 发动凶神血窝 开服城内 无数百姓 以及攻击皇族 静之会结束难逃 如此一来 天下又将陷入大乱 可我可不堪设想 在危急之际 小前辈仍然先以天下苍生为念 这番胸襟着实是我被修道之人的榜样 让我打从心底佩服 相信小前辈 有什么压箱底的神经妙法 能解救十二 不论这方法有多危险或困难 只要有我能处理之处 我都愿意拼了 拼了命 冒行一事 请小前辈尽管吩咐 你猜的没错 老夫的确想到了一个行险之法 在经过此地的地脉中 有一条通往东南方四十里处 即可那里是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 正可持宝之右 道家最今生的仪天法门 仍以自身灵界来牵引毒气 将写过的力气凶艳导进地脉 转移到远以开封的荒地之上 在今天动地的冲阵 冲阵在空中消散 或可化了之大难与无形 不过 要引动这凶神邪窝的距离 可绝非等闲之事 行宿者不仅要精通这法门 也得要把你以上的修复才行 然而老夫此刻功力为负 为你的本事还预言不足 小前辈 那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是孙前辈 你也来了 是孙前辈 这件事就交给你 是孙前辈 是孙前辈 我设法以挪移之术避开 因此多花了些时间 没能早点赶至此地 还请各位包涵 我听了你们刚才的对话 前辈所说之法应该可行 不过 我虽学过疑天隐玄之术 却从未如此使用过 届时该当如何失为 还得烦劳前辈从旁指点 在血涡崩破的瞬间 老夫会以一天之术倒影 你以体内氢气 于四周展开护营之间 同时被好酒地藤挪印 一旦感觉灼气凌身 便将整个界沿着地脉 往东南方一顿 因你的修为 应该能顺利将凶叶引到安全之处 不过以用的时机 骚动即逝 而且我们就有一次机会 能否成功 还在未定之天 协阵将成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尽力一试了 那么疑天之术就交给前辈 我以护灵之界护住周围 等时机到来时 就由前辈的疑天之术 来引动煞力 一天之术 需得耗费大量气力 不知老夫 能否承担得住 待会儿请两位姑娘 将咒力借老夫一用 你们都身怀 身怀不凡之地 而我们三女的修为 或许能多一份成功的机会 切谨遵孝前辈的吩咐 没问题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神兄弟 咱们在一旁为他们护震 和大哥说的是 那么一切 就有劳二位前辈了 好 那么事不宜一辞 咱们就到前辈去吧 看来时机将至 前孙道友展开护灵之界 在周围的晦气退散之后 另外两位姑娘凝神集中全身的气力 让真莉充于护灵之界内 其他的就交给老夫吧 是 是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也就是现在 可是你感谢奋 你感谢奋 都有可能 如果你感谢奋 还有吗 你感谢奋 死去的 你感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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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在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洞 这是隐间 分隔天界与人间的神秘幻妙之遇 据说自三界开创之时便已存在 它长久以来作为天地之线 仅有几处贯穿其中的道路 可以让天界与人间互相往来 在远古之时 还能从人间仰望这些位于云间的天门 然而 自三千年前绝地天通后 这些天门被强大的幻界封闭 此后纵然是道行高深的道者帝先 也无法越过引界之线 我们刚才用前辈的方法 成功引导凶神血窝之力 得以将其凶艳由地脉转移到此地之上放出 挽救开封之威 没想到血神绝杀阵的力量太大 竟然强到冲破天地之线 让许久以来 不曾重现于天界的引界显露了出来 前辈 天门在此刻被重新开启 绝不是无故发生的偶然 这是末世灾结的预兆 还是天术造化早有如此安排 这是天术吧 那个人早已算到了这一切 无论绝杀之会不会毁掉开封 其力量都会在此地开启天门 而有方位来看看 那座笔子的山月 或许是齐天塔 齐天塔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前辈 这齐天塔位于引界之内 由他高耸入云的外观看来 莫非他是 在绝地天通前往来于天地两边的道路 老夫于此并不清楚 只知道引界中有这么一个地方 前代诸仙们不但与他有极深纠葛 而且还传下了一个说法 小前辈 我也觉得真是如此 而且有种奇异的感觉告诉我 八仙与白衣掌门都在起天塔 但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开启最后一道门 一切就会太迟了 可是 我们要怎么上去到那里 那流卷云气中的景象 看来网路还是生了我们般的虚无遥远 即使我们有点珠帮忙 那他真的带我们飞到那里吗 不用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点珠 才刚提到你 你就自己来了 我就想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可能全无察觉 刚才的冲阵撼动了天地 地上的气也为之大乱 我一时察觉不到你们的所在 赶忙飞到空中从上面寻找 在发现你们踪迹的同时 我也看到了天上的影界 原来点珠小妹子也知道影界的事 那么 你能将我们送到那座齐天塔上面吗 嗯 毕竟对我来说 影界也算是熟悉之物 熊大哥 我虽能带你们上去 不过这天门是为冲击所动开 残余的力气在齐天塔底附近 汇聚成窝卷的石灵乱流 我们朱雀最怕那种邪气灼流 只能在里面待上片刻 我送你们上去之后 得马上离开 无法一直在那等你们回来 然而这临时开启的影界破洞 随时都会封闭 倘若如此 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能让你们回到人世 所以 这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一趟路 我得先把话说在前面 神大哥 不论此邪有多重要 你一定要先好好想清楚 既然天门随时都会封闭 那就一刻都不能犹豫了 点出小妹子 我非登上齐天塔不可 请你务必送我这一趟 妖妹 蓝姐姐 赫大哥 小前辈 对视你们一路的相伴 或许登上齐天塔 只会霸解是我被赋予的天命 然而此情可能是有去无回 你们 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与伙伴 我自然不能强迫你们帽子 跟着我帽子这个血 对 神大哥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种见外的话 像晴天塔这种天外其所 一辈子大概就只有一次机会 可以见上一次 你居然不要我们跟着你去 难道是想自己独享这奇景吗 神兄弟 我们曾经一起闯过了无数危险 既然大伙都跟着你来到了这里 就没有在此刻退缩之力 无论你成父者什么天命 我都会陪着你走到最后 公子 看来造化在冥冥中 早就都安排好了 来到你身边的四个人 都是注定要跟着你一起上齐天塔的 想必 小前辈也早就料到这一切了吧 燕姑娘此言 可就太过高谷老夫了 不过既然天数如此 反正这一趟他们是确定的 那么老夫自然也乐于登上齐天塔 瞧瞧 神少侠 很遗憾你们此行 我帮不上什么忙 这真龙境遇你就先带着 其中藏有一处洞天巧区 哎 怎么每个人都有真龙境遇啊 若你们在齐天塔中 找到有清静灵气的安全之处 将这境遇悬放其上 便可进入里面的洞天巧区 防射之中一应俱全 猶如客栈里的房间般 可作为休息之所 上次上次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格云一啊 在齐天塔这样的未知之地 有这个总是多一些方便 多谢尊前辈 相信在齐天塔上 肯定会用得着这个 那么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引界的边缘开始退缩 这天门维持不了多久了 如果咱们还想登上齐天塔 最好趁现在 小前辈提醒的是 我们的确是该出发了 那么待会就办法点注送母丧去 孙前辈 咱们回头见 神少侠 之后 我会继续留在这里等着 只要引界尚未完全封闭 我或许还有机会帮你们些什么 在齐天塔上 一切难以预料 你们务必要多小心 前辈的吩咐 晚辈一定会牢记在先 咱们最后出发吧 吃酒交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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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中 这一趟你似乎飞得很吃力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不宜久留 你赶快回去吧 沈大哥 你们要多保住 等你们回来 记得邀请我去金华轩 好好打吃一顿 嗯 我们一言为定 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 引界之中的齐天塔 这壮阔无比的景象 我们曾经去过的齐索 都相信是神 然而在云雾中的深蓝巨大 透露着一股逼人的气息 让我不仅觉得 这无比凛冽又令人生味的感觉 似乎是个警告我们 不要忘了这个禁忌之地 这无声之眼 要不然这一趟 真的是上天的旨意吗 沈大哥 我也与你有着一样的感觉 公子无需担忧 我们会来到这里 绝非毫无缘故 遗憾的是 过去 大多已经湮灭在漫长的时光之中 这其中的真正经过 或许来得太迟的我们 永远也不会知道 倘若如此 或许来得太迟的我们 或许来得太迟的我们 或许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理由 无论这里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咱们只管好好闯他一闯便是 相信在此行的终点 我们必定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说的也是 不过 在这许久不曾被惊恼的死集之中 能充斥着席日设下的强力禁制 以及甚至太出混沌的邪气 此地的第一点点肯定是非比寻常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惊心 相信任何险阻 都是难不倒我们的 咱们这就动身 一探着充满未知的齐天塔吧 嗯 这里的岩壁破损的十分严重 只会遭受到某种距离的迫害 而至外面的天空 和这头无数忽眠忽暗的观点 那是不可思议 等等 莫非那是 姚妹 小姉妹脸上的表情不对劲 先别 原来如此 当年参与那件事的人全部都在这里 对那家伙用尽方法骗过我 但我在洞服里沉睡错过时机 是因为他早就踩到最后的结局 而在失去你们之后 我已经就剩下我一个人 将来又有谁能挽回这一切 此刻的我又该何去何从 对不起 我该不会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抱歉 事态 我明白你们好奇这实习中的始末 没有了 这是很长的故事 长得我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而现在应该也没有必要提起这件往事 最后那种机会 我会将这一切慢慢说给你们听 此刻我只求你们 于此 一句都不要多问 自当如此 虽然我们都很喜欢听故事 但此刻耽误自己 就赶快找到白医生前辈 和霸剑 等我帮我这些事情之后 相信自然会有机会的 声音大哥说的是 我们走吧 到底是什么事 等到这些是他的 道友们吗 哇 会不会留到下一部游戏里面再讲呢 天哪 要是要讲多久啊 可恨 可恨 没想到 我竟会犯下如此无可挽回的错误 以为霸剑在神无名手中 显不出应有的神威是理所当然之事 没想到 是因为他尚未大功告成 真理并不完整之故 在凡臣的千年之间 我煞费苦心 策划了这复仇大计 历经无数波折与轮回之苦 终于来到回返天界的最后一步 然而 以此刻的霸剑之力 无论如何 开不了这消云之门 我以为自己天机算尽 谋事必成 却再次前功尽弃 难道我付出这么多心血 却只能在这起云门前 望门兴探吗 我不甘心 我绝不甘心 不 即使如此 我也不会让一切就这样结束的 即使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回此地 此刻霸剑仍然在我手里 只要我有朝一日能完成它 就还有机会实现那个梦想 此刻天地即将分崩离析 引界多半也会遭到波及 眼下 且先引盾到他处避过此灾 待尘埃落定之后再做打算 这回 就算欧爷子再会躲 我也要把它给挖出来 等等 有人来到了此地 莫非是 百里掌门 别来无恙 晚辈一直有事想找您 自从自成 自从之前再大量成亲一别 晚辈就一直惯意你去的何处 便晚晚辈所料不差 才让你也来这个奇心塔 话说回来 我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登上这个塔顶 你却早已来到这个地方 晚辈通过这天地 其所不费摧毁之力 晚辈万字揣测 百里掌门 原本就对此地孜孜盛祥 而令特地将霸心带到此地 也是另有重大图谋 不过 重新转身欲离开的失望神情 这图谋似功亏已快 百里掌门 不是晚辈这番猜测可对的几分 申子俊 想不到 我还会在这里遇上你们 很遗憾 你们非但没有跟着大梁成绩 一起被埋葬在地下深处 而且还一路找到了这里 或许你真的得到天命庇佑 既然如此 咱们就抛开这转生到 金氏的虚假身份 不论你是霸王项羽 亦或被身无名养大的 无名少年申子俊 与我而言都没有差别 咱们就在此 彻底做个辽断吧 白里掌门严重了 晚辈 并无对前辈不敬之意 只是晚辈身为霸剑之主 需要他才能完成天地存续的药物 这乃至关紧要之时 近前辈务必再次将霸剑交还 好个霸剑真主 可惜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打造霸剑一事是我一手策划的 非魂铁也是由我带到人事 霸剑本来就应为我所有 其知欧爷子这老头昏了眼 居然听信了那贱人之言 在剑上刻上那该死的名文 扰动了天书造化之旅 才会由你这碍事的家伙降生到人事 只恨我发现此事实为时已晚 之后又遭张良这丝暗算 否则我早就让你行魂俱灭 岂能留着你活到之后 以西楚霸王之名自称 靠着本属于我的霸剑之力 耀武扬威 还妄图继承已经断绝三千年的帝座 成为人世真皇 事到如今 我才不在乎天地会不会分崩离析 索性就让这人世毁于一旦 先决了你这延续天地之气的希望 然后将你们突免于这霸剑之下 彻底辽断这段灭缘 既然百里掌门执意如此 反备之后舍命奉陪 就用这一仗 这一仗的胜负来决定霸剑 最后先归于谁之所吧 百里掌门 请出完备得罪了 那时间的说法又不单 那在十二五关时 我竟然简直帮助两轮 难道之前受众众 我切剑养性云 各人都装出来的 小姑娘也看出来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本事 我假托伤势未遇 常年闭关 让武林中盛传 我已经封剑退隐 其实是掩人耳目 除了方便我在外寻找霸剑下落之外 其间我前行苦练先天剑气之法 剑法威力更胜从前 在神无冠一战 即使神无名手持霸剑 与我也以不足为惧 所幸 之后你出面让他退走 否则 我就得被迫暴露实力 回想天雄门密道中 与百里掌门的偶遇 想必那时 前辈早已用这个样貌 在外面四处查访 收集情报 不动声色的在暗中策划一切 而丝毫不为武林通道窒息 有此事了 想必也是因为前辈你之前的煞贝古心 能够装着霸剑的体盒 它会出现在妄定蜂蜜到了裤旁里吧 战了之后 我们的行装 想必都在前辈的执掌之中 我精心策划的一切 就是从那时起乱了套的 我没料到霸剑会被你带走 也不知道你是哪来的无名少年 虽然我费了一番功夫 设法查明了你的身份与去向 然而之后 你们一行人不但行踪飘忽 难以捉摸 还经常混迹官府市井之中 我得分身留意萧阴手下的动向 难以两边坚固 到有大半时候 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 然而 你与申无名最后 还是在因缘的安排下来了襄阳 看到手持霸剑的申无名 竟然被你逼退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造化的这番安排 的确是煞费酷心 但还瞒不了我 所以前辈早已知道 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萧姑娘 也料到霸剑将夺占义父心神 于是任由她达成自己的目的 然后再大力成绩 做使我与义父相斗 最后 再下手抢夺 如今施然 算是你这件事情的经过 如此错综复杂 非一旦不出前辈的推算之外 此中仍将一切 勿与执掌之重 前辈过人的自摸失虑 如此让晚辈佩服不已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佩服人家 不论你是无名少年申子郡 亦或西楚霸王项羽 你这霸剑之主的身份 就与将近的天地之气 一起到此为止了 就让造化 在千年前留下的这段无聊冤孽 在此做个结束 前辈既有此意 晚辈虽然自知身手远远不及 然而为了一己之责 也只能拿出浑身献术 奉陪到底 多数得罪 还请把你前辈见谅 哈哈哈哈 有本事的话 就尽管来拿吧 可惜等在你面前的 就只有死路一条而已 真没想到 你们五人联手 竟然有如此为例 即使是手持霸剑的神无名 也未必就能将我逼得左右之处 你的确是成父天命之人 看来 我不能再有所保留了 公子留神 百里掌门发出的灵器 并非凡人之物 这是 还仙之气 当转生的天人 面临生死之境时 他们能一度解放自己的侦破 瞬间返回原本的样貌与力量 五鹰殿右四殿一词将军 五鹰殿是指五鹰殿吧 原来百里掌门的真实身份 是天界的护蝶神将 你身居三品高位 贵为试店右将军之一 在天界必是举足轻重之人 是什么遭遇 让你舍弃天人之道 宁愿做下如此自毁虔诚之举 也非取得霸箭不可 而你应该知道霸箭之规 来自锻装他的飞魂铁 用来辅佐人狂浴室 而他太过霸道 返回削弱你的天人名破 若你打算凭霸箭取胜 自己会蒙受其害 爱各自残仙 而等下众之辈 不配过问这些事情 非魂铁对我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要用霸箭 将你们屠路殆尽 让你们连魂魄都到不了 黄泉九渊 拿命来 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最后的结局 竟然会是这样 我苦心安排的计划 功败垂成 这一战 竟然也败在你们手中 只恨我没料到 铸造霸箭一事 饶动了医药 与天律运行 而在造化安排你 以霸箭制主之身 将要转生到凡间后 不论我如何用尽心计 也胜不过 冥冥中引导你的宿命之手 我长久以来 昏死梦戏的梦想 终究 是就此变成了泡影 天意如此 我不后悔 选择解放真身 与你们一战 纵然我即将神魂俱灭 但我的遗憾与憎恨 会永远留在这里 等待您所继承的人士 最终回破的时刻 八剑之主 我们 永别了 这感觉 莫非是 欧爷子老前辈 神小子 不 现在老夫 应该可以称你为 相王了吧 最后一件工作 前辈的意思是 相王无需多心 也只管在一边等着就好 只剩这最后一点的功夫 也应该一回合就完死了 虽然此一千年 独中还经过这许多波折 这七银霸剑 终于尬功告成 并再次交给他真正的主人 当年老夫倒造他 是游井灯火 又舍不得放下 这未尽之主 因而 在姻缘安排下 选择成为永生不死的魔人 虽然之后 在明幽之间 徘徊这段岁月 漫长的力量难熬 让恶如今 终于得了一场夙愿 这代价也算是值得了 原来如此 前辈与霸剑的渊源 着实是无比深厚 想必领跟他的来龙去脉 知之圣相 入如铸造他的经过原有 免交易风的天 将为何抢夺霸剑 他最后那方化的用意 晚辈是得回霸剑 但云以前能有诸多不解之处 希望前辈也能详细说明其中死末 让晚辈也一起心中的疑惑 现在只怕不是时候 这些 就容老夫先卖个关子 咱们将来 肯定还会有缘分 到时候 在一五一时的 告诉你吧 前辈 你等等 恭喜圣大哥 当初我们发现那个铁盒的时候 压根没想到 里面之物是如此重要 与你又有这么深的渊源 那 姚妹 完成的霸剑重归公子之手 意味着天时已至 此刻最要紧的 是助他完成担负的使命 蓝姐姐说得对 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嗯 相信一切未知的秘密 就都藏在那道门之后 若我真能开启它 或许 所有的谜题就能揭晓 好 沈大哥 这一路上的风景 真是让人大开眼见 好像我们真的来到了天上 这片微影的云海更是转力无比 不过到了这里 去乎没有路可以再往前进了 是啊 看来这段壮阔的云中道路 就只到此为止 而这程外方内缘之行的试探 要是庄严雄混 应该别有用途 莫非 这是用来进行某个重要仪式的处所 由这天原地方之隔 晴月玄云之势看来 若老夫所料不差 在天地之间这样的地方 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是真黄与天地正约成器的风扇台 自古帝王 一向在五岳之尊的泰山行风扇之仪 然后在山壁上乐实为绩 将经过赞与史记荣 倚传后事 莫非真正的风扇台 并不是在泰山 而是在这里吗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 始皇为求长生不死 而御行风扇 诸臣为此而杜撰风扇之仪 便以冬月泰山为尊 定为风扇之所 传为后事惯例后 反倒无人知道风扇台 其实位于他处 所以老夫妄自揣测 这个位于隐居之巅的未知其所 才是真正风扇台所障 不知燕姑娘以为如何 小前辈博之广实 您猜的一点都没错 这里确实是三千六百年前 天神弟子 为了联手挽救清魂的天幕 与仁皇帝 极玄远在风扇之意中 定天地之气的风扇台 而这萧云甸位于影界的阵中 冥荒竹灵 会翠于此 上映东省西窑之圣 下成四级八方之境 任何弃天地所需 因此当时 朱迪挑选了此地 来作为建造风扇台的所在 蓝姐姐 你对这些了如指掌 顺不说来 霸剑与我之间的莫名纠葛 我们途中遇上了诸多冒险奇遇 这一切 其实早就在你的意料之中了吗 公子明鉴 妾并无亏天之能 也绝非故意藏私 而是吩咐妾随逝于公子之策的内围 她以神通遇见了将来 知道公子此行关系重大 为了协助公子顺利完成天命 她想且传授玄机奥秘 讲述天地各处其处 各处其处异所 也在途中为公子引入解惑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张良了 然而她也严密切 必须谨慎言 谨慎言语 指机位置 绝不可 找泄漏天机 以免乱天数的安排 在她之前是装坡 就是假装 因为那个地震才醒过来 然后对自己的身世全然不知 都是装的 所以妾自从与公子同行以来 许多事 为莫如生 又生怕自己不胜失言 但我的公子此行担负了重大天命 为此一路上对公子多所隐瞒 还请公子恕罪 这种小事 蓝姐姐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若没有你一直在旁陪伴 在我遇上困惑疑难时 从旁指点 我就绝不可能 走过这一趟奇想天外的旅程 来到这里 既然这里真是风扇台 叶龙军前面他们之前所言 我的使命是收集五块玉锦 带着零剑等三气 重行天地之气 然而这里却是空荡荡的 看不出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蓝姐姐 莫非是现下还去了什么 或是时机不对吗 公子虽然切的所知 就仅止于这风扇台 不过 相信天命已有安排 此刻你只需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相信这段 最后的秘密很快就会自己揭晓的 蓝姐姐说的对 神大哥 反正我们已经到了这里 不如先到前面 瞧瞧那片广阔的云海 我有种奇妙的预感 或许在那之中 一切疑惑就会自然迎刃而解呢 说的也是 我们就先到前面瞧瞧吧 小妹 看来真跟你说的对了 你瞧前面 这 这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引界四龙殿 还有四位帝君大人 啊 他们应该分属 引界四方啊 怎么突然会此刻一起出现在这里 这 咱们 已经为此等待很久了 晚辈拜见终谓帝君 没想到会在这里有此巧遇 不只晚輩有何榮幸 仍然是為前輩齊聚於此 霸劍之主 你應該明白自己所擔負的職責 此機玄遠之後 仍是再無真煌將士 當地若須玄了三千余年 上古的傳承習俗斷絕 以致未盡的風扇大業 已由自盡 如今天地之氣的力量將盡 除非仁皇重臨風扇台 以真能代表人世的零件 行風扇之誼 與我等附位天地之氣 否則氣中時天地輕回 人世將毀於一旦 再也無可挽救 而你今天終於來了 雖然比喻定遲了一千年啊 所謂總是趕上最後的期限 如果只是再繼續耽擱下去 就算我們還有耐心等 恐怕你們也不會有機會 封扇雖然之姿 風扇雖然雖然是至關重要的大儀 不過呀 一來時間緊迫 二來 則我會沒有大劫女娲娘娘主持 而是由我們暫待行疑 四季此刻已無餘遇 咱們不妨先省略那些凡文入節 盡快開始風扇質疑 不可讓這最後的機會時之交臂 否則要是天地之氣有了什麼閃失 我們四個可是擔待不起 十一帝之間不知眾位兄弟以為如何 十弟 聖子俊即使你是真狂的人選 風扇之意與天地之氣乃至至重之密 若可事前讓你得知 若是在心意之時我們當面向你宣明一切由來始末 然而若本座所料不差 三弟已經擅自向你透露過內情 延遲這回不多 多提席的舊事 長話傳說直接進入眼前的正題 聖子俊對於本座如此平易行事 你可有異議 正如前輩所料 晚輩 確託他們天際 自知其罪 於此 此事毫無異議 一切尊從前輩安排 好 那麼本座接下來說的話 你可得好好聽著 此地位於三叔之印 民旋之境 也是天地兩間的交匯之處 在明矮定途初分之後 天神弟子與此共定太初之決 代表天與地的雙方 在風扇之意所發的神式約起 經這風扇台化為貫徹 九一三界 維繫天地萬物的五方力量 然而在3600年前 發生了不周三 崩塌的重大為局 姬玄元而得受諸錫子敬兩氣 借福西九一神劍之位 以仁皇之存登上風扇台 參與風扇之宜 立下天地之氣 這天地人共結的神士之力 雖暫時維繫受損的天柱與不情 然而六時甲子之吼 姬玄元於當初定月的神劍移影 唯有以真正代表人主的御式零件 完成風扇之意的祭祀人皇 方人以其微 重定天地之氣 讓一切 再歸永世安寧 天魄之客破綻眉睫 我們再盡快完成風扇之意 怕見之主 造化早已安排好的一切 只要你證明真皇的資格 你無須再度猶豫 散前 陳風扇三氣與三座之上吧 說來慘愧 風扇三氣之中晚輩只取得了零件 但朱錫與紫禁兩氣至今腹之雀弱 始終找不到他們的下落 而缺了敬喻這兩氣 這盤王輩無法完成風扇之意 敬喻兩氣 腹之雀弱 本作應該沒有看錯 朱錫與紫禁 一直都在你身邊 雖然 並非他們原來的模樣 等等 莫非你到現在還被磨在鼓裏 該不會就是白雙瑤跟 雁南京吧 請公子見諒 都怪妾一直向你隱瞞此事 姚妹 我們一起到前頭去吧 該是我們上場的時候了 請你立於公子的右側 只會我說明這一切 啊 是 楠 楠姐姐 楠姐姐 聽你話中的意思 難道你和姚妹是 公子前世與兩氣無緣 天命嬰兒在今世做了巧妙的安排 妾本是兩氣中的紫燕神鏡 經由密法 戒區轉破 而過了人生 姚妹 則是意外 數 數育 房胎 而化誕到人世的 諸明天 天行 因此我們兩人一開始就擔負著輔佐公子的使命 也在造化之影下 先後來到公子身邊 男兒竊 受命 掩守秘密 不過 不能過早 透露自己姚妹的身份 以免途中多生辯故 如今公子風扇在即 妾總算可以揭開這個秘密 而這行貌 真的滿意過常人 被逃不過中衛帝君大人的罰眼 此刻有妾與姚妹的公子左右 就等同朱席 紫禁兩氣齊備 所以請公子儘管安心 妾與姚妹 必會盡霜氣的職責 全心全力助公子 完成成績人士真煌 統定天地的大乙 原來是這樣 我終於明白 自己所為何來了 怪不得這一路上 只要有蘭姐姐與姚妹在我身邊 我就覺得思緒平穩清晰 宛如有無形之力 從旁引導守護著 只是我心 心性愚鈍 一直沒察覺到兩氣齊時 一切左右 蘭姐姐瞞得我好苦 雖然我明白 這卻有必要 那麼 咱們還是先回到正題 別耽誤了真正重要的大事 不過 你雙氣身份行儀 對你們不會有愛嗎 公子無需擔心 請相信妾的安排 一切 都會順利完成的 眾位前輩 剛才這晚輩有所誤解 三氣卻已備齊 然而 晚輩才出血淺 未習以理 生平不曾侵渡過仲義大典 與這風扇之儀更是毫無止息 還請前輩們 指點引導 在此的風扇之儀 並非凡是圖具形式的榮儀俗典 而是朱祁與仁皇 在這風扇台上交換 世次所定下的莊嚴神器 行儀時每句對答應我 都會被賦予天地共振的 誓約之力 這至光重要的誓約 你的氣文分別由我們四龍帝君保管 當你帶著玉儀前來引誡正氣時 我們便以法力加明文刻上 而這些明文只有在這風扇台上 才會顯現出來 此刻你取出五片玉儀 它們會自行拼合而成 一本預測 在這風扇之儀中 就由這預測來引導你說出正確的風扇氣詞 你只需依照顯現在旗翼上的明文回答應對 明白了嗎 真不可思議 我真如前輩所說 原本的五塊玉儀 不知何時 已成了一本神奇的預測 上面的字記 清晰可變 好 預測既然已經齊備 那麼風扇之儀 就此開始 吾乃東方青龍帝君 奉禦 領四旗於此 恭候成起天約之人 如意凡身 而能躍千刃之銷 等此搖引化境 必非尋常 吾等四龍帝君 長四方之名 一見登此臺者 於此 問汝之鳴 有所為何來 有天嗣成職者申謀 敢昭告於天地蒼玄 似其帝君 西因神器未敬 某由造化隱藥降凡 承命長人士 鎖住靈箭 而途中多所波折 折由造化千隱 立千載之功 使成 如今 三器御策以備 某不負天命所托 當奉之以還 並起四旗帝君 佩天作主 行風扇大儀 赤政某立即仁皇之位 須神作 重立天地之器 以赴三界之序 永殿 萬事安寧 吾乃 北方黑龍帝君 於此問 自稱來寄仁皇者 辱欲行風扇之儀 必以旗背珠喜 以紫禁 靈箭三器 當現紫燕神禁於台前 待無見之 以政辱身 宮城此禁 其宇姬真辨明 昭德隱道 歸還舉世 輔佐王爺 四成其身 求以天遺政之 北方黑龍帝君 奉欲成器 於此神禁 如所限之禁 卻是三善器之一 紫燕神禁無物 無須以天遺 君重政之 不乃西方白龍帝君 於此問 自稱來寄仁皇者 辱欲行風扇之儀 必以其背 珠喜 紫禁 靈箭三器 當現諸明天禁於台前 待無見之 以政辱身 公城此禁 公城此禁 其宇兽印祭座 登玉九雀 至鎮四方 威福萬民 四成其身 求以天遺政之 西方白龍帝君 奉欲成器 於此 神見辱所限之禁 卻是三善器之一 諸明天禁無物 諸明天禁無物 吾 徐以天遺 君重政之 吾乃南方赤龍帝君 於此問自稱來 寄仁皇者 辱欲行風扇之儀 必以其背 珠喜 紫禁 靈箭三器 當現 仁氏靈箭於問箭台上 歹無見之 以政辱身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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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皇者 深紫禁 公文帝君欲命 此稱靈箭於問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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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大哥小心 霸箭上似乎有人 什么这是 神子俊 看来你线上的零件并非完全为你所有 里面还留着一些残余之物 黑暗这也是造化于你的安排 不过唯有真正成为他们的主人 并且能完成风扇鲸鱼 为何他能传心指使消音姑娘 甚至引导义父前往大梁城基 因为这赤宗神并非八剑之身的魂魄 而是熄烈的 前年后的我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多谢你将八剑带来此力 我得以靠强大的灵力从魂魄化形 等待着许久之后 我终于能再一次把八剑握在手里 果然是你 千年前的我 在东城之园自问的那一刻 满心的愤怒 绝望 与悔恨化成的荒魂 为八剑的匪魂铁所设 而那一般的项羽之魂 也就是你 随着八剑留存至今 在一面转身为小姑娘后 一边透过郑琳之音对她传心 并唯成赤宗神之名 因此她四处寻找方法 千万大量成绩 更到最后利用异附 杀了小姑娘 以解除震魂之血的封印 然而你 恶罚重获的形体 依然只是残缺的鬼魂 一道心底留下的虚假影子 霸王项羽 你的梦已经结束了 此时此刻 我绝不允许你妨碍我完成 对一面的承诺 可笑之指 不过带着一半灵魂转身的你 又算什么 我可是霸王项羽 祝地继承神剑人狂 你却什么都不是 而你这经历转身的家伙 居然想取代我成为霸剑之主 而你注定的下场 就是在这霸剑之下 化为灰烬 我已经不在乎风扇之仪 天地之气断绝也无妨 就让你 与这无畏的人士 一起毁得干净 重启我的 此 此 十四星计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此一决高下吧 过去的我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霸剑之主 就在此见个分晓 假货 我就如你所愿 让你败的心服口服 好可怕 他是不是回血 他是自动回血 对 对 对 своим 你知道 他开始 我觉得 你知道 谢谢 他昨天 他是坏 對他在回血 什麼意思 他為什麼可以回血 今天那個他剛放那個忘負莫的吧 哇哈 哇塞 太可怕了吧 主線電真的的確比較強一點 啊 又來了 又加聲音 依な 依な 为什么 我不可能输的 我是真正的霸王项羽 手中拿着霸剑的我 为什么会败给你这个 转身后的假货 难道 你们真的放弃我了吗 把霸剑之处 尝尽全命的 人世真华 攻城此剑 气以微服神魔 上达七颖 下平九州 传以续名 似成其身 求以天意正之 南方赤龙帝君 奉御成器 于此神剑 如所献之剑 神皇浩然 魂灰扬烈 威震千里 却是能 与天争锋的灵剑 得登为三器之一 无须以天意 君众正之 西游古器 帝弘以 东黄剑 以六十甲子为妻 成系天地 定九州之器 隶数千载 而戚戚已见 神约将绝 天地之系日威 至九闻汗洞 四境西里 清灭在即 今三器既得天正 请四君 承风扇之仪 授予天诏黄赤 既地名 以上应七影 下定四土 须太初之纲 赴三界之为 君子重立天地之器 某士表之成 其四君共成之 北方黑龙帝君 天成天 授风扇之责 此正真黄地名 此正真黄地名 今尊太初三界之律 以此身代天立约交世 共成神器 西方白龙帝君 天成天 授风扇之责 此正真黄地名 今尊太初三界之律 以此身代天立约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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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成神器 南方赤龙帝君 为何其成天 此次使律 还有其他人 习凭 屈喜 本尊太初三界之律 何其身代天立约交世 竟无人 赤龙帝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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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创太平心计的梦想 一统人士 开创太平心计的梦想吗 为了祝你完成大业 同时也作为对新帝登基的庆贺 无等在此恭候你即位后所发的出照 并至上四仪之助 征皇的出照之力如同神月 一经发下及传遍天地施方 只要此照不为天理造化之律 不论是何等艰难之事 无等都会尽一切所能力气实现 一招奉扇 征皇的成天之位 那一余前 请新帝就此宣旨即位 并发下除招吧 众位前辈 请出晚辈大胆无礼 与此另有其他想法 如今天地之气已重 已经重续 仁皇是否登基发照 既非至关紧要 而三件方式恢复平静 此刻时无必要让人士多喜动荡 况且登基发照 乃是关乎天地的大事 不许及其在意识 晚辈也以为 不如将此留待于后 堂罗人士将来再起争乱俱阔 届时再动用 曾皇出照的天使之力 如此岂非更善之举 等等 神之君此言当真 你这番话的意思是 你完成了风扇大仪 却不愿登基成为新皇 也不想发出兆 难道你将此等天地之重的大事 随便当成恶夕抗胆 四弟 受证风扇的人皇 已经名列于朱祁之中 即使他对极为另有想法 亦得以神议论之 不可情乎无理 不过 神之君 你这要求 着此大书无等的意料之外 你诚实立志取得霸剑 成为人世之主的霸 霸王项羽 历经生死的考验 与无数的磨难 终于来到这里 完成风扇记忆 此刻你却希望 延缓登基发照 正来大为你过去本心之事 甚至却 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你转而有此想法 但须 但须之登基发照 并非等闲之事 由不得你一个人闪之决定 而你若拒绝成为真狂 就依然只是个现在的凡人之身 如此你不但得不到弟子 嫌疾 才有着不老不死的知乎 而观凭你现在的房区 也无法完全支配 和发挥霸剑的真理 曾经梦想成为人世之主的你 为何突然要放弃这一切 为此 就算必须放弃这一切 也是晚辈非都不可的选择 你的心念如此坚定 肯定是有十分重大的理由 然而 我等身负正宜重责 你的理由 须得能让我等 同意才行 你此 不用多所顾忌 究竟是何缘故 就尽管说出来吧 众位龙君 晚辈 在这趟寻找自己天命的旅途中 曾经走遍辽阔的中途大地 亲自目睹当今人世的真正样貌 晚辈当年亲生经历寝末的大乱 不能看到百姓森林涂炭 因此立志成为霸者一统天下 已建立永久的太平心事 难过如今是千年之后 当今的时局 虽然说不上是其天圣志 但寿鸟之间休兵已久 四海生平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如今百叶兴旺 四方房隆 天下的复数 大欲空浅 即使此刻没有真狂在位 依然是千年以来 难有的太平盛世 而光平的恩皇霸剑之威 未必能让赵宋与大辽恭颂称臣 要强行从他们手中取得天下 自并再次掀起动荡 怒因此而大动干戈 往被认识的朋友们 就难逃 兵灾战祸 为了急于完成风扇 而毁掉这太平盛世 真的值得吗 这么说也有道理 此事确实 未必需要急于一时 南蛾风扇之谊 乃是上古错传 人皇记印风扇 却不登基发造 我等于 允许如此大为先例之事 之后 却要如何交代 请说晚辈无礼 记得义父说过 先例 就是用来打破的 而风扇质疑至今不过两回 这回 尚且可以仓促下 简单行事 那么 有晚辈在此立下这个新的先例 又有何不可 晚辈以为 与其依循前递 却冒着 结果拦掉的风险 不如在此先尝剑淫味 等待将来人士 真的需要真凰的时刻 就此晚辈必会登基发造 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的这些顾虑 并没有错 但反正 这回咱们只是大型风扇之职 这些事没能做的了主 那么暂缓登基发造 也说不算是违反风扇的潜力 好 三帝已经发言 赞成推迟登基发造之局 四帝与五帝 你们与此 是否有其他见解 倘若 仁皇执意如此 以我等的身份 也不能强迫 一支枪持不下 也不是办法 不如先这么办吧 我的看法 与三哥四哥大同小异 既然此刻不已强行 那么张环将此事迎后 等待时机到来 一无不可 好 那么依在场众棋之意 由本座代为作下结论 这回就依仁皇所求 将登基发造赞言于后 留待将来的安排 陈子军 长乐人士 需要增淮那一刻真正来临 无论那时你在何处 其实天涯海角或九地深渊 你都也设法赶回风扇台 无等会在此 等你完成你的承诺 相信你不会忘记 自己所承担的天命 与霸子的梦想 多谢四位前辈成全 晚辈 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返回人士的引戒之门 就在你们来此路上的石亭中 那么之后 我们后会有期 神石军 或者应该称以为相影 无等会看着 看到你成为真皇发下 粗糙的那一天 这漫长的一切 终于结束了 至少在此刻 似乎是如此 沈大哥 果然还是你的口才 与气势厉害 刚刚你与四位前辈 矜持不下 我还打算说不通 就打上一架 还好你最后 说服了他们 真不愧是 记忆人黄呢 不过 你终于完成了 这桩史记千年的大夜 脸上却毫无喜色 我看得出 你在刻意隐藏 心中的怅然之情 沈大哥 你应该是 想起了萧姑娘的事吧 昔日的她 一直期待能看到这一刻的到来 今时的她牺牲了一切 助我完成使命 却没能伴在我身旁 或许 上天注定我们今生缘浅 但这终究是个遗憾 公子请宽心 她过去所负的罪 已经被你偿还 倘若上天慈悲 有所安排 或许孙道长那边 会有什么方法 不过 这得等到我们下次遇到她的时候了 不过容我妄自猜测 其实 你是为了保住这人世平稳的现状 所以才放弃了霸者之梦 选择藏剑隐蔚 我猜得对吗 何大哥 我想与此 你算是猜对了一半 我对农金前辈们所说的 虽然都是肺腑之眼 但并不是全部 而我没说的是 现在的我 一点都不想成为另一个霸子 或许昔日的霸王项羽 早已被永远留在遥远的过去 为了重续天地之气 而再次转身回金氏的我 则成了另一个人 在她再次离开的此刻 那个梦 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沈大哥说得对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沈大哥 你不需要成为另一个人 也不用继续背负别人的梦想而活 萧姑娘的事 就先依蓝姐姐所说的 留待上天的安排吧 白姑娘说得是 沈兄弟 多亏了你做下如此选择 人世才得以重获真正的平静 也希望你能先放下这些遗憾 别再为此身伤 而在这之后 你可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继续四处游历 前往天地间最偏远的角落 寻找一个 可以将霸剑妥善收藏起来的隐秘处所 沈大哥 你身为霸剑真正的主人 如今它好不容易才乌归远主 你不想将它带在身边 反倒要找个地方将它藏起来 这是为什么 杨妹 霸剑虽是真黄至世的王器 天下无双的神剑 但其威力过于强大 加上本性凶利 不但是难以驾驭之物 她的邪煞之气 也会为其主 照致燃满血腥的不幸命运 当年项羽因为霸剑迷失自我 用她杀死于姬后致敬 而禁食以赴于小姑娘 为她所获 结果两人最后都死于非命 我已经因为她失去了态度 不愿将她再有这样的遗憾 而霸剑虽然冲回我所 但我以凡生完全无法支配她 将她留在身边不但是个危险 那位邪徒所得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最好的处置方式 就是找个隐秘之处将她藏起 原来公子之前所说的藏剑隐蔚 是这个意思 切十分佩服公子思虑深远 如此处置 确实是最稳当的做法 这些小前辈对于这样的隐秘之处 应该颇有所知吧 天地之间虽广 能掩藏霸剑锋芒的地方却不多 若要寻找绝对安全的隐僻之处 或许地界会是最好的选择 倘若如此 那个顽固的老家伙 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那当初九里的英雄汉天的霸剑 跟这个霸剑有什么关联吗 真不愧是小前辈 马上就想到了合适的地方 记得以前听师傅说过 地底深处有个地界 与人士养相隔绝 又会极难抵达 因此没人知道那也是什么个模样 这么说来 莫非小前辈知道怎么去地界吗 应该说老夫的某个朋友 虽然他个性有些难搞 不过看在他过去欠老夫的人情上 应该能说懂他帮这个忙 如果各位都同意如此的话 咱们之后就去一趟川中吧 这个朋友是不是五音众啊 当然同意 生大哥 既然小前辈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听他的建议去一趟地界吧 那里一定有气的剪 既然小前辈有如此提议 我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看来姚妹这趟地界之旅是确定的 小妹男姐姐也不会缺席 但不知道何大哥之后有何打算 是否跟我们走这一趟 师兄弟 我原想在一切结束后 重回浪迹天涯之途 然而将霸剑送往安全之处 乃是钥匙 这一趟 我会奉陪到底 至于其他的打算 就留到完成这件事之后再说吧 太好了 何大叔也去的话 就还剩我们五个人 请师父说过 四川一美酒家要出名 更有许多风景名声可遇 小前辈可以一边找朋友 一边带着我们套出游山玩水 观止鞋就让我觉得 这次穿住之鞋 一定非常有趣 对 关我一个人这样想个不行 那么接下来该当如何 还是得有声大哥和小前辈你们决定才行 姚妹于此不用多心 这云上的绝境虽美 却也太过苍凉 令人不思久留 既然川中之行已定 咱们就没必要再待下去 不如早点离开 踏上归途 而再回头 再次走过那条雾气飘渺的消云之道时 这段留下诸多感慨的旅程 也会像那段遥远的回忆一般 逐渐在雾中隐没 就此 真正的告一段落吧 没想到向来淡泊的申大哥 也会说出这种感慨之言 不过我相信 一切不会被雾所隐没 或许 我们会再回到这里 在那一刻 我们仍会陪着你 再次走过那条消云之道 不过在这之前 还有川中的美食美景 与低界的冒险 盛大哥 我真有点等不及了 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佳妖妹急成这样 那是片刻都不能耽搁了 大伙自从上隐神月以来 奔波至今 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蓝姐姐 何大哥 小前辈 咱们就一路长远回开封 在那里悠闲地待上一段时日 待养足了精神之后 再请小前辈 带领我们前往川中赴地界之行 这样如何 公子既然有此御命 且自是心人遵从 说不定孙道长灵犀相通 已经在颜真观等着我们了 不知何官人与小前辈 于此有何想法 听申兄弟这么说 我就想起开封的铁蟹楼酒店 咱们去那里 痛快喝它个两三天 尝尽卢掌柜的私房好菜 不过这样 该不会误了把霸剑 送往地界收藏的大事吧 还好 此事虽然要紧 倒也没那么急在一时 可那家伙行踪飘渺 然后不给花时间 要做出寻找他的所在 自己这趟路 咱们尽可悠闲地慢慢行去 无需多虑 圣大哥 既然小前辈都这么说 那我们这就走吧 在那片云雾的比方 还有另一段旅程 在等着我们呢 嗯 在那片云雾的比方 好 你其实觉得那我们 他在这边留下一个很大的伏笔 那就是三部曲 啊三部曲 喜欢后面的战棋游戏 就是他们去地界的剧情呢 不会有第二个儿戏 因为大家有讲过了 雷狐 我们先看一下制作群 好 然后先不看一下编剧 我看一下 编剧 你看一下那个妮口陈慧玲小姐 也没有在这里面 因为他是还生节的编剧 哎真的呢 下回以上部 没有特别写 嗯跟天姐说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玩家参与哦 原来豆比鲨鱼哥 他有参与哦 成心 皇祖恩 哎我没有看到其他编剧 就这样 哦还有 升光骑士团 这应该是那个配音的 疑魂 总共有三把剑啊 九一天尊剑 然后七银霸剑 另外把剑是什么 忘记了 就是地的那一个 声音出演 有人是练 叶叉叶之秋 我猜效应应该是没可以复活了 那刚刚有又有一个伏笔 好像是啊 我有点忘记了 在中间的剧情有讲到 特别声音出演那些都是那个 玩家去应征的 当初我有我有投稿啊 但没有上 罢剑是罢剑不一样哦 罢剑消云路 登登 结束了 非常感谢游玩罢剑消云路 我喜欢你喜欢 甚至运这段冒险旅程 我们下次见 谁 您清养吗 这个手套 生无名 呃一千羊啊 这一千羊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是谁 这生无名还是一千羊 一千羊吧 这一千羊吧 生无名已经死了啊 还有小前辈有说 他在那个 齐天塔看到那些光点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讲 可能下一步剧情才会讲 就是买了很多伏笔啊 这是我们在结尾 出现的这一张图 看起来应该是银千羊 啊 好笑 我觉得是银千羊哎 我想一下哦 我想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服装 很像啊 对不对很像啊 但这把血红霸剑 因为 天下很尴尬的是说 还生姐的编剧 主架构是 燕名商写的 但是 后续里面的剧情是 陈惠玲小姐写的 所以 夜大承不承认这件事情呢 我其实不知道 他会把他变成一样的 这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 他把还生姐那一套 我汉天的 蟹黄霸剑 他没有把这个当成 当成正确的 正式的设定 而把这个蟹黄霸剑当成 呃才是现在霸天 小云霸的这把霸剑 也有可能是这样 啊 我们都不知道 我只猜的 我们下一步就可能知道了 对 但是看到霸天小云霸 最后那张图 假设他是阴鲜羊 我们先假设吗 义服 义服他是阴鲜羊 然后手拿那把霸剑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出 啊 神魔之尊传的剑血 手拿的斜坏霸剑 就是霸剑消影路的霸剑 而不是还生姐 设定的那个霸剑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哦 我猜的 我不知道 总之 有了这个很大的伏笔 对 而且 后面的剧本又不是同一个人 缩写 所以你说 可能不会沿用 也是有可能的 这我只能这样才 假设他那个 那个图片是阴晴阳的话 我觉得像了 因为那个服装就真的 就真的是啊 就真的很像啊 然后神无名的服装 不太可能是神无名的服装 你也不是 好啦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个霸天小云霸的游戏故事 剧情内容 好 好总之 谢谢一名章给我们带来这个游戏啊 然后总时速哦 5小时哦 应该是这个吧 哎还是这个 差不多5小时啊 蛮久了 然后74等左右 好啦 那个人觉得霸天小云霸你说有没有刻骨铭心 没有 没有刻骨铭心 情绪断的很突然 霄音死了 霸天俊也没有非常的 让我非常动荣 难过的动荣 没有 因为毕竟那是前世记忆 他们在霸界里面 根本就没有 相处的很久 然后跟白川瑶也没有什么 情乐戏份 也没有 都没有 大概就这样 然后小前辈说的那个难搞的朋友 应该就是五英众了 我猜的 没比我猜的啦 啊那下一款游戏要不要再继续等七年呢 哦我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 会不会再等七年了2030年 对啊 然后小前面的真身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和尚之 也没有跟白川瑶 相认 哎 好啦就是这样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 发现夏云路啦 当然啦你说 小生你不是粉丝的话 玩这款游戏 你坑你真的会觉得蛮无聊的 我必须 说实话 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就是主要他这是做给来 来玩玩家玩的 那个心意比较多了 好那发现 发现夏云路的 那个实况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然后故事剪辑 我再重新上传一次 ok 好大家就这样子 那我们谢谢 我们的业大 给我们这些粉丝们 制作一款发现夏云路 那我们在有生 有生之年 可以再看到一次 好啦就这样 我们期待下一部作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